你本是侯府的数字 却被人打骂欺负了15年 直到母亲临终前才告诉了你真相 并委托舅舅送你来京城认亲 可刚到了平南侯府就遭人冷眼 不仅骂你是个野种 更是直接将你们赶了出来 无奈只能露宿城外破庙 在寒冷的天气下 旧宫终究没熬过去 冻死在了破庙中 而你也昏迷了过去 幸好路过一个麦探翁将你救下 在你用尽了全身力气埋葬了旧宫后 对着麦探翁重重磕头致血 并发誓要对老丈养老送终 可麦探翁低咳了一声然后闷声道 送终就可以了养老却也不必 以后如果老头子没了 你也要挖一个木穴给老头子容身 记着我有一个儿子 木坑该身四尺三千万不要弄错了 而你也随他回到了茅草屋中 麦探翁熟练地坐在风箱前 把一块块木头丢进炉子里 准备开始生火烧炭 老人家坐在风箱边上 一边拉着风箱一边咳着开口 今年天寒城里买炭的人也多 老头子一个人忙不过来 在这个寒冬面前出去只有一条死路 更何况京城里的那个渣爹也不要 想到这里你答应了下来 多谢老丈给小子一口饭吃 可老头子竖了竖眉头 从明天开始你早上进城去卖炭 下午上山砍木头晚上回来烧炭 这个老家伙剥削同工啊 于是你坐在炭炉前 想着如何多卖一些钱 不仅要帮身边的卖炭妞换一双棉鞋 也要给自己买个厚实点的被子 想来想去你用仅存的手艺雕刻兽炭 说不定可以卖一个好价钱 显然你没有昂贵香料 也不会碾成粉线 虽有寿炭之行 但与真正的寿炭还是有着区别的 在经过了一天一夜的雕刻后 终于制作成了十斤有余 于是你迫不及待地背起山寨版寿炭 准备进城卖炭 看着极为壮观的京城 你心里不由地感叹一声 估计以后就要在这座大城里跑屎吃了 在繁华的街头上 你背着一个竹篓 正瑟瑟缩缩地在大街上走着 而你之所以瑟瑟倒不是因为害怕 而是因为太冷 身穿着秋服的你根本抵御不住寒风 此时你只想赶紧买完寿炭回去取闹 于是你找到一个微胖的男子询问路线 大哥你好小弟出来京城 有一件事要跟大哥打听打听 这个中年男子停下脚步 回头打量了你一眼 见到你一身单衣之后 眼神之中就隐隐有了一些鄙视 不过身为京城的老百姓 还是要端着身份的 小兄弟有什么问题问吧 吴某人在这住了几十年了 这京城里就没有我不熟的地方 你弯身称谢 然后一本正经的开口问道 大哥这京城最大的青楼在哪 中年人笑眯眯的表情僵在了脸上 他愣愣的看着你半天没有缓过神来 这个少年人衣服简陋不舒 脸上还有没有洗干净的眉灰 一看就是穷人家 还操着外地口音他去得起吗 这个社会到底怎么了 难道是我吴某人跟不上时代了吗 现在的少年人都这个样子了 而你看他呆住了 以为这个大哥没听懂 于是很有耐心的补充道 青楼就是那种地方 说完还向征信的用手比划了一下 只见中年人眼皮抽了抽笑容很是僵硬 小兄弟 这会儿是大白天问这个不合适 你要是真憋不住的话 微熊晚上可以带你去几个好地方 说到这里 他看向你的眼神已经亲热了不少 显然是把你当成了共同爱好者 可你之所以选择这个中年人 就是因为看他脚步虚浮 而且神态猥琐 一看就是经常折花之人 你摇了摇头继续开口道 小弟去青楼是有事情要办 还请大哥行得方便 这个中年胖子挤了紧眉头 很是猥琐的笑了笑 谁去那不是办事 这是大家都懂 不过这会儿大一点的楼可都没有开门 小兄弟若是真着急 于兄可以带你去几个小一点的店 此时你一脸无语地看这个猥琐的胖子 这个家伙已经无可救药了 最终几番纠缠之后 你终于问出了京城青楼的所在地 那就是位于城南的胭制河 胭制河本来叫做青欢 和上师里画坊不过楼台 因为青楼里头的小姐姐们经常在河边洗胭制 久而久之这条河水都隐隐散发着香气 所以被人称之为胭制河 在你问青楚路之后 就辞别了这个猥琐的中年胖子 转身朝着秦桓河的方向走去 把背上的这楼山寨版的兽碳给卖了才行 不过你也很清楚 自己雕出来的这些兽碳上不得排名 真正的有钱人家不愿意买 稍微穷一些的人家又买不起 所以这些山寨版木炭 最佳的售卖点就是青楼了 在这个时代木炭就是后世的空调 也就是说只要你是服务业的 就必须要在房间里烧炭 毕竟没人愿意出来花钱还要受购 所以对于青楼来说木炭是刚需 但普通烧起来没有排名 如果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个形丝寿碳 也一定会很抢手的 怀着这个心愿弩来到了得意楼 虽是青楼但相对要高端一些 得意楼的青官们各个读书识字 你想要与他们夜晚谈理想光有钱还不行 还得自己亲自去追求才成 这就是行业高端与行业低端的区别 这种欲据还迎的感觉 才是那些读书人们最喜欢的调调 现在是上午得意楼还没有开门做生意 你背着一楼木炭 轻轻敲响了得意楼的大门 开门迎接你的是一个很是瘦弱的侍女 这个侍女看起来也就十四五岁年纪 上下打量了一眼后脆生生的开口 这位公子 咱们得意楼要到有时证才能开门 您要是想来便有时再来 而你从自己的背上解下竹笼 然后从里面挑出一块虎形兽炭放在手里 又递给了这个小侍女面前 你语气客气的说道 仙女姐姐 我是来见你们东家的 麻烦小姐姐通传一声 就说我这里有瘦弹卖 说到这里你顿了顿继续说道 一百文一块 随后将你引入到了三层的一个雅间 一个身着月牙白小傲的美妇 笑意盈盈地跪坐在一个矮桌旁边 而矮桌上摆放着一个黑乎乎的虎状物体 并不是真的雕成了一个老虎 而是雕刻成了一个虎形状的一块木炭 可美妇人也不嫌脏伸手在这块碳上捏了你 然后白皙的手上就出现了一摸惹眼的黑色碳灰 九娘瞥了一眼坐在自己对面的这个少年人 小兄弟 青楼虽然是下九流的行当 但是你可不要觉得咱们青楼里的人就没有见识 你这个碳可不是受碳吗 此刻你对着九娘咧嘴一笑 这位姐姐这本就不是受碳 这个世上可没有一百文一块的受碳 这个美妇人看起来也就是三十岁出头的样子 与李信前世的年龄差别并不大 而且李信在职场摸爬滚打的这么多年 自然知道嘴甜心狠半事稳的道理 所以她见到人的时候 从来都是开口姐姐闭口妹妹 九娘眼嘴一笑 小兄弟可真会说话 不过会说话没有用 你这碳不是木碳便是竹碳 大街上十文前一经到处都是 哪里有一百文一块的道理 李信咳嗽了一声 伸手指了指桌子上的这块木碳 声音平静 她虽然不是受碳 可她的模样像受碳 对于姐姐这个行当来说 只要长得像便足够了 不是吗 青楼这个行业 尤其是德意楼这种高端青楼 最重要的就是要上档次 不然是吸引不了那些真正的金主的 因此德意楼里的东西 大半都是最好的 不过就是在这烧炭上面不太好办 毕竟真正的受碳 能跟白银甚至黄金等价 这样高档的东西 德意楼也是用不起的 九娘微微摇头 真正的受碳 燃烧起来有一箱 来德意楼的 不是京城里的王孙公子 就是科厂新贵 他们都是见了世面的人 立刻就可以分辨出来 李信抿着嘴唇 轻声道 姐姐可以在火炉里 撒一些香粉 九娘先是愣了愣 随即反应过来 拍了拍手轻声笑道 是这个道理 对于咱们这个行当来说 他是不是正儿八斤的受碳都不要紧 只要他生得像就行了 在姑娘们的房间 烧上这么几块 再撒些香粉进去 那些臭男人们 也未必能够瞧得出来真假 说到这里 九娘低头看向桌子上的这块受碳 对着李信似笑非笑地说道 可是小兄弟你这受碳 虽然雕出了大重模样 但是与正儿八斤的受碳 也不太一样 李信低头咳嗽了一声 脸色微红 他没有见过 这个时代的受碳究竟是个什么模样的 因此就只能按照前世见到的那种虎形玉佩的模样去叼 可是正经的受碳都是有模子的 李信弄出来的这个显然不像 见李信脸色发红 九娘眼嘴笑了笑 开口道 好了 不调笑小兄弟你了 看小兄弟言谈 不像是普通人 想来是失了时韵 才落魄到这种地步 小兄弟的这些竹炭 虽然不太像 但是也可以糊弄糊弄那些没什么见识的富户 这些东西 得一楼便按五十文一块买下来了 就当交了小兄弟这个朋友 李信弄出来的这些受碳 大概两三个加在一起 才能有一斤重 除去雕刻的时候弄掉的边角料 一斤木炭 怎么也能雕出来两块 而京城木炭的价格大概是十文钱一斤 现在就算是卖五十文一块 价格也是凭空翻了十倍了 李信有些不好意思地低头称谢 不过很快 面前的这个女人 就让她刮目相看 只见这个美妇人翩翩起身 从身后的一个柜子里里取出一个盒子 然后从盒子里捏出了一块巴掌大小的物件 放在李信面前 这物件黑乎乎的 但是却有着自己的线条 整体成一个猛虎的形状 九娘微微一笑 正巧姐姐这里有几块受碳 小兄弟既然有这份手艺 不妨拿去看一看 如果能弄出一个大概模样的出来 得意楼就按照小兄弟开出的价格 一百文一块 向小兄弟收购 李信深呼吸了几口气 伸手把这块受碳拿在了手里 这块受碳造型古朴 通体冰凉 而且入手微尘 还散发出一股隐隐的香味 不管是卖相还是工艺 都比李信虾古道出来的那些 好上太多了 更为神奇的是 这东西虽然是碳粉和香粉 混合制出来的 但是李信把它拿起来把玩了一番 手上竟然没有沾上半点黑色的痕迹 这就是京城里 价格与金银仿佛 大富大贵人家 才能用得起的受碳 一块受碳 就可以燃三天三夜 九娘这里背着一盒这个东西 想来也不奇怪 毕竟得意楼位于京城 时不时会有贵人前来 这一盒受碳加在一起 大概有一二十块的模样 估计是九娘 为了京城里的贵客们背着的 李信仔细看了一遍这个东西 大概记住了她的样子 起身对面前的这个美妇人 拱手行礼 姐姐 这东西 我已经记下来模样了 回头应该能制出个八九不离十 等弄出来了 再来得意楼求见姐姐 说吧 她把手里的这块受碳 放回了桌子上 这一块受碳 足够普通人家一个月的吃用 李信很自觉地放了回去 不然恐怕 她连走出得意楼的机会都不会有 九娘把李信的动作都看在眼里 然后她伸手拿起桌子上那块受碳 放在李信手里 笑眯眯地说道 小郎君既然要弄出些房品出来 自然要越想越好 这块碳也不是什么稀奇物事 小兄弟带回去照着弄也是无妨 李信低头道谢 也不客气 把这块受碳塞进了袖子里 临走之前 九娘把李信背楼里的那些受碳 全部买了去 加在一起 一共是一贯钱左右 李信小心翼翼地接过这一串铜钱 对着九娘拱手 说了好半天话 还没来得及问姐姐明信 美妇人嫣然一笑 妾身性催 小郎君叫妾身九娘就是 不知道小郎君怎么称呼 在下李信 李信对着九娘微微躬身 谢九娘赏饭吃 九娘闻言 脸上的笑意更甚 亲自起身 把李信送到了得意楼门口 等到李信走远了之后 跟在九娘身后的那个瘦弱的丫头 才小声开口 九娘 您对这个李信 也太好了一些 其实李信的这个想法虽然好 但是说出来 也就不值钱了 因为九娘大可以 跳过李信这个环节 直接让京城里刻木头的匠人去做 这样还能够便宜一些 不过九娘并没有这么做 就说明 她愿意给李信这口饭吃 李信也想到了这一点 因此临别之前 才说出了那句感谢的话 九娘偏然转身 对着身后的这个侍女淡然一笑 平儿 你要明白一件事情 咱们替东家开这个得意楼 从来都不是为了挣钱 而是为了交朋友 正到了第一桶金之后 李信开始在京城里寻找卖棉衣的地方 这个时代是有棉衣的 她刚进京城的时候 就看到德胜大街上 到处都是穿棉衣的行人 偶尔还有一些穿皮货的富贵人家 可见是与李信那个世界是差不多的 在昏迷醒过来之后 她就知道自己来到了一个迥然不同的世界 首先 她现在所处的这个王朝 叫做靖 李信虽然不是特别精通历史 但是总算粗略知道一些 中国历史有好几个靖 比如说春秋时期的靖国 以及窜了曹家的司马靖 而根据那个倒霉孩子的记忆 这个世界的这个靖 国姓并不是司马 而是姬 虽然春秋时期靖国的国姓也是姬 但是李信可以肯定 这个世界绝不是春秋 因为她看到了纸 很多很多的纸 甚至得一楼九娘递给她的这块寿炭 就是用一张粗纸包着的 因此 这是一个与前世截然不同的世界 李信没有办法获得先知先觉的能力 如果不是这个世界 还用汉字 说汉语 有这条情怀河 她甚至会怀疑自己 还在不在地球上 凭借着一张还算甜的小嘴 李信一路问路 顺利地找到了一家棉货店 买到了一双棉鞋 还有一床稍微厚实一些的被子 因为天寒的原因 棉货店的价格比起往年贵了不少 这几样东西 总共花了七八百钱的样子 这样刚刚挣来的一贯钱 也就花去了七七八八 这个时候 天色已经是下午了 花了几文钱 在路边随便吃了一碗面之后 李信就准备出城回北山了 正当她走在德胜大街上的时候 一个粗嗓门对着她大声呼吓 小子 让开 李信回头看去 只见一行十数人都骑在高头大马上 在德胜大街上肆意奔驰 刚才对着她呼吓的 是一个落腮胡子的大汉 正在为身后的这些马匹开路 李信还未来得及反应 就被身边的一个行人 一把拽到了路边 然后这些速度极快的马匹 就擦着李信的身子飞驰而过 此时李信身后背着一床被褥 还有一双棉鞋 他人虽然没事 但是这一转身 身后背着的东西 就被这匹枣红色的大马 一下子撞飞 被褥和棉鞋都撒了一地 那些骑马的 都是一个个少男少女 那个骑着枣红马的是一个少年人 马术显然不惊 撞了李信之后 自己的枣红马也受惊停了下来 李信的身子虽然没有被撞到 但是也被冲击力波及 整个人摔在了地上 过了许久之后 才勉强从地上爬起来 此时 那些骑在马上的年轻人们 也都一个个跳了下来 这些人每一个不是劈仇 就是穿球 显然非富极贵 他们围在那个枣红马的旁边 出声问道 耶 公子 没伤着吧 李信摔在地上 身上的几个关节部分 都有了一些擦伤 咬牙忍了许久 阵痛才慢慢舒缓了一些 他抬头看向那个 撞了自己的少年人 只见那个骑着枣红马的叶公子 面色白皙 虽然穿着紧身的男装 但是并没有猴杰 几乎可以一眼辨认出 是女扮男装 这个女扮男装的叶公子 平日里显然不怎么骑马 这时候才惊魂否定 拍了拍自己的胸脯 对着身边的这些年轻人 勉强一笑 诸位 小弟没有什么事 只是怕耽搁围猎 骑得快了一些 好像碰到了一个人 听到他这句话 李姓本就穿得颇为寒酸 此时被撞得跌倒在地 整个人都衣衫不整 脸上更是隐隐有些血迹 看起来极为狼狈 这群年轻人当中 一个看起来年纪最大的公子 看了一眼李姓 然后回头对着叶公子微笑道 还能爬起来 估计是没碰着 过些日子 陛下就要在北山围猎 要考笑咱们这些将门子弟 你们大家先去北山熟悉熟悉地形 莫要耽搁了围猎 这里与兄来收拾 这个人显然在他们的圈子里 颇有微信 这些非富极贵的年轻人 闻言 立刻翻身上马 朝着城外北山的方向飞奔而去 等到这帮人走完之后 这个身穿白衣的年轻人 才迈步 走到李姓身边 从自己的腰里 摸出一粒金子 伸手递在了李姓身边 微笑道 这位小兄弟 刚才是我朋友骑马太快 不小心碰到了你 看你身上还带了些东西 都被撞散了 这粒金子 在城里的钱装 怎么都能换上四五罐钱 你拿去 就当陪你的东西 顺便给小兄弟智商 李姓此时手臂被磨破了皮 整个右手都是处在麻痹状态的 过了一会儿之后 她的右手才能勉强活动 能动之后 她先是摸向了自己怀里 当摸到九娘送给自己的那块寿炭还在之后 李姓才微微松了口气 这块寿炭 以后是要还给德义楼的 如果弄坏了 李姓给德义楼做一年山寨货 也未必赔得起 确认了寿炭还在之后 李姓才抬头看向自己面前的这个白衣年轻人 这个白衣年轻人 看起来也就是二十岁左右 年轻无比 身上穿着一丝狐狸皮的纯白球衣 整个人看起来不仅风度翩翩 而且颇有气质 她说话虽然很客气 但是语气里盈盈有些瞧不起人 不过富贵子弟说话通常都是这样 李姓也见怪不怪 而且这个时候 她也没有和这些官二代们做对的本钱 于是伸出手 接过这个白衣公子手里的金子 微微低头 多谢公子 能低头时且低头 毕竟她刚来到这个世界 还要在京城活下去 白衣公子见这个少年人很是识趣 脸上露出了一个满意的笑容 小兄弟且去智商 如果这些钱不够 小兄弟可以来平南后府找我 我是平南后府弟子李纯 小兄弟在后府门口报 我的名字就行 平南后府 李纯 李姓浑身微微颤了颤 他是全盘接受了那个倒霉孩子的记忆的 按照自己母亲的说法 自己的身份 应该是平南侯李慎的儿子 只不过自己那个扎店不靠谱 把她跟母亲都丢在了永州 不管不顾 想到这里 李姓抬头看了李纯一眼 也就是说 面前这个鼻孔朝天的家伙 应该是自己的 兄长 李姓心中突然生出一股 没来由的怒气 昏睡的那天晚上 李姓看过了那个倒霉孩子的记忆 记忆里的那些惨事 虽然不是亲身经历 但是也足够让李姓 对平南侯府心生厌恶了 最起码 那间破庙里的彻骨寒冷 李姓是切身体会到了 他上前两步 走到李纯面前 把那粒金子交还了回去 低声道 原来是平南侯的公子 平南侯威名 小明一直如雷贯耳 小明只是走路被碰到了 身上没有受什么伤 既然是平南后府的公子 那些钱 小明不敢收 李姓说这话的时候 是低着头的 因此没有人看到他冰冷的眼神 那一天 李姓找上平南后府的时候 这位李家的公子李纯 并没有在家 所以他并不认得面前的这个少年人 李纯脸上露出一个玩味的笑容 他伸手把这粒金子捏了回来 淡然一笑 既然你没受什么伤 那这钱也就算了 本公子还要出城 便先走了 没有人会放着钱不要 在李纯眼里 面前的这个可怜少年人 无非是想要更多而已 自以为看穿了一切的李纯 洒然转身 翻身上马 朝着东城门飞奔而去 李姓强忍着自己身上的疼痛 弯身捡起自己被撞飞的被褥 还有那双棉鞋用袖子擦了擦上面沾染的泥浆 重新背在背上之后 一蹶一拐地朝着北山的那座小木屋走去 曾污的种子在这个少年人心里发了牙 李姓回到那座北山下小木屋的时候 天色已经暗淡了下来 是的 这段原本只需要一个时辰的路 他从中午一直走到了傍晚 因为他身上受伤了 那个叶姓的小妞 虽然没有正面撞到他 紧紧地擦到了而已 但是快速奔驰的马匹 让他在德胜街上的侵蚀路跌了好几米那么远 他的手肘还有膝盖的部分被磨出了几个破洞 挤到斜口子鲜血淋漓 这种伤口 刚刚受伤的时候是不怎么疼的 但是之后就会越来越疼 尤其是李姓身上的衣衫很是单薄 因此他走回来就颇为艰难 到后半段的时候 他已经不得不把那床新买的被子裹在身上 才勉强走回了这座山脚下的小木屋 回到小木屋之后 李姓一屁股在那个烧炭的炉子旁边坐了下来 此时 麦炭老者正在往炉子里填一些砍下来的老烛 房间里火气腾腾 让李姓快要冻僵的身子渐渐暖和了起来 麦炭老者先是看了一眼李姓 然后看到了他腿上的心红鲜血 咳嗽了一声说道 被人给欺负了 这个世道并不太平 事实上 因为没有信息化的原因 古时候任何一个朝代 治安都不会太好 像李姓这样的少年人 一个人在外行走 给人打了 或者是抢了 那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 李姓对着火炉伸出手 把一双手弄得暖和起来之后 才深呼吸了几口气 对着麦炭老者勉强一笑 没有 回来的路上 不小跌了一跤 那些撞自己的人 很显然非富极贵 那些人是麦炭老者 这一辈子也接触不到的人 李姓 如果这件事原原本本地说出来 老者说不定会因为畏惧权贵 把他赶出去 老人不动声色地看了李姓一眼 声音沙哑 那你这一跤 可跌得不轻 没等李姓回答 老人继续问道 那些炭都卖出去了 李姓点了点头 全卖出去了 一百文一块 说到这里 李姓从自己的怀里 取出了一串 还剩下二三百文的铜钱 放在一旁的桌子上 然后他对着老头子 灿然一笑 老丈 城里的那家人 还继续要这种受炭 以后都是一百文一块 咱们要过好日子 崔九娘给李姓的承诺 才是李姓拒绝 李纯赔偿金的底气 如果崔九娘没有给李姓 留下这么一条财路 那么中午的时候 无论李姓心中如何气闷 他都不会拒绝李纯的那块金子 人活在世上 脸面是很重要 心中的志气也很重要 但是在生死存亡面前 这些东西都显得不值一提 听了李姓的话之后 麦炭翁也是神情微动 他是看过李姓弄得那些受炭的 那些受炭两块加在一起 都不会超过一斤 而以前的木炭 一斤只卖十文钱 也就是说 在李姓手里 这些木炭 平白翻了二十倍的价钱 老人家深深地看了李姓一眼 沙哑的声音 掩盖不住激动 你是个有本事的孩子 李姓微微一笑 把身子往火炉那边靠了靠 然后缓缓闭上眼睛 他在思考一个问题 那就是 白天自己碰到李纯的时候 心里为什么会这么气愤 按照道理来说 他刚来到这个世界没多久 跟李纯完全就是两个陌路人 要是按照李姓 以前只赚便宜不吃亏的性格 他说不定会直接躺在地上 讹诈这个平南侯府的公子 绝不可能装什么大尾巴狼 拒绝那一笔不菲的赔偿金 可是当时 他心里就是没来由地 生出了一股怒气 思来想去 大概是另一个李姓的意志 并没有完全消散的原因 烤了一会火之后 李姓吃力地挪动得受伤的胳膊 把自己背在身后的包袱打开 里面有一双沾了些泥土的棉鞋 还有一个不算特别厚实的凹子 李姓伸手 把麦太妞喊了过来 轻声笑道 来 妞妞 这是哥哥给你买的 穿上试试 这个时代的棉衣并不便宜 以至于李姓赚到的那一贯钱 并不足以买两套衣裳 这个世界上 固然有很多绝对的利己主义者 但是李姓还没有到那种程度 她没办法看到一个五六岁的小丫头 浑身被动的亲子 穿着草鞋 走在漫天雪地里 于是她给自己买了一床棉被 给小丫头买了一双棉鞋 一件棉衣 反正只要熬过这个晚上 明天自己多弄些瘦炭出来 就可以 可以大致把三个人过冬的装备制备齐了 麦探妞瑟瑟瑟缩缩地 看了李姓手里的棉鞋一眼 不怎么敢走过来 穷苦人家的孩子 往往天生就会带着一些自卑心理 这种自卑心理 会让一个人坐视束手束脚 而且言行举止都很放不开 这也是寒门很少出贵子原因之一 崔九娘之所以高看李姓一眼 就是因为李姓不卑不亢的态度 李姓笑眯着眼睛笑了笑 并没有强求 然后把鞋子还有棉衣 塞到老者手里 自己抱着新买的那床棉被 一蹶一拐地回到了自己那张床上 说是一张床 其实就是一些稻草铺成的窝罢了 昨天晚上 这个窝让李姓彻夜难眠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被冻死的原因 李姓变得格外怕冷 不过现在有了一床温暖的棉被 让李姓舒舒服服地进入了梦乡 在梦里 另一个李姓的记忆 又如同一个个视频片段一样 摆放在李姓面前 在梦里 李姓看到了这个倒霉孩子 被平南侯府的人斥为野种 看到了平南侯府赶出来的家奴 看到了他跟救公两个人 蜷缩在破庙里 浑身发颤 于是 他在午夜惊醒了过来 李姓睁开眼睛 往温暖的被窝里缩了缩 本来 他只是一个局外人 对于另一个李姓的遭遇 也就是略有同情而已 可是现在 他居然有了一些感同身受的感觉 他甚至能回想起 那个破庙里的寒冷 李姓缓缓闭上眼睛 心里有些复杂 按照他原来的打算 他只想着挣点钱 然后看着能不能重新回到 那个灯红酒绿的世界 如果不行 就在这个世界好好活下去 可是现在 他想帮一帮这个 被活活冻死的倒霉孩子 想到这里 李姓轻声低语 如果有机会 我会试一试 但是也只是试一试而已 不保证能成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 李姓每天做的事情都很简单 卖探老者负责烧探 他负责雕刻 下午加晚上雕刻受探 然后第二天上午的时候 给得意楼送过去 最初的时候 他刻的东西 只有八成相像 几天之后 他做出来的受探 除了重量上 跟原本的受探有区别 只看外表的话 已经分不出有什么差别 为了精细 他把雕刻的速度放慢了下来 一天大概能做出十几块的模样 不过模样 已经足够以假乱真 对于这种山寨货 得意楼的酒娘也很满意 每次给钱给的都很干脆 毕竟那些 来得意楼的金主 几乎没有穷人 都是有见识的人物 看到铜炉里烧起来的 貌似受探的东西 再闻到房间里隐约的香气 哪怕那些清贯人们不说 他们也能猜出 炉子里烧的是什么 给起银钱的时候 自然也会大方不少 这种日子 持去了十多天时间 十多天的时间里 每块山寨或一百文 李信收入了十几罐铜钱 这笔钱 他与卖探温无五分 自己得了六罐钱的样子 算是从当初 那个身无分文的穷小子 成为了这个时代 光荣的温饱人员 转眼间 时间来到了腊月二十一 算算时间 李信已经来到 这个世界半个月了 这天中午 李信吃完饭之后 照常背上他那个竹篓 准备动身前往城里 这个时候 他已经不再是 那个身着单衣的可怜人 身上裹了两层厚厚的棉衣 挡住了外面所有的严寒 身高直到李信腰 这么高的麦探妞 手里捧着一个热水袋 慌慌张张地 从院子里跑了出来 把这个装满开水的水袋 放在李信手里 然后甜甜一笑 哥哥 带上这个 早些回来 这个水袋 是前几天李信 李信在京城里买的 用不知名的畜生皮毛缝制而成 装了热水之后 能热喝半天 冬天的时候 带在身上可以保暖 经过半个月的相处 小丫头没有从前那么怕生了 现在见到李信 都是称呼一声哥哥 李信笑着点了点头 接过水袋放进怀里 然后摸了摸小丫头的头 轻声道 你在家里乖乖的 等会哥哥 从城里给你带些好吃的回来 现在手头宽裕了 李信从京城送货回来的时候 经常会给小丫头 带一些吃食回来 麦炭妞点了点头 向李信挥了挥手 然后小碎步跑回了屋里 李信深呼吸了一口气 转身朝着京城的方向走去 他虽然不打算 一直做一个麦炭狼 但是眼下他在这里人生地不熟 况且 现在弄这个山寨寿炭 很是挣钱 因此 李信准备先做一个冬天 等到开春了之后 自己存些钱了 再想别的事情 此时 他手上还有腿上的伤 都已经好了七七八八了 因此 只用了一个时辰左右 就赶到了得意楼里 早上的得意楼 仍旧没有开门 半个月下来 李信已经是这里的熟人 因此毫无阻碍地走了进去 接见她的是 得意楼的掌柜崔九娘 李信微微有些吃惊 因为她来得意楼卖探 只有前几天是这个九娘接见她 后面都是九娘的身边的那个丫头 平儿来跟她接触 算算时间 她已经十来天没有见到这位九娘了 李信只是愣了愣 就连忙对着九娘微微拱手 见过崔姐姐 九娘脸上带着笑意 不过眉宇间却有些阴郁的味道 她对着李信轻笑道 小郎君还真是准时 每天一大早就来了 李信低头笑道 小本买卖 为了糊口而已 九娘点了点头 对着李信轻声道 小李郎君 你跟我来 我有些事要跟你说你 李信放下背后的背楼 跟在九娘身后 走进了得意楼的后院 她进出得意楼 已经十几趟了 从前几次都是在止步前院 这一次 还是她第一次走进得意楼的后院 九娘在后院的一处暖阁里停了下来 李信迈不跟了进去 暖阁里如火飞红 温暖如春 仍旧是一张矮桌 两个人隔桌对坐 九娘亲自给李信倒了杯茶 轻轻叹了口气 小郎君 以后你与得意楼的生意 可能要断了 李信心里一惊 得意楼的生意 是她目前最重要的经济来源 如果得意楼的生意断了 她一时半会 还真不好再找一个挣钱的行动 李信低头喝了口茶 轻声道 崔姐姐能让在下做这个生意 可并不是贪图小力之人 在下能问一问原因吗 九娘给自己倒了杯茶 上下打亮了李信眼 开口笑道 小郎君若是个普通人 区区一些火炭 就是包给你也没什么 可是小郎君偏偏不是普通人 那事情可就不好办了 说到这里 这个风姿绰约的女人微笑道 不瞒小郎君 昨天里有人来得意楼 给我打了招呼 让我断了这份生意 打招呼的人来头颇大 得意楼得罪不起 因此 这份生意就只能断了 九娘这话一说 李信心中就明白了 是平南侯府的人 给得意楼打招呼了 难怪这十来天 北门那个守门的大汉 多次过问自己的姓名 原来自己早就被侯府的人盯上了 看来 他们不仅不让自己 进平南侯府 也不准备让自己待在京城 李信摇了摇头 对着九娘苦笑道 崔姐姐能在秦淮河边 开这么大一家店 按理说 在京城里 不应该怕什么人才是 京城里 能在十里秦淮开店的 基本上每一家都是有后台的 其中最大的得意楼 必然有着了不得的东架 所以李信才有此疑问 九娘不可置否地笑了笑 怕事不至于怕 只是做生意要与人为善 能不得罪 还是不好得罪 小郎君是个聪明人 应该能明白这其中的道理 李信叹了口气 起身对着九娘 弯身鞠躬道 崔姐姐的意思 小弟明白了 这件事情 确实不该难为崔姐姐 这半个月的恩情 有机会 小弟定当报答 九娘起身还礼 脸上带着微笑 既然小郎君称奴家一句姐姐 那姐姐 就冒昧问一句 小郎君与打招呼的那个人 是何关系 李信面色不变 低头道 没有关系 他对着崔九娘 抱了抱拳 再打扰姐姐 恐会给德意楼惹麻烦 小弟这边告辞 九娘意味深长地 看了李信一眼 然后开口说道 小郎君 娇浅延伸地说一句 那个人既然能够 寻到德意楼 就说明 有人一直在盯着你 九娘话说了一半 李信脸色骤然大变 他来不及在乎 别的礼数地 匆忙 对着九娘抱了抱拳 连那个竹篓也没有拿 慌慌张张地朝着北门跑去 平南侯府 竟然对自己有所动作 那么 北山的小屋 那么绝不会漏掉 当李信一路狂奔回 北山下那座小屋的时候 原来的那座 虽然有些简陋 但是尚算温暖的小木屋 已经不见了踪影 只剩下了一片火海 这座木屋里 还有不少存炭 因此烧得格外旺盛 周遭四五丈的距离 都是炽热的红光 在这个冬天里 倒是显得格外暖和 两个身穿厚傲的大汉 一高一矮 正手持火把 对着正在燃烧的木屋笔画 小木屋的篱笆外面 麦炭翁蜷缩在地上 脸上还有些淤青 显然是跟这两个人起了冲突 被这两个大汉打了一顿 小丫头趴在自己爷爷身上 不住地哽咽 此时 李信心中的怒火 丝毫不下于 这座熊熊燃烧的木屋 他本来只是一个 畏惧强权的普通人 他并不打算与平南侯府作对 他只想在这个世界活下去而已 李信脸色铁青 走到那两个手握火把的壮汉身后 咬着牙低喝道 你们在干什么 由于生产力低下的原因 每一个房子建起来都不容易 放火的罪名 在古时候是很重的 所谓杀人放火 可见放火这件事情 是仅次于杀人的 这两个汉子 高一些的比李信高半的头 矮一些的 也就跟李信仿佛 不过比起瘦弱的李信 他们就要健壮得多了 不出意外 李信是绝对打不过他们的 这两个汉子诧异转身 这才看到了身后的这个少年人 他们两个也不慌张 反倒随手地把火把丢在一边 那个矮个子 笑嘻嘻地说道 没看到吗 在烧房子 李信脸被气得通红 咬着牙说道 这房子可是有主的 你们光天化日之下 就这么明目张胆地烧了 不怕官府来拿你们吗 那个高一些的汉子 上下打亮了一眼李信 然后开口问道 就是李信 李信低着头 没有答话 他并不知道这两个人的底线在哪里 这座小木屋在北山山脚下 方圆十里之内没有办护人家 如果这两个人 真是什么杀人越货的贼人 自己还有麦探翁爷孙俩 都有可能死在这里 这个高个汉子 见李信不达 也没有继续追问 而且开口淡然说道 好叫小兄弟知道 咱们兄弟两个 都是京城经兆府里当差的差人 因为陛下过几日要来北山围猎 所以有同僚来清理北山上一些位置的危险 这座木屋刚好在北山脚下 容易藏匿刺客 上报府军之后 经府军批合 命令我二人 烧毁这座木屋 说着 这个高个子大汉 从怀里取出一份文书 摆在李信面前 上面明明白白盖着 金兆府的诸红大印 李信心中一动 这才想起了半个月前 那些少年人 在德胜街上飙马的时候 似乎说到了 当今陛下 要在北山围猎 而他们这个木屋的位置 刚好就在北山 这平南侯府的人 做事还真是滴水不漏 事情进行到这里 李信心里反倒安定了一些 这两个人 既然是官家的人 那么至少说明 他们不会随便杀伤人命 李信深呼吸了几口气 勉强冷静下来之后 指着躺在一边的麦探翁 声音沙哑着问道 那我这位叔公是怎么回事 先前他称呼麦探翁 都是称呼老丈 不过此时与外人说话 自然要称呼得清静一些 不然不好讲理 另一个差人满不在乎地挥了挥手 这老货 死活不让我们执行公务 还过来推丧我们兄弟 本来应该抓他 进京兆府大牢问罪的 看他年纪大了 就不与他计较了 这个矮个子 说话很是蛮横 还要再说的时候 高个子对着他做了个手势 示意他 不要再说下去了 临走之前 那个高个子看了李信一眼 然后犹豫了一番 从怀里取出一定银子 递在李信身前 沉声道 小郎君 这是金兆府赔给你们的官银 大概有七八两的样子 去钱庄对个十四五罐 铜钱不成问题 是金兆府赔给你们房子的损失 另外一个矮个子的 骤然停住脚步 满脸惊怒地看这个自己的同伴 这一定银子 的确是金兆尹发下来的赔偿 但是这种赔偿 哪里又能够真正落到苦主手里 在矮个子看来 这一定十两银子 就是他们这趟的差旅费 他劈手就要来抢夺这定银子 一边抢一边喝道 二哥你糊涂了 夫君哪里有发下什么赔偿 这个高个子差人 伸出空闲的左手 握住自己兄弟伸过来抢钱的手 然后在他耳边低喝道 葛兄弟 你是要钱 还是要命 这个高个子二哥的人 地位显然要高一些 被他这么一问 矮个子耸了一些 连忙缩回自己的手 不过他 还是有些不服气 瞥眼看着那定银子 高个子无奈地叹了口气 你的那份 兄弟回头自己掏腰包 不及你就是 李信站在原地 自始至终都没有去看 那一定观影 他深深地看了这两兄弟一眼 转身跑到麦探翁身边 查看老人家的伤势去了 高个子轻叹了一口气 弯腰把这定银子 放在李信脚边 开口道 小兄弟 这烧房子是上头的意思 我们兄弟两个也没有办法 至于这位老人家身上的伤 是我兄弟不小心措手伤到的 伤势也不是很重 外面天冷 小兄弟 还是赶紧找一个 能够容身的地方 度过今天晚上再说 这个高个子的二哥 显然是知道一些 李信与平南侯府的情况 他声音低了下来 开口道 小兄弟歇息几天之后 能离开京城 就尽量离开京城 相信小兄弟也能够看得出来 有人不想让你留在这里 说吧 这个高个子 拉着自己的兄弟 转身离开了这宗木屋 这个大个子 能够震得住 那个面向凶恶的矮个子 显然绝不会 是什么烂好人 他之所以对李信 突然客气了许多 是因为他多少 知道一些李信的绅士 不敢彻底得罪了这位李家流落在外的小公子 要知道 那位位高权重的平南侯爷 并不在京城 真把这个少年人得罪狠了 万一那位回来认了这个儿子 那么凭借平南侯府的权势 整死他们两个人 还是轻轻松松的 而他之所以知道李信的身份 是因为这个矮个子 的的确确是金兆府的差人 而他确实平南侯府的家将 目送着两个大汉远去 李信心中一股愤闷之气 直冲头顶 无处发现 这个少年人深呼吸了好几口气 回头蹲在麦探老杖的面前 声音微微颤抖 老杖 你没事吧 他声音颤抖 并不是害怕 而是被气的 麦探翁脸上还有不少淤青 因为皮肤去黑的原因 所以看得不明显 这个蜷缩在地上的老人 被李信叫了几声之后 勉强睁开眼睛 回头看了一眼 正在熊熊燃烧的小木屋 不由一声悲呼 老头子的房子要 有句话叫做 书到用十方恨少 能力也是这样的 平时的时候 李信也没有觉得自己很弱小 这段时间他 每天能挣一贯钱左右 甚至还觉得自己过得挺好 但是事到临头的时候 李信才深刻地体会到了 自己有多孱弱无力 就比如现在 只是两个金兆府的普通工人 他没有任何反抗的余地 因为他很清楚地看到 那两个人虽然没有穿着工服 但是腰里 却都是跨着刀的 这座小木屋虽然简陋 但是却是麦探翁这十来年时间 一点一点亲手弄出来的 此时被熊熊烈火吞噬 这位老人家心里的悲痛可想而知 他身上的伤 虽然只是一些皮外伤 但是心里却是如同滴血一般 刚刚苏醒过来 就又昏厥了过去 李信咬了咬牙 弯身把这个老丈背在身上 然后另一只手牵着麦探妞 颤巍巍站了起来 还好老丈的身子很是瘦弱 并不是很重 李信背在身上 也不是太过吃力 他瞥了一眼地上的那定银子 犹豫了一番之后 对着麦探妞轻声道 丫头去捡起来 他本来是有些存款的 但是这个时代的钱都是铜钱 一贯钱带在身上 就有些沉重 因此 他那些几贯钱都收在屋子里 此时整个房子被大火吞噬 那些钱是怎么也不可能找回来了 现如今 房子没了 他们必须要找到一个地方落脚 虽然不怎么想用那个大个子 留下来的银钱 但是现在不是死要面子的时候 他不懂这座京城的消费水平 因此 他必须要尽可能多收集一些资源 至于那个高个子收的话 李信深呼吸了一口气 把麦探翁背在背上 然后朝着京城的方向走去 不过他走的方向并不是 平时经常出入的北门 而是绕了很长一条路 朝着京城的南门走去 北门那里 有人专门盯着他 而且记住了他的模样 轻易是不能走了 三个人一路磕磕绊绊 等到天色接近傍晚的时候 才来到城门门口 此时城门即将闭合 李信回头 对着麦探妞说道 待会咱们进城 他们问我们从哪里来的 你就说是咱们是本地的侨夫 说着 李信指了指自己的嘴巴 声音低了下来 你跟他们说 我是哑巴 平当侯府的人 之所以能够找到自己 是因为他们在守门的地方 安置了眼线 问出了自己的名字 现如今 想要瞒过他们 就只能先隐瞒自己的名字了 守门的兵丁 并不是每个人都要过问的 他们一般 只会过问一些面声 或者是鬼鬼祟祟 再或者是操着外地口音的人 对于本地人 他们是不会管的 李信上辈子是北方人 而这个李信 则是南方的永州人 说话都与京城大不一样 而麦探妞 却是地地道道的京郊本地人 让她来应付这些守门的人 再合适不过了 小丫头很是聪明 虽然不知道 李信为什么要这么做 但是她还是点了点头 两个人迈着步子 朝着城门方向走过去 此时城门 已经快要关闭 冬天天色也黑得早 这些人看不清李信长什么模样 只是见她背着一个老人 有些可疑 于是其中一个人伸出手 拦住了他们 做什么的 李信抬头 阿压压地叫了几声 示意自己不会说话 另一边的小丫头 有些颤抖地开口 脆声声地说道 官爷 这是我阿兄 她是个哑巴 爷爷伤着了 阿兄 带着爷爷进城找大夫 他说的话 是正宗的京郊话 这些守门的兵丁 都是京城本地人 自然能够听得出来 闻言皱了皱眉头 老头子没有得染人的病吧 这个时候 医疗条件极其落后 一般的大城市 尤其是京城这种地方 是绝对不会允许病员 进入城里的 因此 只要是看起来 像是生了病的 这些人都会问上几句 小丫头哭道 爷爷是被几个强人 抢了东西 身上伤着了 没有得病 守门的兵足 这才懒洋洋地挥了挥手 不耐烦地说道 快进去吧 城门就要闭了 李信心里 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背着麦探翁 缓慢地走进了京城里 老丈虽然不重 但是从北山 一路绕到南门来 最起码多走了十几里路 一路上虽然歇息了几次 但是到现在 他的体力差不多也耗尽了 好在总算顺利地 进入了京城 这一次 他没有暴露姓名 这个城门的人 应该不认得自己 也就是说 最起码在断时间之内 平南侯府的人 未必会发现自己 李信深呼吸了一口气 微微蹲下身子 继续把老丈背在身上 然后在大街上 一个地段不错的地方 找了个客店 入住了进去 住店也是要录影的 为了防止自己的姓名暴露 李信仍旧让小丫头说话 自己装作一个哑巴 之所以不去找偏僻一点的客店 是因为李信清楚 这个时代并不安全 与其贪图便宜 还不如多花点钱 买个安心 这家客店的房资 最便宜的一天 也要二百文钱 他们三个人 还不好住在一间房里 因此 李信开了两间房 不过没有办法 现在最要紧的就是 先找个地方安定下来 给老丈找个大夫 然后再想下一步该如何走 安顿下来之后 李信打了喷热水 给麦炭翁擦了擦脸 然后把麦炭妞喊到一边 轻声开口 丫头 你在这里照看爷爷 哥哥出去给爷爷寻个 大夫回来 你在这里不要翻出走洞 关好门 我不叫你 你便不要开门 小丫头重重地点了点头 她今年才六岁 一点自己的主意都没有 以前爷爷就是他的天 现在爷爷这个天塌了 他只能相信李信这个哥哥 李信又交代了几句之后 把兜里的钱都装在身上 想了想 又把那钉银子带上 推开了房门 这个时代的晚上 是严厉宵禁的 但是宵禁并不意味着 你不能出门 宵禁的意思是 你不需走出各自的方 这个时代的方 类似于一个生活园区 比起后世的小区 要大上不知多少倍 在晚上的时候 只要你不走到方外面的大街上 在方内走动 是没什么问题的 此时 天色虽然已经暗淡下来 这个方里 还是有不少人走动 李信走在房里 深呼吸了几口气 平复了一番心情 开始找人问医馆的位置 请回来大夫之后 大夫只是简单地开了个药方 然后收了李信几百文诊经 就离开了 其实麦炭瘟瘦的伤并不重 只是一些皮外伤 这种皮外伤 是用不着喝药的 不过老头子辛苦 弄出来的木屋给人烧了 自己心里过不去 所以 大夫给开了个凝神的药方 第二天早上 在客店的后院里 李信一边熬药 一边在考虑 昨天发生的事情 首先可以肯定的一点就是 那个什么侯府的人 并没有打算要自己性命 他们如果想要自己死 再简单不过了 看今天那个大个子的言辞 估计他们就是很单纯的 想让自己滚出京城 李信闭上眼睛 心中思虑万千 老实说 他并不是一个脾气太臭的人 如果那个平南侯府的人找上他 好生好气地跟他说 再给他一笔钱之类的 说不定 他就拿着钱 屁颠屁颠地离开京城了 毕竟这个时代 去哪一个城市 都是一样过活 离开了京城 说不定还能过得更滋润一些 但是 那个平南侯府 偏偏却选择应来 李信睁开眼睛 一边在药灌下面添柴火 一边喃喃自语 你们 做得过分了 断去得意楼的生意 李信还可以理解的 但是一把火烧了这个木屋 可就太过分了 这木屋并不是李信的 老丈只是因为收留了李信 就落得这个下场 必须要做点什么了 不过现在最重要的是 找一个房子住下来 否则每天住在客店里 终归不是个事 李信熬好药之后 让麦炭妞端给老丈服用 然后他自己 则是走出了客店 开始找房子去了 建康城作为大静的国都 城里的地价是非常不便宜的 因此房子自然也卖得很贵 房价上来了 租房子也就不会便宜 在牙刑的帮助下 李信成功在京城的城南大通方里 寻到了一个小院子 说是院子 其实就只有三间房子 里面的物件还很是简陋 不过好在房子还算完整 没有漏风的地方 也算是个能过冬的地方 房租是两贯钱一个月 老实说 大通方位于建康的南城 也是距离皇城最远的几个房之一 而且不靠近秦淮河 算是京城的郊区 这个房租 其实房东欺负李信外地口音 给他抬高了一些 不过现在李信 急需要一个住处 而且他也不在乎这一点钱 因此就很干脆地答应了下来 付了两个月房租之后 李信就带着老丈 还有小丫头 搬了进去 这个小院子 虽说不是很大 但是还是有一个好处的 那就是上一任租客刚刚搬走 院子里的东西都还是齐备的 不用李信再去购置太多东西了 不过厨房里的铁锅 还有木盆之类的东西都被带走了 这个时代的铁器还是很贵的 锅哪怕漏了 老百姓们也是补一下了事 不会想着去换一个新的 搬家的时候 更是会把铁锅背在身上 安顿好了祖孙两个之后 李信先是买了点吃的回来 然后蹲下身子 拍了拍小丫头的肩膀 轻声道 你在这里照顾爷爷 哥哥出去买一些东西回来 咱们刚来这里 你千万不要出门 小丫头遭逢大便 此时也是有些畏畏缩缩的 文言乖乖点了点头 哥哥 你也小心一些 李信笑着点了点头 走出了院子 临走之前 他犹豫了一下 还是把院门给锁上了 他并不能确定 平南侯府的人 有没有发现他进了京城 但是只要把门锁了 就算平南侯府的人找到这里 他们多半也会以为 房子里面没有人 再说了 即便平南侯府的人发现这里 他们总不至于 赶在京城里头烧房子 李信从大通方 一路朝着北城走 由于皇城是做北朝南的原因 所以越往北越是繁华 到了德胜大街上的时候 就已经是人来人往的西阳景象了 李信先是去铁匠铺 买了一口铁锅 然后又买了些柴米油盐之类的东西 再去棉布行里买了两床被子 然后背着一个大大的布包 开始向城南走去 这个布包夹在一起 足有几十斤重 背在背上 很是显得吃力 这个时候已经是下午了 大街上的人稀疏了不少 只有一些放了学的孩童 在大街上嬉戏打闹 一群小娃娃正在成群结伴地唱着童谣 喇叭粥 喝几天 里里拉拉二十三 二十九 蒸馒头 三十晚上熬一宿 初一初二满街走 此时已经是腊月 临近年关 小孩子们一年最盼望的就是 过年的时候 可以吃着昏心 因此自然开始唱快要过年的童谣 这种歌 李信小时候也曾经唱过 起先他并不以为意 但是听着听着 他突然停下脚步 把目光放在了这些孩童身上 他住的木屋给人烧了 下手的人是京城的金兆府 这件事本来是无处说理的 因为他能够接触到的最高衙门 也就是金兆府了 不可能让他一个庶民 去以名告官 这种无疑是作死的行为 现在 他好像看到了一些 报复平南侯府的希望 不过现在肯定不是时候 毕竟小丫头还等在家里 李信把背上的布包紧了紧 继续迈着步伐 朝着城南走去 老人家好心救了李信 然后又收留了他 到最后 却把自己弄得无家可归 无论如何 李信都必须把这祖孙两个安顿好了 最起码 要让他们比以前过得更好才行 快到傍晚的时候 李信终于回到了那个小院子里 他先是到了厨房 把那口花了巨资 购买的铁锅装在了灶台上 然后对着小丫头招了招手 微笑道 丫头 来烧火 哥哥给你做些好吃的 小丫头开心地点了点头 连忙开始在灶台里生活 他原本就会帮着祖父烧炭 生火是最拿手的本事 不一会 灶台下面就生出了旺盛的火苗 小丫头抬头看向李信 发现李信一口气在锅里 倒了小半碗油 麦太妞瞪大了眼睛 他以前的日子过得很不好 能有个吃食就不错了 通常都是高粱面 或者一些粗米 平时基本见不到半点油水 现在这个大哥哥 居然一口气倒了这么多油进去 这个世界 是没有炒菜这个说法的 一般都是主菜 然后滴几滴油进去 所以 当麦太妞吃到第一份炒菜的时候 眼泪都快要流出来了 小丫头盛了一碗饭 装满菜之后 兴冲冲地给自己的爷爷端了过去 阿爷 吃饭了 腊月天 腊月天 北山裂狐仙 狐仙生了气 烧着半边天 这是一个讲述围猎狐仙的顺口溜 讲的是 有人上北山围猎 把狐仙的洞穴给挖了 藏身的树洞也烧了 不过最终还是给狐仙逃了出去 生了气的狐仙一怒之下 放火烧了半个北山 不知道什么时候起 这样一个还算顺口的歌谣 开始在京城里头传开 最初的时候 只是南城的几个黄口小儿 在吵嚷着这件事情 但是时间长了 就开始慢慢扩散开来 一来是因为这些京城里的小孩子 太过无聊 缺乏娱乐性 这么一个又顺口 又有一个故事性的歌谣 自然受到别人喜欢 本来这只是一件司空关键的事情 没有人会在意这么一个童谣 但是在某一个晚上之后 京城的街头巷尾 被不知道什么人 贴了一张张大字报 大字报的内容 并不是什么不堪入目的东西 而是一首还算朗朗上口的诗 麦探翁 伐心烧探北山中 满面尘灰烟火色 两鬓苍苍食指黑 可怜身上衣正丹 心忧探见怨天寒 昨日南街麦探去 微还只见差人志 差人手持火把来 烧我房屋回我探 公问上官何处来 自言来自经兆府 应是天子列北山 故烧老翁全缩处 天子圣德昭天下 老翁冻死北山中 这就是大字报的所有内容 是李姓凌晨的时候 偷偷跑出大通方 贴在沿街的 一共贴了四五十份左右 凌晨的时候 巡街的方钉多半都找地方睡觉去了 再加上他又十分小心 因此没有人发现他 他之所以这么做 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毕竟他只是一个小民百姓 除了这种方式 他没有其余任何的渠道 能够发表自己的意见 不过 李姓也算开了这个世界的先河 至他以后 小老百姓也算多了一条 速发舆论的渠道 那就是在大街上 张贴大字报 由于这些大字报上提及了天子 很快就惊动了金兆府 金兆府的金兆尹李叶 拿到其中一份大字报的时候 气得胡子乱颤 这位年过半百的金兆尹 一边让手底下的兵丁 前去排查拿人 一边怒气冲冲地 在金兆府里拍了桌子 这份大字报里 明明白白地把金兆府带了进去 而且毫不避讳地讽刺当今天子 这件事 如果真的捅到了陛下那里去 无论如何 金兆府都逃不开一顿身斥 如果事情闹大了 他们这些人 可能还会因此丢了关 在金兆府的偏堂里 一身飞红官服的李叶 对着两个身着绿色官服的金兆 少饮怒声咆哮 这是怎么回事 我金兆府什么时候派人去北山 烧一个卖探翁的房子了 金兆府派人烧北山房子的事情 李叶事先是完全不知道的 他是金兆府尹 地位相当于首都市政府的一把手 金兆府里的杂事 平时他都是不会过问的 金兆尹这个职位 虽然只是一个从三品的官员 但是却是一个实打实的十全衙门 金兆府不仅管理京城 还有京基朱县 甚至还有直接判死刑的权利 身为金兆府尹的李叶 在京城里都算得上 是一个有头有脸的大人物 本来别说是 烧了一个卖探翁的房子 金兆府不小心杀了几个十几个人 李叶也仅可以摆平 但是这件事 偏偏扯到了天子头上 李叶心里非常清楚 天子近日要去北山围猎不假 但是天子从来都没有让金兆府去清理北山 甚至天子的防卫工作 也是与灵位的人在做 跟他们金兆府没有半点关系 也就是说 如果这件事情传到上面去 天子就会认为 是金兆府在打着他的名头作恶 两个少尹被李叶骂得额头冒汗 其中一个三四十岁的少尹陈庆 犹豫了一番 咬牙上前一步 低头抱拳道 府君 这件事下官知道一些 前几天 府君的兄弟家里 有人来府衙打了个招呼 让下官帮着他们办件事情 下官觉得不是什么大事 就让手下人去做了 金兆府赢李叶 与平南侯李 甚是堂兄弟 确切地说 李叶是李慎的堂兄 这是李姓事先 一点也不知道的关系 他把金兆府牵连进来 只是希望通过金兆府 把平南侯府拉进来 也算是歪打正着了 李叶面色铁青 他们让你做什么 让你去烧一个卖炭老头的房子 陈庆犹豫了一番 走到李叶面前 在这位府君面前低头 低声道 平南侯府 好像来了个不受待见的 亲戚 就住在北山的那个房子里头 平南侯府的意思是让下官 帮着把这个亲戚赶出京城 下官心想 这也不是什么大事 就让下面的人去办了 李叶一把捉住了陈庆的衣领 低吼道 那你就用陛下的名义 去放火烧别人的房子 这位府君大人 被气得脸色发红 他一脚踢在了陈庆大腿上 低吼道 平南侯府的家将 没有一千也有八百 要你去替人家强出头 说到这里 这位府君大人气喘吁吁 狠狠地呼吸了几口气之后 他才对着两个韶励声开口 现在 这件事被有心人传得满大街都是 你们俩的现在就去处理 如果这件事传到陛下耳朵里 本府会直接把你们两个绑了 交给陛下处置 另一个少隐孙汉文 不由心中嘀咕 这件事 关老子屁事啊 不过对于府君大人的命令 他们两个还是不敢怠慢的 于是在 承德十七年的腊院 金兆府的人手进出 他们做的第一件事 不是去抓那个张贴大字报的人 而是去大街小巷 搜索这些散落在外的大字报 甚至挨家挨户询问 意图很明显 就是把这些散播出去的大字报 统统给收回来 就在金兆府的人 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 在秦淮河边 得意楼顶楼的一间雅间里 一个一身紫色大厂的年轻公子 正懒洋洋地坐在窗边 看着楼下那些金兆府的人 大街小巷的搜罗大字报 风姿绰约的崔九娘 正贵坐在年轻公子的旁边 给这个贵公子侦查 这个年轻公子 目光从大街上收了回来 回头眯着眼睛 看了一眼自己手里的一张大字报 笑眯眯地说道 可怜身上衣正丹 心忧探见怨天寒 别的不说 就这么一句 文采倒是不错 所以九娘把一块寿炭 添进旁边的火炉里 对着这个年轻公子轻声说道 平南侯府的人来给奴家打招呼 让奴家断了 与那个李姓的生意往来 据奴家所知 那个李姓正是住在北山的 年轻公子似笑非笑地 看向手里的大字报 也就是说 这个东西 是出自那个李姓的手笔 九娘轻轻点头 多办事了 李家的人想要把他赶出京城 他就想把这件事情闹大 最好闹到陛下那里去 虽然很有些想法 但是也太不知死活了 年轻公子淡然道 无论是平南侯府 还是金兆府 随随便便都可以捏死他十次 甚至几十次 不过他运气好 这个东西到了我的手里 说着 他看向手里的大字报 微微一笑 到了我的手里 这件事就算是闹大了 事情如李姓预料的那样闹大了 不过当金兆府的官兵 开始在大街上如狼似虎盘查的时候 李姓也有些吃惊 他没有想到 这件事情会闹得这么大 每一个皇帝 都是有自己的耳目的 李姓本来的目的 只是想惊动这些天子耳目 最好能把这件事情 传到那位天子耳朵里 然后借此 能够让平南侯府的人 略微收敛一些 不再这么肆无忌惮地对他动手 按照这个倒霉孩子的记忆 三十多年前 大静一统天下的时候 平南侯府第一任侯爷李之杰 以一己之力 帮着大静平定南疆 到了李之杰的儿子 也就是当今平南侯李慎这里 平南侯府 依旧领着朝廷在南疆的兵马 这两年 南疆不太平 平南侯李慎 至今还在南疆评判 面对这样一个手握实权的将门 莫说烧了一个房子 就是平南侯府杀了人 杀了很多人 朝廷也不会把平南侯府怎么样 因此 李姓很清楚 这件事情 不可能对平南侯府 造成什么太大的影响 最多就只是让平南侯府的人 安生一些 不再打扰自己 可是现在 京城的大街上 人来人往 到处都是金兆府的官兵 这些人在大街小巷 收缴李姓写的大字报 有些小民百姓 还在街头巷尾传阅这件事情 干脆就被这些金兆府的兵丁 直接抓了起来 带进了衙门里 李姓躲在自己的院子里 不敢出门 不过那些金兆府的官兵 还是敲响了他的院门 这个时候的府兵 可没有什么规矩 躲是没有用的 如果不去开门 这些工人就会破门而入 到时候 他们还会更加怀疑 盘问的更加多 李姓微微低着头 打开了院门 门口是两个身材高大的差人 见李姓开了门 这两个差人低喝道 少年人 昨夜街上有人张贴反尸 你家中可曾有藏 李姓摇了摇头 家中外族染了病 小人已经好几天 没有出门了 这几天 麦汤翁每天还在吃药 所以小院子里 一股浓重的药味 证明了李姓没有说谎 两个差人点了点头 然后狐疑地打量了李姓一眼 接着从怀里取出一张画像 画像上是一个少年人 模样与李姓有三分相像 这个时代的衙门 是有属于自己的速写画师的 那个金兆府派去 烧房子的差人见过李姓 回去自然画出了李姓的画像 底下还有一些特征 比如说身高 长相 还有口音等等 只不过口述出来的 自然不会太像 因此这个画像 只跟李姓本人有三分相似 那个差人打量了一眼李姓 又打量了一眼画像 低头道 听你口音不像是本地人 叫什么名字 哪里来的 有录影吗 李姓低头道 在下李道衡 北边骑鲁人士 外祖是京城人 外祖生了伤寒 家母让在下来 京城照顾 此时 李姓说的是前世的北方话 这个差人看了一眼画像下面 标注的永州人 不由打消了心中的怀疑 开口道 我等奉上官之命 既拿一个叫做李姓的少年人 这人永州口音 你若是见到了 便速速去京兆府报官 李姓点头道 在下知道了 两个差人往右在院子里转了一圈 隐约看到房间里躺着的老人之后 就打消了心中的疑虑 快步走出了这个小院子 他们之所以不继续问下去 是因为李姓刚才提到了伤寒两个字 伤寒也就是感冒 或者说是传染性感冒 在这个时代 伤寒虽然不至于无药可救 但是如果体质不好 也是 足以致命的病 不管是谁都不想染在身上 这两个人走了之后 李姓坐在了院子里的一个小板凳上 长长地说了一口气 他太小瞧古人了 这个时代有着完整的社会制度 每个人都有一个类似于身份证的照身帖 出门还要找衙门开具录影 衙门拿人的时候 只要在画像上著名籍贯 特征口音 几乎不可能逃得掉 他刚才能在这两个 差人手底下躲过去 纯粹是因为这两个人没有怎么上心 只要他们多问几句 李姓立刻就要暴露身份 逃过这一劫之后 李姓惊魂未定 他很清楚 自己需要在京城 获得一个合法的身份了 抛开李姓这边不谈 在北城皇城的皇城教场之中 已经年过半百的城的皇帝 正在教场之中弯弓引剑 这位大静的圣天子 虽然已经头发花白 但是面相倒是还算俊朗 而且精神状态很是不错 看起来颇为干脸 他拉得半满的长弓弓弦震动 剑使正中武士不开外的剑把红心 大静一统天下才三十多年 现在的这位城的天子 还有朝中的许多大臣 都是经历过那一场大争之事的 因此多少都会一些武艺 比如说这位城的皇帝 早年也是一个带兵打仗的将军 现在虽然上了年纪 但是身手仍在 好 能够五十步射中剑把 本来就是了不起的事情 更何况 这个射箭的人是当今天子 自然不缺拍马的人 在教场之中的一众皇子 都是齐刷刷地拍手叫好 一个头戴玉冠的年轻皇子微笑道 父皇神勇 这等百步穿扬的剑术 就是平南侯 也集不上父皇 已经五十岁左右 但是仍旧精神绝说地成的皇帝 捋了捋自己的胡须 笑呵呵地说道 年纪大了 许久没有动弓弩了 过几天要去北山围猎 所以才热热身子 以免在你们这些年轻人 面前丢脸 几个皇子 都是争先恐后的奉承道 父皇每年围猎 都是猎货最多的那一个 今年定然也不例外 成的皇帝摆了摆手 轻笑道 李慎那似不在京城 朕的确每年 都是猎货最多的那一个 朕心里明白 不是因为朕有多厉害 而是整个京城里 除了李慎之外 没有人敢真正去涉猎 平南侯李慎的父亲李之杰 与大敬那位一统天下的武皇帝 乃是一起打天下的君臣 而李慎和成德皇帝 则是从小一起玩到大的玩伴 正因为如此 李慎在成德皇帝面前 不会太过拘束 一众皇子都是笑而不语 成德皇帝在教场中 演练了小半个时辰左右 便有些疲累了 他摆了摆手 示意这些皇子们自行演武 而他则是回到了教场周围的 一个暖阁里歇息 正当成德皇帝兴志勃勃地 看着自己几个儿子 演武射箭的时候 一个身穿诸红衣裳的宦冠 公公静静地跪倒在成德皇帝面前 如李慎所料 皇帝自然是有自己的耳目的 而成德皇帝的耳目 就是由宦冠在打理的天目间 乃是皇宫内城的八尖之一 陛下 天目间在京城里发现了一首诗 其中涉及到了金兆府与陛下 奴婢特寻来了一份 请陛下胜断 说吧 这个诸红衣裳的太监 双手捧了一张纸 递在成德皇帝面前 这张纸 正是出自李信手中的大字报 这封大字报 开头几行都是没什么问题的 无非是一个不起眼 卖探翁的惨事而已 别说整个天下 就是在这京城里头 每天也不知道要死多少人 只是烧了一间房子 根本不可能入得了天子法眼 问题出在最后两句 因是天子列北山 故烧老翁全缩处 天子圣德昭天下 老翁冻死北山中 这两句 已经是明明白白的 在非议天子了 成德皇帝在查看这张大字报的时候 红衣太监跪地道 这份东西是在前天夜里 被人贴在京城的大街上的 一共贴了几十张 经兆府的人 虽然已经派人 在收缴这些东西 但是还是流传出去了一些 此时天子才看完了这张大字报 当即皱了皱眉头 开口道 属实吗 跪在地上的这个宦官 名叫董城 是天幕间的太监 这里的太监 其实是一个职位 皇城内府 八间各有一个太监 两个少监 也就是说 整个皇城里 也就只有八个宦官 有资格被称之为太监 董城跪在地上 叩手道 奴婢已经派人去查了 北山的确有一个木屋 给金兆府的人派人烧了 至于金兆府 有没有打着陛下的盛名 奴婢还没有查清楚 成德皇帝淡淡地看了一眼 这张字迹还算不错的大字报 淡然道 那金兆府多半是做了 不然写这个东西的人 也不敢无缘无故 攀扯到镇的头上来 离夜这几年 做事越来越不像话了 大靖从武皇帝开拓疆土之后 在当今成德皇帝的手中大智 所以 这位天子的名声一向很好 现在他年纪渐渐大了 就更加爱惜名声 就算是最喜爱的围猎 也是每年只去一次 防止被那些御史言官说闲话 现在出了这么一档事 意思就是 当今圣上 为了在北山围猎 就把自己的子民 房子烧了 要把自己的子民 活活逼死在寒冬腊月里 很多事情 只要不闹大 就什么都好说 就像这件事情一样 如果没有传得沸沸扬扬 成得皇帝看都不会看一眼 但是现在这件事 偏偏在京城里头传开了 天子脚下的金兆府 亲自往他这个天子头上 泼脏水了 这位大晋皇帝的好心情 瞬间被绞了个干净 他不耐烦地挥了挥手 去查 把这件事里里外外查个清楚 另外 再让金兆府给镇上的文书 把这件事分说清楚 说到这里 这位天子顿了顿 然后手里拿着这张大字报 沉声道 那个被烧了房子的麦炭翁 固然可怜 但是写这个东西的人 也是齐心可诛 你下去之后 把这个人给朕找出来 丢进金兆府里关 他个十年八年 董承从地上爬了起来 躬身道 奴婢这就去办 事情进行到了这里 承得皇帝已经兴致全无 他对着身后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太监 开口道 吩咐下去 今年的围猎 就不要办了 皇宫内城里的八尖之中 地位最高的 就是内世间负责皇城之中的大小事物 内世间的太监 又被人称之为大太监 而站在承得皇帝身后的这个老宦官 便是内世间的大太监 姓陈明举 在宫里已经待了四十多年了 值得一提的是 大晋已经开国百多年了 只是三十多年前一代雄主武皇帝 奋发图强 一统天下而已 就是董承见着陈举 也是要磕头叫一声干爹的 陈举静直跪了下来 低着头扣手道 董承不懂事 扰了陛下的性子是老奴管教无方 承得皇帝摆了摆手 他执掌天幕间 做的便是这档子事 总不能让他对这种事情视而不见 朕知道了也好 不然以后老百姓在背后戳针的几两骨 朕还不自知 陈举叩手道 这件事老奴会亲自去盯着 一定给陛下一个交代 承得皇帝点了点头 也不想继续待在教场里 转身回自己的寝宫去了 就这样 原本风平浪静的京城 因为理性一份不起眼的大字报 开始变得风起云涌 其实理性本来的目的 只是想略微震慑一下平南侯府 让他们不再为难自己 但是这件事 在有心人的操作之下 已经发展到了 远远地超出了理性所能掌控的规模 不过理性还对一切浑然不知 因为没了德一楼的收入来源 他最近开始琢磨新的挣钱法子 于是 在他的那个小院子里 一个小小的烤架被织了起来 烤架用的是耐燃的竹炭 然后就是用竹签串起来的一块块羊肉 羊肉上被刷了一层麻油 然后撒上一层盐 还有胡椒粉 不一会儿 一股诱人的香气就飘了出来 麦探妞抱着膝盖 坐在理性旁边 流了一滴的口水 这几样东西 无论是羊肉 麻油 盐粉 还是产自西域的胡椒 在这个时代 都是不便宜的东西 小丫头自然是没有吃过 理性见烤的 差不多了之后 从烤架上拿下来一串 递在小丫头手里 来 尝尝味道 小丫头擦了擦口水 结果羊肉串 小心翼翼地咬了一口 然后站了起来 一溜小跑跑进了房间里头 把这串羊肉串 递在自己的爷爷嘴边 脆声声地说道 阿爷 这个好吃 这丫头一直很懂事 对于这种情况 理性也见怪不怪了 她也拿起一串羊肉串 放在嘴边咬了一口 顿时觉得唇齿流香 嗯 虽然没有钱是那些路边摊的好吃 但是味道也差不多 有个七八成相像了 有了这些 不说挣大钱 最起码能让他们三个人 在京城里活下去了 理性吃完一串之后 又拿起了一串 眯着眼睛 享受这个久违的味道 事实上 她弄出这个东西来 一方面自然是为了挣钱 但是另一方面 也是为了满足 移下自己的食欲 吃了两三串之后 理性回头看了一眼 自己花了重金买回来的羊腿 这个羊腿丝巾多一点 用了她整整一贯钱 估计能做出 100串到150串左右的羊肉串 再加上麻油 胡椒 盐巴这类的成本 一串羊肉串 至少要卖十文钱以上 她才能够挣到钱 十文钱太贵了 理性摇了摇头 准备做一做奸商 把羊肉串做得小一些 她正在思考 怎么赚钱的时候 院子门口 突然传来了一阵敲门声 理性刚抬头看向院门 只听见院门口 有人爽朗一笑 理性 你的事发了 理性心中一紧 以为是金兆府的人 找上门来了 她咬牙 打开了院门 这才发现 院门口站着的 并不是金兆府的差人 而是一个年轻的白衣公子 这个公子看起来 二十岁出头的模样 生得颇为鹦鹉 见理性开门之后 这个公子上下 打亮了理性一眼 然后开口笑道 你就是理性 理性硬着头皮点了点头 抱拳道 在下就是理性 请问公子 这个白衣公子面带微笑 刚想开口回话 突然鼻子嗅了嗅 面色微变 这是什么味道 好香 这个世界 自然是有烤肉的 不过他们都是用火烤 而不是像理性 这样用炭烤 更不会像理性这样 把肉弄成一小块一小块地串起来 在肉表面刷油 撒胡椒粉了 这个白衣公子 循着烤串的香味 静止坐到了烤架旁边 从烤架上取出一串烤肉 闻了闻味道之后 抬头对着理性笑道 好一个理性 做出了这种大事 居然还有心情 在家里弄这些吃食 说完 他不等理性回答 张口咬了一口肉串 顿时竖起了拇指 好爽口 理性看着这个一点 都不把自己当外人的白衣公子 心里有些黑线 看这个年轻人穿着 应该是出身富贵人家的公子 怎么会这样没有礼貌 理性摇了摇头 坐在了这个年轻人对面 轻声道 公子二话不说 闯进在下的家中 还吃 吃了在下的肉串 适合道理 这个白衣公子吃了一串之后 从衣袖里取出锦帕擦了擦嘴 然后对着理性微笑道 理性 你犯了枉法 现在已经事发了 本公子特来救你 理性低头道 公子误会了 在下名叫李道衡 是北地人士 非是金兆府通缉的那个理性 白衣公子似笑非笑地 打亮了一眼理性 片刻之后 他才轻声开口 德意楼是我开的 理性沉默了下来 如果说现在京城里 什么地方对他了解最多 那也就是德意楼了 德意楼知道他叫什么名字 并且知道 他跟平南侯府有关系 德意楼甚至知道自己住在哪里 如果眼前这个年轻人 就是德意楼背后的东甲 那么他 自己在他面前 几乎就没有什么秘密可言 对话进行到这里 理性反倒冷静了下来 他心里很清楚 这个人这么年轻 就能够在金陵城里 开启德意楼这种规模的店面 他背后必然有一股 自己无法抗拒的势力 他要是对自己有恶意 自己也没有办法反抗 理性搬了个凳子 坐在了这个年轻公子对面 静静地看着他 不住地吃着自己烤好的肉串 另一边 麦炭妞吃完了那一串羊肉串 正要走出房间 理性回头 对着他轻声道 丫头 回屋里去 哥哥叫你出来你再出来 麦炭妞乖乖地点了点头 退回了自己祖父身边 此时 这个不大的小院子里 只剩下理性和这个白衣公子两个人 理性拱了拱手 轻声道 公子高兴大名 白衣公子摆了摆手 一口气又吃了一串 吃完之后 他才有功夫抬起头来 对着理性轻笑道 我的名字不太方便说 你叫我七公子 就是了 这个时代的人 在外行走 往往会用家中的排行试人 但是即便这样 也会加上一个姓氏 很少有像这个七公子一样 连姓氏也不愿意透露 理性点了点头 轻声道 七公子刚才说 在下事发了 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七公子开口笑道 你弄出的那首诗 已经上达天厅 陛下很是震怒 正让天幕间的人到处捉你呢 天幕间的人 可不比金赵府那些废物 你躲在这里 最多一天 就要被天幕间的人抓到 丢到大牢里去 理性声呼吸了一口气 开口道 那首诗 只是写了一些不平之事 每一句都是句句属实 在下实在不明白 自己犯了哪门子的国法 七公子微微冷笑 你说 是真的 就是真的 金赵府的人已经去北山 把那座小木屋清理干净 你现在过去 都已经找不到那个屋子 到时候 金赵府只要矢口否认此事 你最少是一个诽谤圣君的罪名 判得轻一点 也要坐十年八年的大牢 一个不好 你这个小命都要搭进去 理性声呼吸了一口气 从怀里取出一份文书 这是金赵府的差人 烧房子的时候 出具的金赵府文书 在下刻意待在身上 就是为了留个证据 防止有人扭曲黑白 这个七公子 打亮了一番这份文书 当他在文书下面 看到了金赵府供应的时候 这个七公子眼前一亮 拍手笑道 看不出来 你这个家伙 心思如此缜密 有了这份东西 金赵府要吃一个大亏 说着 他就要伸手来拿这份文书 理性默默地把文书 收回衣袖里 轻声道 七公子 在下只是一个庶人 以后还要在京城生活下去 并不想与官府为难 如果真的得罪了金赵府 在下与两个家人 怕是都没了活路 明不与官斗 这是最基本的道理 这份文书 或许能让金赵府吃亏 甚至能让那位金赵尹被降职 但是即便金赵尹再如何降职 也是理性吃醉不起的存在 七公子眯着眼睛笑了笑 理性 你可不是什么庶人 我派人查过你 大半个月前 你跟一个老人 去过平南侯府认亲 自称是平南侯流落在外的儿子 理性沉默了片刻 然后开口道 七公子想错了 在下并不是什么平南侯的儿子 只是当时刚来京城 想去个大户人家 装儿子碰个运气 没想到给人识破 赶了出来 从另一个理性被冻死的时候 理性就下定了决心 这辈子无论如何 都不再跟平南侯府有半点关系 或许上一个理性愿意低头 但是这一个理性 绝不可能再去与平南侯府攀关系 七公子轻笑 理性 你很聪明 但是也不要把别人当傻子 你若不是平南侯的血脉 平南侯府的人 又怎么会于千方百计 甚至不惜动用京兆府的关系 想要把你赶出京城 理性低头道 想来是那一次上门贸任 得罪了平南侯府 七公子从旁边拿过一串生的羊肉串 学着理性的模样 在木炭上翻考 一边翻考 一边笑呵呵地说道 平南侯府不愿意认你 你心中有气 也是理所应当的事情 只不过平南侯现在并不在京城里 平南侯府主示的是 那位善毒的御夫人 等平南侯回来 不至于不认你这个儿子 理性面无表情 在下说了 在下与平南侯府 没有任何关系 七公子小木瞪上站了起来 伸手拍了拍手 微笑道 年轻气盛不要紧 等你在年长几岁 就会发现 有一个好的出身多么重要 理性也站了起来 轻声道 七公子到底要做什么 我想帮你 七公子伸出手 轻声道 你把这个经兆府的文书给我 我保你这一次平安无事 之后平南侯府的人 也不会再来烦你 至于以后的事情 以后 咱们再慢慢商议 理性沉默了片刻 低声道 我该如何信你 七公子微微昂起头 嘴角露出一个自信的微笑 我姓姬 姓姬 理性抬头 打亮了一眼这位七公子 他自然知道 大静的国姓就是姬姓 这个姬七公子 既然姓姬 那么最起码也是一个宗室 甚至有可能是个皇子 可是理性现在 心里想的 并不是这位七公子的身份 而是在想 好在这位是七公子 而不是八公子 想到这里 理性微微咳嗽了一声 把脑子里不正经的念头 丢在一边 抬头看向这位七公子 轻声道 七公子 是皇族 一身白衣的七公子 微笑不语 理性略做思索之后 从袖子里 取出那份金兆府的文书 递了过去 开口道 七公子 在下的身家性命 就托付给七公子了 这份文书 是理性唯一可以 威胁到金兆府的东西 没了这个文书 金兆府想怎么弄死理性 就怎么弄死理性 他把这份文书交出去 跟把自己的身家性命 交出去 没有什么区别 七公子洒然一笑 伸手接过这份文书 然后收进了袖子里 伸手拍了拍理性的肩膀 笑呵呵地说道 本来还说你心思缜密 可你我才认识半个时辰 你就把这么重要的东西 交在了我的手上 你便不怕我反手将你卖了 理性低头道 若无外理 这东西即便在我手里 也未必能到得了陛下面前 既然本来就机会渺茫 不如信一回七公子 在古时候 明与官之间的距离 如同鸿沟一般 比如说 像理性这种屁民 一辈子 甚至都见不到现尊一次 更不可能像电视剧里演的那样 去府衙敲一敲鼓 就能见到开封府尹包大人 事实上 像经兆府这种衙门 是一个很庞大的衙门 就算老百姓去经兆府告官 也会有专门的人负责处理 基本不太可能见得到经兆尹大人 也就是说 如果你没有门路的话 经兆府就是普通百姓 所能触及到的天花板 像理性这种人 连购到这层天花板 都还没有资格 更不用说 触及到更高级别的大人物了 所以 这份经兆府的罪证 掌握在他手里 其实并没有多大作用 因为他根本没有机会 把这份文书 递到更高级别人的手里 这个七公子 谈吐气质都颇为不凡 而且 能够在秦淮河边 开启得意楼 那样的大买卖 他必然有一股惊人的能量 所以 理性选择赌一赌 七公子再次打量了一眼理性 微笑道 不仅有谋 而且有勇 很不简单 你与平南侯理胜 倒有三四分相想 理性微微低头 没有说话 其实他心里还是多少有些害怕的 毕竟哪怕是在前世 他也只是一个高级白领而已 根本没有接触过这种权力圈子 来到这个世界之后 理性心中所想 也是好好的活下去 但是短短大半个月时间 他已经接触到了平南侯府 金兆府 还有面前的这个七公子 这个世界上 最甘美的东西 就是权力了 可是权力这个东西 也最危险 只要你距离它稍近一些 就跟有可能莫名其妙丢了性命 到现在 他已经不得不把希望 寄托在这个刚刚认识的七公子头上了 七公子见理性没有说话 他也不生气 只是淡然地笑了笑 难得你看得起本公子 你放心 就算是为了你这份信任 本公子也会尽力 把这件事给你办好了 理性低头道 多谢公子 七公子背负双手 就要走出这个小院子 他刚迈动脚步 理性突然开口唤住了他 七公子 留步 七公子恶然回头 理性伸手指了指 旁边被吃的一串不剩的羊肉串 咳嗽了一声 然后说道 七公子 这些肉串是在下打算明天拿去卖的 在下与两个家人的生计 全靠这个肉串 现在你把它们全部吃完了 怎么也该适当地表示表示 七公子回头 看向理性的目光 就像看神经病一样 自己是来搭救他的 这次反倒跟自己要钱 不过碍于脸面 七公子还是把自己腰间挂着的一串挂玉摘了下来 作为这顿羊肉串的贩姿 这玉坠虽然不是什么顶尖的货色 但是 既然能给七公子待在手上 自然不是什么便宜货色 理性满脸笑容地 把这块玉坠 塞进了自己的袖子里 七公子摇了摇头 有些无奈地离开了这间小院子 七公子离开之后 理性沉默了下来 他低头看向自己手里的这块 从七公子身上敲诈的玉佩 按照七公子的说法 这块看起来不怎么起眼的朱红玉佩 最起码能花一百贯钱 理性把这块玉佩握在手里 低声喃喃自语 希望你真的像他说的那么值钱 理性之所以厚着脸皮 跟七公子要钱 自然不是单纯为了什么幽默 事实上他 现在已经开始准备跑路了 现在事情的发展轨迹 已经大大的超出了他的预计 他不知道 下一刻的京城会是什么样子 所以 他有点想要逃离京城的念头了 毕竟以他的本事 只要找个友人的地方 就不至于会饿死 没必要死皮赖脸地留在京城里 有了这个念头 自然要准备一些盘缠 这块从七公子身上敲诈来的玉佩 就是理性跑路的盘缠 想到这里 理性把目光看向院子里 留下来的半只羊腿 经过他跟七公子的谈话 出去卖羊肉串的生意 显然是不能做了 说不定这会儿 那个什么天幕间的人 还在到处锁拿自己 自己再出去做生意 就是自投罗网 他重新坐回了炭火旁边 用刀子在羊腿上 切下来一块块肉 穿在竹签上面 然后他对着房间里招了招手 丫头 出来吃羊肉串了 穿着一身棉衣的麦探妞 兴冲冲地跑了出来 乖乖地坐在理性对面 眼巴巴地看着理性手里的羊肉串 刚才他虽然拿进去了一串 但是那一串 他只吃了一口 剩下的都喂给爷爷吃了 理性串了两串之后 放在炭火上灼烤 不一会儿 香气肆意 小丫头咽了咽口水 抬头可怜巴巴地看了一眼理性 理性伸手摸了摸着丫头的脑袋 笑呵呵地说道 小肠鬼 还没有烤好呢 放心 这些肉今天晚上都烤给你吃了 既然不能出去做生意 那么这根羊腿留下了 也没有丝毫意义 还不如全部烤了 打打牙剂 小丫头擦了擦嘴角的口水 伸手拿了一串生的羊肉 学着理性的样子 放在木炭上翻烤 不一会儿 肉串香气肆意 小丫头瞪大了眼睛 紧紧地看着炭火上的肉串 一刻也不舍得一开眼神 陛下 关于那首诗的事情 奴婢已经查清楚了 皇城的天子暖阁里 天幕间的太监董城 双膝 跪在城的皇帝面前 头触碰在地面上 声音恭敬 一身黑色球衣的城的皇帝 坐在主位上 仍旧在处理手上的文书 连头也没有抬起来 站起来回话 把这件事详细说一说 董城恭敬地站了起来 低头道 陛下 奴婢们把这件事 前后查了个究竟 发现了此事 不止涉及到经兆府 还涉及到了平南侯府 平南侯府 承得皇帝放下了手里的文书 抬头看向董城 皱了皱眉头 这件事 怎么会牵扯到平南侯府的头上 董城恭敬低头 回陛下 半个月前 从永州城来了一个少年人 自称是平南侯流落在外的儿子 不过平南侯没有认他 这个少年人没了去处 就辗转流落到了北山的那个小木屋里 董太监话说到这里 还没有继续往下说 成的皇帝就已经想明白了其中的关键 这位天子轻声道 你的意思是说 经兆府之派人去烧那座木屋 是因为平南侯府 想要烧死那个少年人 董城低头道 陛下 依奴婢看来 平南侯府的人对 那个少年人并没有杀心 他们只是想把这个少年人赶出京城而已 否则他们 也不用劳动经兆府 说到这里 董城就没有继续说下去了 不过他话里的意思已经很明显了 平南侯府是一个实权将门 家中是有合法的家将部曲的 那些人很多都是当年跟随老侯爷李之杰 上过战场的狠人 他们想弄死一个少年人 再容易不过了 根本没必要多此一举 去让经兆府的人出面 成的皇帝闭上眼睛 详细琢磨了一番前因后果 然后这个皇帝睁开眼睛 呵呵一笑 你说得不错 平南侯府的人 的确没有想弄死这个少年人的意思 看来这个少年人 的确是李慎 失落在外的儿子 否则平南侯府 不会像现在这样反常 平南侯李慎 是承德皇帝从小到大的玩伴 此时听到了李慎的花边新闻 这位天子显然很是开心 他眯着眼睛继续问道 这个少年 叫什么名字 叫李信 董城弯着腰回答道 这个李信 在房子被烧了之后 偷偷溜进了京城南城 前几日天幕间发现的那首诗 应该就是出自这个李信的手笔 话说到这里 就到了这件事情的关键了 这件事情的关键就是 承德皇帝对于李信的态度 如果承德皇帝发话 李信诽谤君上 那么 李信这一场牢狱之灾 是怎么也跑不掉的 可是如果承德皇帝觉得李信无罪 那么宗卫府还有平南侯府 就多少要吃一些亏了 承德皇帝沉吟了片刻 皱眉道 就这些 董太监从袖子里 取出一封金诏府的文书 双手捧着地了上去 公身道 回陛下 这是金诏府下令烧毁北山木屋的文书 算是此事的证据之一 这文书上 的确写了陛下狩猎北山的事情 就凭借此文书来看 董承顿了顿 继续说道 金诏府有抹黑陛下之嫌 话题进行到这一步 才算是到了关键的地方 承德皇帝让身边的小宦官 把这份文书传了上来 拿在手里 开始详细查看 如果李信在场的话 就会发现这份文书 正是他递给七公子的那一份 看完这份文书之后 承德皇帝面色有些不太好看 如果按着这份文书来看 那李信的那首诗 的确是一句都没有写错 金诏府的人 的确打着他的名义 去烧了一个卖探翁的房子 承德皇帝有些恼怒地 把这份文书丢在一边 怒声道 李业这丝 给平南侯府做人情 居然把镇荡城大旗扛了起来 实在是太不像话了 传镇旨意 董承双膝跪地 承德皇帝拍了拍桌子说道 金诏尹李业 假借圣意 欺辱百姓 身负阵旺 这薛执两级 罚奉一年 仍暂待金诏尹一职 金诏尹李业 现在是正三品 薛执两级 也就是直接变成了正四品 朝堂之上攀爬 每一个品级都难如登天 连薛两级 可以说是 极为沉重的处罚了 不过仍旧让李业 做这个金诏尹的位置 就说明天子还是器重他的 薛执也只是暂时 等过一段时间 就会找个由头官复原职 董太监恭敬应试 然后低头道 陛下 这个理性 还要不要抓起来 承得皇帝异性阑珊地摆了摆手 不抓了 人家说得句句属实 抓什么抓 等会你亲自去一趟平南侯府 告诉平南侯府的那个夫人 金诚是天子脚下 不是他耍小性子的地方 如果他再这样胡作非为 朕便收了他身上的告命身份 说到这里 承得皇帝怒哼一声 一个侯府的夫人 没有一点容忍之量 还没有一点分寸 金诚府的人 也是他能够随便动用的 其实话说到这里 就可以看出 这位承得皇帝 对于平南侯府 还是有所偏爱的 如果是寻常的官员 犯了这种错误 最少也是罚奉降职 甚至会因此招货 但是在平南侯府头上 承得皇帝 只是派人训斥几句了事 董承下去办事之后 承得皇帝 把手边的文书 放在了一边 捡起了旁边李信写的 那封大字报 对着身后的大太监 承举微笑道 李信这丝 居然在外面 还有一个儿子 而且他这个儿子 文采还硬是不错 比起他这个老爹 可强得多了 承举弓着身子低头道 平南侯爷并不在京城 平南侯府里的那位御夫人 吃了这次亏之后 多半不会放过理性 还是要对这个年轻人下手的 承得皇帝 眯着眼睛说道 董承去骂了他几句 他多少 应该能够收敛一些 实在不行 让那位派点人 在他身边护着他就是了 承得皇帝点了点头 淡然道 那就这么办吧 在李信回来之前 从那位派人 跟在李信身边 莫要让那个善度的御夫人 伤了他 承举恭敬点头 那位奸也是八奸之一 掌握皇宫里的主要兵权 与天幕奸一鸣一案 算是承得天子的左右手 承举点头应了下来 承得皇帝笑了笑 开口道 李慎一个人 跑到南疆潇洒快活去了 到现在 反倒是要正给他擦屁股 承举 大太监陈举 放下了手里的东西 躬身道 老奴在 承得皇帝呵呵一笑 取比莫来 朕要给那个身在前线的 大将军李慎 写一封信 顺便告诉他 他突然多了个十五六岁的儿子 平南侯府 位于距离皇城最近的常乐坊 坐北朝南 前后十三进的一座大宅子 显示了平南侯府 在朝廷之中的不凡地位 要知道 大晋在三十年前一统天下之后 京城的地价 经历了三十年的风涨 如今的常乐坊里 用寸土寸金来说 也丝毫不为过 平南侯府 能有现在这个规模 已经说明了圣券昌龙 近两年时间 平南侯大部分时间 都远在南疆平畔 不曾住在京城 这座平南侯府 就全由那位御夫人主示 御夫人是平南侯发妻 娘家姓郑 是金陵城本地的望族 颇有些手段 哪怕是平南侯不在京城 她也把平南侯府打理得井井有条 从小韩美玉而生 京城里的人称其为御夫人 这一日 平南侯府一如往日一样平静 但是一个大红衣上的宦官 来到了平南侯府门口 不过这个宦官并没有 大张旗鼓地走正门进来 而是从侧门进入了平南侯府 最终在平南侯府的正堂里 见到了那位传闻中的御夫人 御夫人虽然已经有了一个儿子 但是保养得很不错 40岁出头的年纪 看起来跟30岁一样 见到这个红衣宦官之后 御夫人吟吟行礼 轻声笑道 董公公有什么事情 派个人知会一声就是了 哪里能用得到您 亲自跑一趟 这个来平南侯府拜访的 自然就是天目间的太监董成了 别看董成在成的皇帝面前 一副卑微至极的样子 但是他身为天目间的主侍人 一身权柄 可以在宫里排进前三 京城里的任何王公贵族 都不敢小瞧这个 有些微胖的董太监 董成面无表情 也不在正堂里坐下来 而是面色严肃到 传陛下口谕 口谕 其实就是天子的口信 也就是天子的私人意见 这个东西与制造都不同 他不经过中书门下两省 也不经过上书台 只是皇帝一个人的意思 也就是说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他是没有法律效力的 只不过这东西 虽然没有法律效力 但是在一个帝国里 皇帝的意思就是 最大的法律 也不会有人不给皇帝面子 除非是涉及到国家大事 否则口谕手谕之类的东西 跟寻常的圣旨 也没有什么区别 玉妇人闻言 脸色微变 当即吟吟一拜道 天使稍后 妾身这就去召集家人 聆听圣训 董成摇了摇头 开口道 陛下无意把这件事情闹大 夫人一个人听听也就是了 给太多人知道了 反而不好 玉妇人停下脚步 回头缓缓跪倒在董成面前 妾身 李正是 功灵圣训 董成面色不变 开口道 金城之地 天子脚下 万般皆有法度 非事儿等可以肆意非为之所 此次念在两代平南侯屡历战功 朕也与李家有救 便不与平南侯府计较 平南侯远征在外 为国讨贼 颇为辛苦 家中门没名声 妄爱之甚之 说完这句话 董成脸上的严肃消失不见 这位太监亲自伸手 把玉妇人扶了起来 轻声道 李妇人 陛下就说了这么多 奴婢已经一个字 不漏地说出来了 玉妇人脸色苍白 她伸手拉着董成的衣袖 开口道 董公公 侯爷不在京城 妾身打理侯府 一向是如履薄冰 不敢有半点愉悦规矩的地方 不知道银河触怒了天子 还请董公公明年 说这话 她从衣袖里取出一张发黄的钱票 塞进了董成手里 这个世界是有自己的纸币的 不过这个世界的纸币 跟后世的纸币 不是一个概念 这个世界的纸币 类似于一个存款单 拿了这张存款单 就可以去钱庄提前 同时交付给钱庄 一定比例的保管费 因此 这种纸币 是不能直接消费的 一般是用来做 大宗交易的时候使用 而且 整个大镜 也就只有大通钱庄 等两三个名誉 极好的钱庄汇票 能够让人信任 御夫人塞给董成的 就是大通钱庄的 一千罐不记名汇票 任谁拿了这张纸 都能够在大通钱庄里 取出一千罐铜钱 董成眯着眼睛 把这张汇票收进了衣袖里 然后轻声开口 李夫人 近来可是为难了一个少年人 御夫人脸色微变 勉强一笑 董公公这话 切身怎么听不明白 董成面色平静 李夫人 这件事 天目间已经查明白了 陛下也已经清楚了 此时再怎么分辨 也是无用 本来这件事情 任由李夫人如何去做 也不会惊动到陛下 坏就坏在李夫人 动用了金兆府 去烧了那个少年人的房子 而金兆府是 打着为陛下 北山狩猎的名头去的 说到这里 董成声音低沉了下来 你们这无疑是 联手败坏陛下的名声 陛下因此震怒 连这次北山围猎都取消了 金兆赢李业 因此被陛下贬了两极 险些丢了金兆府的差事 董太监悠悠地看了 玉夫人一眼 轻声道 这件事情说到底 平南侯府是主谋 金兆府只是从犯 若不是陛下 念在于平南侯府的 旧日情分上 此时扛下这件事的 应当是平南侯府 而不是金兆府 其中厉害 李夫人是个聪明人 应该能够想得明白 玉夫人脸色愈发苍白 整个人的身子都微微颤抖 他抬头看了董成一眼 颤声道 董公公 劳烦您转告陛下 我平南侯府 绝没有半点抹黑陛下的意思 这件事 好了 李夫人不用再多说了 董成摆了摆手 陈声道 此事到这里 暂时就算是告一段落了 陛下的意思很明白 侯爷不在京城 夫人碰到事情的时候 应该要温和一些 最好多想一想后果 不要等到侯爷回京的时候 才发现 平南侯府 已经做错了许多事情 说到这里 这位天目间的太监起身告辞 御夫人自然起身相送 送到平南侯府门口的时候 董成回头对御夫人行礼 然后低头弯腰道 夫人 奴婢再多嘴一句 此事之后 陛下与侯爷的情分 就被夫人用掉了一些 以后夫人做事的时候 可要想清楚后果 侯爷远在南疆为国厮杀 夫人不要让他有后顾之优才是 御夫人脸色变得愈发不好看 他勉强点了点头 对着董成行了都万福 轻声道 多谢董公公提醒 妾身这就闭门谢客 侯爷不回京城 我平南侯府 都不会再开府门 董成笑了笑 转身走进了自己的轿子 几个太监抬起了轿子 朝着皇城方向走去 目送董成远去之后 御夫人神色变得极为难看 他深呼吸了几口气 对着身后的侍女开口说话 去 把大公子请回来 在朝堂之上 别的什么东西都可以不懂 独独一件事情必须要明白 那就是要知道进退 该进的时候当人不让 不该进的时候 就要毫不迟疑地往后退上几步 就比如说 现在的平南侯府 京城的大字报事件 本来无论如何 平南侯府也会受到一些牵连 最低罚奉也是要的 虽然平南侯府不在意那点钱 但是只要官方的处罚下来了 平南侯府的面子也就没了 但是 皇帝与李家有救 不愿意为难平南侯府 所以只让董成偷偷到平南侯府 骂了御夫人一顿了事 一点官方的处罚都没有 反倒是那位金兆尹李业倒了大霉 平白无故从正三品的位置 掉落到了正四品 这就是帝制时代的亲疏有别 有时候你做了什么事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的身份 董成离开平南侯府之后 平南侯府就大门紧闭 宣布从今天开始闭门谢客 而那位倒了血眉的金兆尹 不仅被贬了官 还要继续苦哈哈地在金兆府上班 可谓是人间惨事 就在董成回宫复命的时候 穿着一身普通棉服的七公子 亲自提着一只羊腿 敲响了理性所在 那个小院的院门 理性打开院门 对着这个神神秘秘的七公子 拱了拱手 见过七公子 七公子把手里的羊腿 给理性看了看 然后笑眯眯地说道 上次在你这里吃的那个烤肉 十分爽口 本公子特意让人去 弄了一只草原上的羊 刚刚才杀了 等会你再给本公子 烤几串尝尝 理性有些无语地 看了看这个 可能是皇族的七公子 这些家伙 是不是吃饱了撑的没事干 为了几串羊肉串 特地跑一趟来找自己 不过他现在 也没有办法拒绝这个七公子 毕竟他们一家三口的身家姓名 都还依托在这个七公子身上 人在屋檐下 不得不低头 片刻之后 又一堆炭火被点了起来 几串羊肉串 被放在了火架上来回翻烤 理性一边把一串烤好的羊肉串 递在七公子手里 一边开口试探性地问道 七公子来找在下 就是为了这个 七公子狠狠咬了一口羊肉串 一边咀嚼 一边开口说道 主要是为了这个 另外就是告诉你 你的事情平了 大概明天金兆府就会撤销对你的通缉 天幕间的人也不会再抓你 你不用每天躲在院子里了 理性站了起来 对着七公子作一道 在下 多谢七公子 这几天时间里 理性仔细地把这件事的 来回想了一遍 最终发现自己 的确太过冲动了 别的不说 就自己那张涉嫌抹黑天子的大字报 就足够被杀头十几次了 如果不是这个七公子 就算天子不找他麻烦 金兆府的人 也大概率不会放过他 好在 这一次 这个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七公子 帮理性解了这个围 七公子笑呵呵地说道 不用这么客气 这件事主要是你自己会来世 弄了那首诗出来 本公子才能够顺势为之 否则本公子也没办法正面对抗金兆府 理性重新坐会了炭火旁边 继续烤着羊肉串 过了许久之后 他才抬头开口问道 七公子这么做 终归不会没有目的 在下能问一问七公子的目的吗 七公子把手里的竹签丢在一边 淡淡地说道 这些事情现在跟你说也是无用 你只需要记住 你欠本公子一个天大的人情 以后 本公子如果有要你帮忙的地方 你又能够帮得到的话 你不要不认账就死了 理性沉默了下来 他心里多少猜到一些 这个七公子的目的了 这个七公子姓姬 那么很大概率 就是当今的皇子之一 如果他想要顺利登基 就必须要获得 尽量多的大臣支持 而平南侯府 就是很好的一个拉拢对象 因为平南侯府 不仅位高权重 而且平南侯手里 还有兵权 想到这里 李姓突然开口 没头没脑地问了一句 七公子 与李纯的关系不好 李纯就是平南侯府的公子 李姓的那个便宜兄长 七公子愣了愣 有些讶异地看向李姓 然后释然一笑 轻声道 也不能说不好 只能说不熟 七公子犹豫了一番 然后开口道 李纯与我一个兄长 走得很近 话说到这里 这个七公子 几乎已经承认了 自己皇子的身份 李姓把一串 烤好的肉串递了过去 然后开口道 七公子 有些话在下 要跟你说说明白 在下先前就说了 在下这辈子 都不会再与平南侯府 有任何关联 如果七公子 想用在下影响 或者控制平南侯府 那么七公子 大可不必白费力气了 七公子 把一根空空的竹签 丢在一边 用圈帕擦了擦嘴 然后扶掌微笑 好一个聪明的李二郎 通过直言片语 就能猜到这么多东西 你放心 本公子施恩 从来都不是强制性的 未来如何 谁也说不清楚 以后你能帮到 本公子就帮一把 不能帮那就拉倒 本公子也不会怪罪你什么 说到这里 这个七公子呵呵笑道 不过你这般聪明 就算不进平南侯府 将来说不定 也能够有一番自己的誓言 李姓把一串烤好的肉串 塞到自己嘴里 然后轻声开口 七公子放心 在下是一个记性很好的人 今日七公子的恩情 在下记住了 以后有机会 定当回报七公子 七公子眯着眼睛说道 以后的事情暂且不谈 本公子现在就有一件你 力所能及的事情 要你帮忙 七公子请说 七公子指了指 自己身前的这个火堆 眯着眼睛说道 你这个烤肉串的法子 虚得写下来交给我 以后有一段时间 没有办法见你 本公子要把法子 带回家里去 让家里的那些下人们 跟着学学 李姓文言 顿了顿之后 开口道 七公子 为何不能见在下 哦 忘了跟你说了 七公子微笑道 从明天开始 宫里的内卫奸 将会派人来保护你 有他们在 我不方便露面 免得给陛下知道 这件事 是我在中间当推手 可就不好收场了 所以 以后的这段时间 本公子都不会再来见你了 李姓点了点头 回屋 把羊肉串的具体流程 还有配料 都写在了一张纸上 然后递在了七公子手里 七公子接过这张纸 小心翼翼地 收进了衣袖里 然后对着李姓轻声笑道 那本公子这就回去了 你若是有急事找本公子 就去德义楼寻九娘 他有法子联系到我 李姓对着他拱了拱手 多谢七公子 京城里的这场风波 被限制在了一场很小的范围内 以至于除了承得皇帝 和几个当事人之外 京城里大多数人都不清楚 到底发生了什么 不过 只要有心人能看到李姓写的那份大字报 联系到围猎取消 经兆府的府军被将官两极 多多少少也可以猜出一些梗概 不过这是涉及到天子 李姓那份大字报 更是有诽谤天子的嫌疑 因此 京城里没有人敢把这件事 放在明面上来说 因此 这场风波被最大程度地掩盖了过去 就算是知道的 也装作不知道 大家只当是无事发生过 第二天的时候 大街上京兆府的官兵们消失不见 通缉李姓的文书 也不翼而飞 一直到了这个时候 李姓忐忑不安的心思 才终于定了下来 因为到了这个时候 他才完全相信了七公子所说的话 不管怎么样 他跟七公子毕竟没什么交情 两个人满打满算 也才认识了两三天时间 李姓有一些防备 也是正常的事情 好在这位七公子 跟李姓说的话 没有一句话是错的 这桩风波 真的如七公子所说的那样 被轻而易举地揭了过去 那些昨日还在大街上 如狼似虎的京兆府官兵 此时就像从来都没有存在过一样 消失得无影无踪 这天 李姓这个人在大街上走了溜达了半天 也没有发现七公子所说的那位奸的人 不过想来也不奇怪 那些人就算奉命保护自己 也不一定非要在名处 他们躲起来的话 自己也发现不了 于是乎 在大街上采买了一些柴米油盐之后 李姓便动身返回自己在大通方的小院子 等他回到住所的时候 天色差不多已经到了傍晚 李姓推开院门 发现院子里不止麦探翁 和麦探妞祖孙两个 还多了一个满头引发的轻衣老者 这轻衣老者正坐在麦探翁的床前 时不时问上一两个问题 麦探翁满脸笑容 两个人老头显然聊得很开心 他们说的是京城这边的方言 而且说得很快 李姓听了两句之后 发现有些听不太懂 便拉着一旁的麦探妞问道 丫头 这老 他是谁 按照小说里的剧情 此时多半应该是天子微服私访了 然后接下来的剧情 就应该是天子向自己问证 自己慷慨激昂 发表一番惊天地气鬼神之语 然后让天子惊掉下巴 拜扶不已 最终成功进入朝堂 走向人生巅峰 很可惜的是 这种剧情一般都不会轻易发生的 天子如果微服出巡 白龙于服的情况下 周遭必然满是护卫跟随 而且会在一定范围之内 警戒敌人 可李姓刚才在进门之前 大通方外面的大街上 还是人来人往 没有半点被警戒的迹象 而且 皇族身上都有一股上位者的气质 这个老者虽然也有一些气质 但是比起七公子 都还略显不足 更不可能是什么皇帝了 麦台牛往房间里面瞅了一眼 然后抬头看了一眼李姓 脆声声地开口道 哥哥 这位老人家自称是你的长辈 来这里看你的 已经等了快一个时辰了 长辈 李姓皱了皱眉头 他在京城可没有什么长辈 如果非要说有的话 那么也就是平南侯府那边的亲戚了 可是他是真的不想 跟平南侯府再有任何的关联 想到这里 李姓咳嗽了一声 从房间外面走了进去 对着这个轻易老者微微拱手 老人家找在下 轻易老者正在跟麦探翁说话 听到李姓的声音 这才回过头来 上下打亮了一眼眼前的这个少年人 然后开口道 你就是李姓 李姓缓缓点头 老人闷哼了一声 沉声道 老夫按照辈分 应该是你的伯父 怎么一点礼数也没有 见到伯父也不行礼 李姓眯着眼睛说道 老人家 在下在京城无亲无故 更没有父亲 不知道这伯父二字 是从哪里来的 轻易老头从床边站了起来 李姓这才发现这个老人家 身材颇为高大 比李姓还要略微高出一些 老头认真的看了一眼李姓 开口道 这里不方便 咱们出去说 老夫有些话要问你 李姓沉默了一会 然后微微点头 人家都找上门来了 这个时候逃避也是无用 如果真的是平南侯府那边的亲切 应付两句打发走 也就是了 李姓从自己带回来的菜篮子里 取出一包沾糖 递在小丫头手里 轻声笑道 拿去吃 先去跟爷爷说会话 哥哥一会儿就给你弄饭吃 李姓从有了收入之后 每次出门 就经常给小丫头带一些零食 只不过 最近他们的小木屋给烧了 李姓又在忙一些别的事情 所以一直没能给小丫头买糖吃 今天李姓才想起来 给她带了一包糖回来 小丫头结果糖果 抱在怀里 规规矩矩地坐到了麦炭翁身边 李姓深呼吸了一口气 转身走出了房间 这个时候 还在腊月天里 院子里还是颇为寒冷的 李姓在院子里生了出篝火 两个人围着篝火对坐 老头伸手在火上烤了烤 抬头看向李姓 你可知道 老夫是谁 李姓低头到 猜到了一些 老人家低哼一声 既然猜到了 老夫有些话 就不得不跟你说说了 年轻人有些想法 固然是好事情 可是做事之前 总是要想一想后果 这一次 若非是圣上从中护着你 此时你最好的下场 也是在京兆府大牢之中吃牢饭 说到这里 这个老头子 气呼呼地看了李姓一眼 冷笑道 还天子圣德昭天下 老翁冻死北山中 那个卖探老者 此时活得好好的 便被你拿来诽谤圣君 李姓微微皱眉 虽然这个老头说的话 句句属实 但是这些话 在平南侯府的人口中说出来 多少会让他有些不舒服 于是 李姓站了起来 开口道 这位老人家 在下在京中无有亲戚 更不会有什么伯父 你应该是认错人了 至于在下 做什么不做什么 也是在下自己的事情 与旁人无干 与旁人无干 轻易老者被李姓这一句话 气个半死 他豁然站了起来 又是吹胡子 又是瞪眼 对着李姓大声道 老夫李业 铁为经兆府服饮 这一次拜你所赐 老夫直接被削官两极 你居然这件事说 与我无干 这一次 李姓弄出来的大字报 事件 在承德皇帝的意志下 被限制在了一个 很小的范围内 并没有发酵扩散 即便是那些知情者 也觉察到了承德皇帝的意志 不敢把这件事情闹大 于是乎 整个京城都当作这件事 没有发生过 可是 如果从上帝视角 来看这件事 受伤害最重的 恐怕就是这位 金兆府的金兆颖了 本来他身为金兆府颖 乃是正儿八经的 正三品大员 这个品级再进一步 就是六部尚书的位置 就算是六部侍郎 比起金兆颖 也要差上这么点意思 而且 金兆颖这个职位极其特殊 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得来的 以礼业的地位 只要再做个几年金兆颖 将来进入三省中书败相 也不是不可能 可是这一切 都被这个突然出现的后辈 给搅得一干二净 李叶是平南侯李慎的堂兄 两家同出赵郡李氏 都是赵郡李氏的分支 只不过在三十年前的那一代人里 平南侯李慎的父亲李之杰 选择了从武 而李之杰的兄长选择从文 两个人在各自的领域都有所成就 李之杰官拜大将军 绝封平南侯 而他的兄长李之李 也坐到了礼部尚书的位置上 兄弟二人 都可以说是功成名就 李叶就是李之李的长子 子成父业 也早早地入朝为官 只不过 李叶虽然跟平南侯府有亲戚 但是两家人平日里 并不是走得特别近 也就是祭祖的时候 能碰到一起 别的时候 一年也说不上几句话 可是现在 这个平南侯府家的儿子 不仅对这件事毫不悔改 甚至对自己一点礼数也没有 这让李叶颇为恼火 就算是平南侯府的 那个嫡子李淳 见着他 也要恭恭敬敬地磕头 叫一声伯父 这个少年人 居然说 跟他毫无干系 听到李叶这句话之后 李姓才深呼吸了一口气 他本以为面前的这个老者 只是平南侯府的李家长辈 没想到这个老头 就是七公子所说的 那个金兆颖李叶 金兆颖这个职位 听起来没有什么特别的 可是能够全职守府 便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了 要知道 京城里各种势力错综复杂 又要处理好平时的事情 又不能过多地得罪人 只这一点 就不是普通人能够做成的事情 李姓从板凳上站了起来 对着李叶弯身拱手道 原来是府军到了 在下一时不察 言语得罪了府军大人 还请大人不要放在心里 面对首都市长 该耸还是要耸的 要知道 哪怕是七公子本人 也说了 没办法正面对抗金兆府 足见这个衙门的厉害之处 李姓以后还要在城里混饭吃 自然不能得罪这个老头 这老头虽然被削了官 但是并没有被降职 也就是说 他还是金陵城的金兆尹 薛官警告 意义大于实际意义 最多一年半载 就可以恢复从前的品级 李叶淡淡地瞥了李姓一眼 冷哼一声 这一次来见你 一来是想看一看 你写的那个麦探翁 到底是个什么情况 二来是想见一见你 这个李家的后生 到底是个什么样子 本来老夫还以为 你是什么蜘蛛在握的智者 没想到 却是一个不通李术的狂生 对于李叶的话 李姓只是微微一笑 并没有反驳 这朝中不知道多少人 困在四品关上一辈子 而李叶莫名其妙 从正三品变成了正四品 心里自然有些不痛快 见李姓没有说话 这位金兆府的府君 也有些异性阑珊 他淡淡地看了一眼李姓 沉声道 你真是李慎的儿子 李姓微微摇头 不是 在下与平南侯府 没有任何干系 李叶叹了口气 没有在这件事上纠结下去 你是不是李慎的儿子 这是平南侯府的家世 老夫懒得管这么多 不过 你终归是在京城里住了下来 也算是在老夫的治下 今日老夫过来 就是要提醒你几句话 李姓垂首道 府君请说 这位金兆尹 也从凳子上站了起来 副首道 在京城里 什么都可以碰 唯独不可碰到陛下 陛下是个爱惜名声的人 这一次 你写出这种诗来 如果是在从前 使得脑袋也不够砍的 说到这里 李叶淡淡地看了李姓一眼 淡然道 知道陛下为什么不杀你 反倒远呼于你吗 李姓摇了摇头 其实他也很好奇这件事 这件事情之中 他虽然处处站着李 但是在王朝时代 并不是哪边有李 哪边得胜 像李姓这样写实诽谤朝廷的人 成德皇帝完全可以一巴掌拍死李姓 或者让李姓翘无声息地 在京城里头消失 但是成德皇帝并没有这么做 这就说明了 这位成德皇帝 要么是个很闲的明君 要么就是这件事情背后另有深意 李姓本来以为是那位七公子 替自己说了好话 府君大人背负双手 呵呵一笑 你之所以能够好生生地平安无事 是因为陛下与你父亲李姓交情甚好 他们两个是自小到大的玩伴 你是李姓的儿子 陛下就自然而然地 把你当成了他的子侄看待 因此这一次 就只有老夫的金兆福倒了大霉 不管是你还是平南侯府 都没有受到半点损伤 李姓没有说话 他已经下定决心 与平南侯府决裂 但是没想到这件事到头来 还是自己这个私生子的身份救了自己 见李姓没有说话 李姓开口问道 是南方人 李姓点了点头 是永州人 你母亲呢 李姓声音色然 病死了 李姓点了点头 了然道 看平南侯府的反应 你应该是李姓的儿子没有错 你现在极力反对这个身份 应该是大半个月以前 与平南侯府之间生出了怨戏 李姓抬头 对着这个金赵尹 呵呵一笑 府军大人想多了 在下与平南侯府 确实没有半点干系 李爷看了李姓一眼 这一次 是李善子的身份救了你 李姓沉声道 那就算在下 欠平南侯府一个人情 以后有机会 在下也就平南侯府 一条人命就是了 李爷有些无奈地摇了摇头 这是你们的家事 老夫本来 也懒得管 不过你出来京城 许多事情都不太清楚 老夫要提醒你 想要在京城里头私混 有一个好的出身极其重要 而平南侯府 就是京城里最顶尖的出身之一 李爷沉声道 你若拉不下见面 老夫可以出面 让你去平南侯府 认祖归宗 李姓很坚定地摇了摇头 李姓此生 都不会与平南侯府 有任何干系 人生在世 最基本的立场必须要有 从血脉上来说 自己这个身子 虽然是平南侯的血脉 但是那个平南侯的儿子 早在大半个月前 就被冻死在了城外的破庙里 如今的李姓 无论从任何角度来说 都跟平南侯府没有关联 更关键的是 李姓是看过自己前身的记忆的 自己跟母亲两个人 躲在永州那块小地方 相依为命十几年 母子两个人 甚至都不敢住到村子里头去 母亲就带着李姓 住在了山脚下面 平时大多是靠母亲 做一些刺绣卖钱 即便如此 母子两个还是不为当地人接受 那些人骂了母亲十几年见女人 骂了李姓十几年野种 就因为未婚先孕 连母亲亲手做的刺绣 也不敢自己拿去卖 都要委托旧公转手 才能卖出去 因为那些人嫌弃她不干净 整整十五年时间 母子两个人就是这么过来的 这段漫长的时间里 李姓从来都没有见过自己的父亲 也就是说 那位平南侯 整整十几年一次 也没有去看过他们母子两个 终于 两三个月前 母亲熬不住人事艰苦 因为一场简单的风寒 便撒手人寰 临死之前 她告诉了李姓父亲的身份 让李姓带着那块玉牌 来平南侯府寻亲 然而最后的结果是 李姓跟旧公两个人 被活活冻死在了京城外面的破庙里 以上种种 都是千真万确的事情 绝不是一句 平南侯不在京城 就可以解释得清楚的 别的不说 光十五年抛下母子两个人不见人影 那个素未谋面的平南侯李慎 就绝对不会是什么好东西 这些事情 李姓虽然没有亲身经历 但是她都在另一个李姓的记忆里看到过 两个人的灵魂 从某种程度上融合到了一起 李姓多少有些感同身受 这就是为什么 李姓第一次见到那个平南侯府公子李纯的时候 心里会生出这么大的怒气 因此 李姓对于平南侯府的态度是很清晰的 她不会与平南侯府有任何关联 有生之年 如果有机会的话 她一定要替母亲跟那个便宜扎爹要一个说法 经照尹李叶 看了看面前这个面色坚定的少年人 微微摇了摇头 罢了 既然你不愿意 那老夫也不好太过强求 这一次 你掀起了这么大的风波 却没有波及到自己 算是你小子走运 以后在京城里头讨生活 做事要慎重一些 说到这里 这个一身 轻衣的老头子 准备转身离开李姓的这个破院子 李姓跟在后面相送 走到院子门口的时候 李叶停下脚步 略作犹豫之后 开口问道 这几日 可有人来找你 在这位金照尹看来 这场大字报事件是透露着许多诡异的 首先就是 天子之息的速度太快了 快到京照府 还没有来得及动作 朝廷的处分 就已经落了下来 其二 就是陛下的态度 按照道理来说 就算陛下知道这件事 最少也该传唤他这个金照尹 前去对治一番才是 但是陛下仿佛不用任何证据 就已经掌握了 这件事的前因后果 这其中 盈盈有什么人 或者什么势力在其中推动 李姓知道这个老头 是在问七公子 此时他当然不能够出卖 这位姬家的宗室 不出意外的话 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 这位姬七公子 都是他在京城里生存的仪仗 于是 李姓毫不犹豫地摇了摇头 府君大人 在下在京城里没有认识的人 自然也就没有人来找我 李姓点了点头 开口道 这几天时间 如果有人来找你 李姓本意是想让李姓到京兆府 知会他一生 但是不知想起了什么 就缓缓摇了摇头 轻叹道 罢了 你自己多长点心就是 京城里头不比你的老家 人心轻压得厉害 李姓低头抱拳 在下谢过府君大人教会 说话间 两个人已经走到了院子门口 一个青涩的官教 不知道什么时候 停在了院子门口 李姓在院子门口停了下来 对着李姓说道 你出来京城 若是遇到什么难处 可以来京兆府寻老夫 说到这里 老头子狠狠地瞪了李姓一眼 在遇到事情 千万不要动不动就写什么诗 更不要在诗里提到京兆府 这一次的大字报事件 可把李爷害苦了 他之所以不顾身份 亲自来这个破院子里看望李姓 一方面自然是因为 李姓算是李家的后生 更重要的是他害怕李姓 再惹出什么事情来 李姓摇头苦笑道 府君大人这是什么话 在下一向都是老实本分的人 这一次 若不是京兆府的官爷 烧了在下的住所 在下又岂敢对京兆府不敬 李爷闷哼了一声 矮着身子 钻进了官窖里 你老实一些 过几日 老夫会让人给你办一个 精灵城的身份 你若是想要考学 可以用这个身份参考 李姓的那份大字报 后面几句是他自己编的 但是前面几句 却是原封不动抄人家白居易的 所以文采很是不错 李爷是科考出身 自然能够看得出来 因此给了李姓一条科考的路子 说完这句话之后 这个青色的官教 被四个教夫抬了起来 一行人缓缓离开李姓的小院 李姓眯着眼睛 看着这个官教远去 一个精灵城的身份 他自然是需要的 不然以后做什么事情都不太方便 不过考学这种事情 还是不太现实 古时候的科考 那才是正儿八经的 千军万马过独木桥 没有点真材实料 是不可能 能够从浪潮之中脱颖而出的 李姓自己的底蕴 自然是不够的 另一个 李姓虽然读了一些书 但是钟秀才都很是困难 几乎不可能 能够在科场有所作为 所以 科考这条路 李姓并不准备去走 至于以后 该如何从云云众生之中脱颖而出 那都是以后的事情了 线下最重要的事情 是如何过好当下 目送礼业走远之后 李姓转身 走进了自己的院子 插上门栓之后 李姓转身 走进了院子里的厨房 开始给一老一小准备饭时 小丫头很有眼色 立刻蹦蹦跳跳地跑了进来 坐在灶台旁边 开始帮着李姓生活 李姓把七公子带过来 没吃完的羊腿清洗了一番 落成一个个肉块 以此倒进了锅里 丫头 这可是草原送过来的羊 今天你有口福了 搁弄一锅羊肉汤 给你好好补补身子 麦太妞点了点头 低头更加卖力地烧火 如果不是七公子 李姓是准备 在京城里找一些生计的 但是经过这么一当事之后 李姓暂时也就放弃了 出去做买卖的想法 按七公子所说 现在是有一堆内卫间的人 在暗处保护自己的 也就是说 自己的一举一动 都在上面的坚实之下 这个时候 还是安分一些的好 更重要的是 要过年了 李姓是腊月初 来到这个世界的 转眼大半个月过去 现在已经是腊月二十 马上就要年关了 虽说这个年关 没有办法和家人一起度过 但是只要是诸夏子孙 总是把年节看得很重 所以李姓 还是打算好好过年的 因此 她准备出去采买年货了 临走之前 李姓去看了一下麦探翁 此时经过几天时间的养伤 老头子的伤 已经没什么问题了 只不过 因为自己的房子 被烧了的原因 她的脸色还是不太好看 精神状态也有些违靡 见到李姓来了 老人家在床上坐了起来 咳嗽了一声之后 有些艰难地说道 公子 在京城里头有仇家 老头子虽然日子过得很苦 但是她好歹活了这么多年 一些基本的道理还是懂的 她那个小木屋 在这么偏僻的地方 十几年时间都无人问津 偏偏李姓来了之后 就有人上门烧了屋子 这其中必然与李姓有关 李姓低头道 老丈 房子被烧这件事 确实与小子有关系 不过老丈放心 这件事已经过去了 最多一年 小子在京城里头 陪给老丈一座房子 麦探翁微微摇头 老头子一早就看出来了 你是个有本事的人 但是那个小木屋 是老头子一块块木板 亲自搭起来的 什么房子也比不上他 李姓苦笑道 那房子已经化成了灰烬 小子也没有办法复原 麦探翁坐直了身子 直直地看着李姓 所以 老头子要你答应一件事情 李姓低头道 老丈是要我照顾丫头 麦探翁点了点头 老头子伸头朝外面看了看 确认麦探妞没在之后 开口说道 公子是个聪明人 应该瞧得出来 这丫头 不是老头子的亲孙女 这个东西 李姓还真没有瞧出来 不过这个麦探翁皮肤屈黑 而麦探妞 虽然脸上经常弄得黑乎乎的 但是脸色却是白皙的 起初李姓并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对 现在想想 这丫头确实不像是麦探翁的孙女 老头子咳嗽了一阵 声音沙哑 他信中 是家里出了变故 被人托付到老头子这里的 老头子没有什么本事 这些年苦了他了 你把老头子的房子弄没了 以后须得帮老头子好生照看他 老丈对小子有救命之恩 小子先前承诺过 与老丈养老送终 不会食言的 至于那个丫头 李姓沉默了片刻 轻声笑道 有我一口饭吃 就不会饿着他 老丈仅可以放心 麦探翁长出了一口气 重新躺回了床上 又咳嗽了几声之后 开口道 食言本来不应当图报 不过老头子也是没了办法 李公子不要介意 李姓微微摇头 开口道 老丈好生歇息 过几天就是年关了 小子出去采买一些东西 然后咱们三个聚在一起过个年 老丈轻轻点头 又咳嗽了几声 李姓从床边站了起来 缓缓退了出去 走到院子门口的时候 才发现 小丫头从外面捡了不少枯枝 正抱在怀里 朝着家里走过来 李姓笑着摸了摸她的脑袋 开口道 丫头 哥哥出去一趟 你在家里照顾爷爷 不要到处乱跑了 小丫头穿着一身厚厚的棉衣 有些笨拙地点了点头 亲自锁上门之后 李姓从腰里取出那块金兆斧赔偿的银块 朝着就近的钱庄走去 这个时代的银子 是不能直接用的 需要去钱庄兑成铜钱之后 才能正常流通 本质上来说 只是一个硬通货 而不是货币 从银块上切下了一小块 换了三四贯钱之后 李姓朝着京城的西市走去 京城的各个方式都是划分好的 北城是皇城的所在地 类似于永乐坊那种地方 都是达官贵人居住的地方 而李姓居住的大通方 则是位于南城 是普通百姓居住的地方 至于市场 则有东西两市 其中 西市的东西要便宜一些 这些都是李姓这几天 在京城里打听到的 李姓现在虽然有些余钱 但是本质上 还是在坐吃山空 因此 他只能去西市买东西 只不过 他刚刚走出大通方 就隐隐感觉到 有人跟着自己 这种被钉烧的感觉 让他很不舒服 不过按照七公子的说法 这些应该是皇城的内卫奸 对自己没有恶意 李姓也就假装没有发现 自顾自地朝着西城走去 他走出大通方 大概一两个街坊之后 两个身材壮瘦的壮汉 拦住了他的去路 李姓微微皱眉 两位 这里是京城 京兆府的巡捕 还在四处巡逻 光天化日之下 你们要做什么 两个壮汉面无表情 其中一个看了李姓一眼 沉声道 小兄弟 我家公子有请 李姓面带微笑 这个世界上 还有拦路请人的道理 这个壮汉面色不变 我二人也是奉命行事 希望小兄弟 不要让我们为难 直到这个时候 李姓才明白 从大通方出来之后 就是这两个人在跟着自己 而不是内卫奸 如果是内卫奸的人跟着自己 自己根本没有可能察觉得到 想到内卫奸 李姓回头看了一眼 并没有发现有什么异状 不过他 还是选择了相信七公子 于是微微抬头 漠然道 带路 如果如七公子所言 有内卫奸的人 跟在自己身后保护自己 那么 此去不管是什么妖魔鬼怪 应该都上不到自己 在天子脚下 还没有人敢正面跟皇帝叫板 两个点了点头 引着李姓在大街上 拐了好几个胡同 最终在秦淮河边上的 一家青楼门口停了下来 这青楼名叫宁翠楼 距离德义楼并不是很远 不过看规模 就要比德义楼差了一个档次 这个时代的青楼 跟后世的青楼 并不是一个概念 它更像是酒吧 而不是纪远 因此 在这个时代的人理解中 逛青楼乃是一种雅士 在两个大汉的带领下 李姓来到了宁翠楼的二楼 这两个大汉 在一个房间门口停了下来 微微弯下身子 声音恭敬 小侯爷 人带到了 听到这个名字 李姓瞳孔微缩 他知道 是谁要见自己了 房间的门被缓缓打开 一身白色衣裳的小侯爷李纯 脸上挂着一层淡淡的微笑 他上下打亮了一眼李姓 语气有些玩味 原来是你 上一次在德胜大街上见到你 本公子 还以为你是一个企儿 说到这里 李纯笑意脸上的更甚 却没想到 你是本公子的弟弟 先前 李姓是见过这个平南侯府的公子李纯的 那时候 李纯带着一帮王孙公子 在德胜大街上纵马 其中一个人还把李姓给撞了 不过因为李姓登门平南侯府的时候 这位小侯爷并不在家 因此 当时李纯并不认得李姓 李姓面色平静 大半个月过去了 难得小侯爷还记得在下 李纯拍手笑道 难怪那个时候 我给你赢钱 你不愿意要 当时我还以为 你是想多勒索一些 却原来是因为心中有气 这个平南侯府的嫡长子 生长在后门 从小不缺昏心 而且 李家子孙都是自小习武 所以 李纯生得人高马大 个子要比李姓高上 小半个头左右 站在李姓身前的时候 颇有些压迫感 李姓站在门口 眯着眼睛说道 如果小侯爷叫再下过来 就是为了说这些的话 在下还有些事情要忙 就不奉陪了 李纯面带微笑 侧身让开门口的位置 伸手虚影道 来都来了 进来做一做如何 李姓略坐犹豫之后 抬头走进了这间凝脆楼的雅间 他刚刚走进去 那两个守在门口的汉子 就把外面的门关了起来 李姓心里沉了沉 不过他随即想到了 内卫间的人应该还跟着自己 于是深呼吸了一口气 静止走了进去 身材高大的李纯 仍旧面带微笑 跟在李姓身后走了进去 两个人在雅间里坐了下来 李纯亲手给李姓倒了一杯茶 这位平南侯府的公子 面带微笑 显得谦谦有礼 倒完茶之后 给自己也倒了一杯 低头抿了一口茶之后 把茶盏放回了桌子上 淡然道 准备什么时候离开京城 李姓嘴角露出一个嘲讽的弧度 在下为何要离开京城 李纯皱了皱眉头 随即舒展开来 轻声道 你弄出来的那首诗 我听说了 很是有一些心机 不过这种小手段 并不能决定任何事情 你再如何心机 也进不了我李家的大门 李姓端起桌子上的茶水 也喝了一口 然后轻笑道 小侯爷误会了 自始至终 在下也没想着进平南侯府 李纯呵呵一笑 本公子知道 你在想什么 你这样费尽心机地 想要留在京城 无非是在等父亲回来 然后让父亲把你收进门墙 可是你想错了 父亲他远征在外 没有两三年时间 根本不可能回来 即便父亲回来了 说到这里 这个平南侯府的嫡子 嘴角露出一个冷笑 即便父亲回来了 他也未必会认你这个 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儿子 李姓抬头看了一眼 这个平南侯府的长子 微微皱了皱眉头 这个家伙 是不是自我感觉太好了一些 莫不是以为全天下的人 都要去攀他平南侯府的高知 小侯爷 这京城并不姓李 李姓轻声道 在下住在京城里 合理合法 没有任何一条国法 不许我住在京城 平南侯府固然位高权重 但是也管不到在下头上吧 李纯脸色变得不太好看 他脸色阴沉了下来 冷声道 本来 让你住在京城里 也无关紧要 将来见了父亲 也好让你死心 可是你偏偏弄出来一首诗 还在京城里传得到处都是 累积到母亲被陛下呵斥了一顿 他老人家这几天 心情都不太爽利 就为了这个 本公子也不能容你继续留在京城里 李姓心里一动 他原本以为 这件事没有波及到平南侯府 但是现在看来 那位天子 不仅降了金赵颖的官 还派人训斥了平南侯府一顿 不过平南侯府既然被天子呵斥了 就应该老老实实地闭门思过 以示悔改 这个平南侯府的公子 还这样大张旗鼓地 来寻自己的麻烦 莫不是个傻子 想到这里 李姓心里反倒冷静了下来 他看了李纯一眼 开口道 小侯爷 此事的前因后果 你应该清楚才是 是平南侯府的人 派人烧我房子在前 否则在下怎么也不会写出那首诗出来 那是母亲仁慈 李纯豁然起身 冷笑道 他老人家 只是想把你赶出京城 没有害你的意思 否则以平南侯府的事 想让你死在城外 也是轻而易举 没想到你 不仅不知恩 反倒反咬了母亲一口 李纯这句话说的是不错的 当初御夫人 只是想把李姓赶出京城 并没有要害她的意思 否则 只要派一两个家将 就可以轻轻松松地弄死李姓 到时候再处理一下 保证一点证据也不会留下 到时候 李姓还有麦探翁祖孙俩 就会悄无声息地消失在这个世界上 可是御夫人并没有这么做 她派人给德一楼打招呼 又派人烧了李姓的房子 就是向李姓表达了一个很清楚的态度 滚出京城 很可惜 李姓并没有接受平南侯府的态度 她毅然决然地踏进了京城里 李姓抬起头 只是站起身子的李纯 微笑道 按小侯爷的意思 平南侯府烧了在下的房子 在下非但不应当心存怨愤 反倒应该感恩戴德才是 李纯眯着眼睛 看向眼前的这个香巴佬 冷声道 若是母亲提前把这件事之会我 此时你没有机会站在本公子面前说话 好 很好 李姓笑着拍手道 小侯爷说得太好了 不过在下是个倔脾气 从来都是吃软不吃硬 当初贵府如果能好生好气地 来与在下商议 在下说不定就老老实实地离开京城了 可惜 平南侯府并没有这么做 而是直接一把火烧了在下的房子 李纯不屑一笑 所以呢 所以在下不走了 李姓面色平静下来 淡然道 从今天起 在下便定居在京城里 哪里也不去了 在下从没有想得罪过平南侯府 可是平南侯府也不能太欺负人 李纯脸色变得更加难看 他回头怒视了李姓一眼 你以为凭借着一首诗上达天厅 你就可以与我李家作对 李姓摇了摇头 在下从未这么想过 看着云淡风轻的李姓 这位平南侯府的小侯爷 心里突然生出了一股怒气 他咬了咬牙 从嘴巴里憋出了两个字 野仲 李姓额头上青筋蹦出 他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直视面前这个平南侯府的小侯爷 你 说什么 我说野仲 李纯毫不畏惧地重复了一遍 冷笑不止 本公子就是重复一百遍 你又能把本公子怎么样 刁民就是刁民 一点进退也不懂 现在有陛下过问 本公子是不会把你怎么样 可是过一段时间 你再不乖乖离开京城 你就会无声无息地死在京城里 李姓目光凶狠 他伸手拎起了旁边的椅子 李纯 我给你一次机会 你现在向我道歉 我可以放过你一次 平南侯府的小侯爷 哈哈大笑 怎么着 想动手 我李家世代习武 你以为本公子是那些 只知道吃喝嫖赌的草包 说着 这个李家的小侯爷 重重一脚 踢在了旁边另一把椅子上头 直接把这把椅子 踢得四分五裂 李姓面无表情 是你逼我的 这个年仅十五岁的少年人 深呼吸了一口气 开口大喊了一声 李纯 你敢打人 然后 他手里的椅子 狠狠朝着自己的脑袋 砸了下去 随着一声巨响 椅子触碰到了李姓的额头上 李姓应声倒在血泊里 只留下平南侯府的小侯爷 呆若目击地站在原地 这也重 自己打自己 疯了 还没等李纯反应过来 宁翠楼的一楼有两个人听到动静 飞奔了上来 这两个人都穿着一身便衣 看起来跟平常百姓没什么两样 只不过 两个人的动作都是迅捷无比 一看就是伸手不凡的高手 两个人直接拉开手门的两个家将 推开了房门 然后他们就看到了 倒在血泊里的李姓 这两个出身内卫的五官瞪大了眼睛 恶狠狠地看向呆若目击的平南侯府小侯爷 李纯 你敢当街行凶 如果不是出于无奈 没有人会愿意伤害到自己 但是这个法子 是现在李姓唯一可能能伤害到平南侯府的办法了 平南侯府被天子训斥了一遍 并且派了内卫间的人保护自己 也就是说 天子不想再看到平南侯府的人 对自己下手 如果此时平南侯府顶着皇帝的训斥 顶着内卫间的保护 仍旧要对李姓下手 那就是平南侯府不给皇帝面子 李姓的个人安危是小 皇帝的面子是大 不管因为什么 在天子已经降口欲 警告平南侯府 并且派了内卫间的人保护李姓的情况下 平南侯府就应该老实一段时间 最起码不能在这个当口再对李姓下手 否则就是抽皇帝的脸面 李纯脸色微白 这个时候他也明白了李姓的用意 这位平南侯府的小侯爷 对这两个人微微拱手 两位是 这两个内卫间的五官 一个人去查看李姓的伤势 另一个人对着李纯冷声道 小侯爷 我等是皇城内卫 奉命保护这位李公子 小侯爷在光天化日之下 出手伤人 我等虽然不敢对小侯爷不敬 但是必然会把情况如实禀告陛下 内卫间 是皇城的一个武力机构 有两个层级组成 一个层级内卫间的百多个太监 另外一个层级 就是 驻扎在皇城左近的两千内卫军 这内卫军与宇林卫一样 都是天子清军 只不过相比于宇林卫来说 内卫要更亲近一些 宫中的巡逻防卫工作 都是由内卫军的人在做 内卫间的人是宦官 而内卫军的人却不是 这两个五官 就是出身内卫军 虽然品级不高 但是天子清军 只对皇帝一个人负责 李纯的额头渗出汗水 事情到了这一步 他也知道自己惹上麻烦了 早知道这个香巴老生后 还有内卫的人跟着 自己无论如何 也不会在这个时候与他为难 这位小侯爷苦笑一声 对着两个那位拱手道 二位 说起来 你们可能不信 我并没有出手伤他 那个在地上帮着 李信直写的五官 抬起头来看向李纯 冷笑不止 小侯爷 你没有伤他 难道是他自己伤了自己不成 李纯擦了擦额头的汗水 色声道 虽然听起来有些荒谬 但是正是如此 这个少年人心思阴毒 为了栽赃我 不惜自己对自己下手 说着 他从衣袖里取出 两张大通钱庄的汇票 准备递给两个五官 二位大人 这件事 我的家将也可以作证 希望二位能在陛下面前 把事情说出来 不要冤枉了好人 这两个五官 都是微微冷笑 小侯爷 你是不是平日里 用这一套欺压平民 用得顺手了 你知不知道我们兄弟 侍奉了圣旨 保护这位李公子 现在李公子被你打成这个样子 我们兄弟回到宫里复旨的时候 都要因此背上罪过 小侯爷认为 我们把这一套说辞 说给陛下听 陛下信是不信 李纯额头上 冷汗更多 他不明白 这个半个月前 还像个齐儿的香巴佬 怎么会在短短半个月之后 就攀上了天子的高知 甚至还让天子派出了内卫 随身保护他 事情麻烦了 如果他不能摆平这件事 传到天子耳朵里 平南侯府 或许不会立刻出事 但是多少都会让天子心生厌恶 如果平南侯府 因此失了圣券 那李纯 真是哭都找不到地方了 他深呼吸了一口气 对着两个内卫五官作一道 两位也说了 会被宫中责罚 这件事传到上面去 对谁也没有好处 李信虽然受了伤 但是怎么也不会伤到性命 咱们把这件事情瞒下来 等到他伤好了 就全当没有发生过 说到这里 李纯低头道 若两位应承下来这件事 我平南侯府 必牢记这份恩德 家父回京之后 也会亲自登门拜访 如果说李纯这个小侯爷 在京城里 还算不上什么人物的话 那位出征在外的平南侯 就可以说是京城里 一等一的大人物了 李纯这也是没了办法 才不得不把自己的父亲抬出来 想要把这件事掩盖过去 此时 地上的那个五官 已经帮着李信指了血 从一个棉布条 把李信头上临时包裹了一下 然后弯身把李信背在了背上 他深呼吸了一口气 对着李纯说道 小侯爷 这件事没有人帮得了你 我们兄弟是那位 是天子清君 如果我们敢欺瞒陛下 那么不出三天 就要人头落地 李纯声音微颤 无人会发现此事 另外一个五官 深深地看了李纯一眼 小侯爷难道忘了麦探翁 是怎么传到陛下耳朵里的 是啊 就算这两个内卫 愿意配合李纯隐瞒此事 但是李信这个当事人 毕竟还活着 等到他恢复过来 在大街上再贴一个大字报 到时候再上达天厅 事情可就远远没有 现在这么简单了 这两个五官 都是知道李信大字报的厉害的 他们绝不敢 在这件事情 对皇帝有所隐瞒 那个背着李信的五官 狠狠地瞪了李纯一眼 静止背着李信 下了宁翠楼找大夫去了 另一个五官留在宁翠楼的二楼 看了一眼地上的血迹 一边离开一边摇头 小侯爷 你惹上大麻烦了 这一次 他们两个内卫 要背上一个保护不利的罪名 但是这位平南侯府的小侯爷 还有整个平南侯府 都会摊上大事 李纯都快哭出来了 真的不是我做的 可惜 没有人会相信他了 李纯呆呆地站在原地 过了许久之后 他才艰难地挪动脚步 对着门口的两个家将说道 走 咱们回家 两个内卫的分工明确 其中一个人背着李信去找大夫 另外一个 则是飞快地赶回了皇城 经过一番程序之后 最终在书房里 见到了正在读书的承德天子 这个内卫恭恭敬敬地跪在地上 扣手道 陛下 卑职等保护李公子不利 还请陛下降罪 承德皇帝放下手里的骨骑 淡淡地看了一眼 这个跪在街下的内卫 李信怎么了 怎么叫你们内卫去保护一个少年人都办不成 这个内卫双膝跪地 今日上午 李信公子出大通方去西市买东西 半路被平南侯府的人拦了下来 卑职等跟在身后 见平南侯府的人 一路把李公子带到了秦淮河旁边的宁翠楼 说到这里 这个内卫咬牙道 卑职们跟进去的时候 才发现 李公子已经和平南侯府的人起了冲突 卑职等冲进房间里的时候 正看到平南侯府的小侯爷 手持一把竹椅 砸在了李信公子的头上 此时李信公子生死不知 本来 李信虽然是平南侯李慎的儿子 但是他在天子眼里并没有多少轻重 也就是说 这个人是死是活 成德皇帝并不是如何挂在心上 之所以身吃平南侯府 是因为平南侯府和经兆福 借着天子名义作恶 而派人保护李信 也只是随手为之 单纯是不想老有李慎的儿子 莫名其妙死在京城而已 但是 成德皇帝既然插手了这件事 就代表了天子的意志 即便他只是向征信地 派了两个人去保护李信 可只要人派出去了 京城里的人 就不能不给天子面子 现在 平南侯府的小侯爷 当着那位的面重伤了李信 这种行为 跟打皇帝的脸 没有任何区别 要知道 就在两天前 成德皇帝亲自派了天幕间的太监董成 去身吃平南侯府 短短两天之后 平南侯府做出了这种事情 这分明是要跟天子作对 成德皇帝放下手里的骨骑 偏眼地 看向跪在街下的那位 淡然道 确定是平南侯府的李纯下的手 成德皇帝与平南侯李 甚是好友 平南侯府的公子 叫什么名字 他自然是清楚的 甚至李纯出生的时候 当时还是皇子的成德皇帝 亲手抱过这个孩子 这个身材高大的那位恭敬低头 回陛下 是平南侯府的小侯爷下的手 卑职与周成亲眼看到的 两个那位负责保护李信的那位 送李信胡找大夫的那个叫做周成 回来报信的这个 叫做孙静 他们两个自然是没有亲眼看到 李纯出手打伤李信的 但是为了把责任推脱出去 他们两个都只能一口咬死 这件事是那位小侯爷干的 否则陛下还有内卫间的公公们追究下来 他们不好交代 成德皇帝脸色变得不太好看 他闷哼了一声 开口道 李慎不在京城 他这些家里人越来越不像话了 上一次平南侯府对李信下手 成德皇帝并没有觉得 平南侯府做了什么出格的事情 无非是不该打着他北山围猎的名头而已 但是这一次 平南侯府的所作所为 真的让这位天子有些啄恼了 他是圣天子 一句话 甚至一个眼神 就能够左右京城里的动向 可是现在 他亲自派人去警告平南侯府了 平南侯府的人 却把他的话当作耳旁风 成德皇帝缓缓闭上眼睛 开口道 那个李信 伤得重吗 孙靖整个人跪伏在地上 不敢抬头 回陛下 李信公子被小侯爷用椅子砸在了头部 当场人是不行 卑职等只看到他倒在血泊里 至于现在是个什么样子 卑职还不太清楚 成德皇帝面无表情 挥手道 你下去 从宫里带一个太医去 给李信乔伤 尽量保住他的性命 再怎么说 李信也是李慎的儿子 成德皇帝颇为看重李信这个前提就有 所以 不想让李信就这么死了 孙靖恭敬叩头 卑职这就去 孙靖弯着身子 退出了暖阁之后 成德皇帝脸色仍旧不太好看 他捡起桌子上的骨骑 继续翻来 陈举 你说平南侯府的这个李纯 是一时冲动犯了魂 还是要故意背逆阵的意思 那时间的大太监陈举 一直就站在成德皇帝身后 把整件事情都听在了耳朵里 这个头发苍白的大太监弯腰道 回主子 平南侯府的这个小侯爷 在京城里颇有些名声 没听说过是什么浑人 成德皇帝不约道 你的意思是 他故意背逆阵 陈举摇头道 这位小侯爷不是蠢人 自然不敢背逆陛下 这一次一来应该是不知道 陛下派了那位保护李信 二来是一时冲动 平南侯府这些年 一直很懂规矩 李纯不会 也不敢忤逆陛下 成德皇帝呵呵冷笑 朕两日前才给平南侯府 递了口语 让他们安分一些 这个小东西 今日就出来惹事 不知道有那位保护 就可以动手伤人了吗 这次若不是有那位跟着 这个李信 还不被他活活打死 这母子两个人 分明是侍宠而骄 不把朕这个天子看在眼里 话说到这里 即便是陈举这个大太监 也不敢替平南侯府说话了 他低着头说道 主子说的是 平南侯府做事 的确出格了一些 主子的意思是 成德皇帝闷哼了一声 朕就在这里 等着李家那个小东西 来向朕请罪 他若是 不给朕一个像样的说法 朕就要替那个李信 跟平南侯府要一个说法了 陈举点了点头 功声道 陛下说的是 在权力的高层圈子里 往往都有一套 不成文的规矩 这些规矩虽然摆不到台面上 但是大家都是心知肚明的 李纯回到平南侯府之后 跟母亲御夫人说明了情况 御夫人狠狠打了李纯两个巴掌 直接让人用麻绳 把李纯绑附了起来 然后这位平南侯府的夫人 翻出了自己的命符 亲自牵着自己的儿子 赶往皇城门口请罪 平日里风流倜傥的 平南侯府小侯爷 被自己的母亲 用麻绳捆的接接时时 然后用手牵着这个小侯爷 这一幕被永乐坊里的 达官贵人们看了得干净 李纯脸色胀红 但是又不敢反驳 只能低着头 老老实实地被御夫人牵着 过了大半个时辰之后 母子两个人 跪在了皇城门口 叩头请罪 且不管这件事 后续处理的结果是什么 这件事之后 李纯算是在京城里 丢了大面子 永乐坊里的王公贵族们 看见了这一幕 私下里都是一润纷纷 不知道这个平南侯府的公子 到底闯了什么火 母子两个人 从下午一直跪到了傍晚 一直到天色完全暗淡下来的时候 天子还是迟迟没有召见 御夫人面无表情 仍旧恭恭敬敬地 跪在宫门门口 一直到了有时左右 一个步伐缓慢的老太监 才慢慢踱步 走到母子二人面前 老太监停下脚步 对着御夫人开口道 李夫人 陛下说了 晚上天冷 容易冻着 你可以回去了 御夫人抬头看了一眼 这个老太监 仍旧跪在地上 冷得牙齿打颤 陈公公 这次 犬子是被小人陷害了 请陈公公代为通报 臣妾与犬子要面见陛下 把这件事分说清楚 来人正是宫里的大太监陈菊 这个老太监弯着身子 缓缓说道 这件事情 陛下很生气 御夫人垂类道 陈公公 妾身可以与陛下解释清楚 陈菊脸上露出了一个淡淡的微笑 李夫人 现在可是腊月天 你大晚上的跪在这里 要是出了人命 咱家可吃醉不起 御夫人抬头看向陈菊 这个宫里的大太监淡然道 李夫人 这件事与你关系不大 你可以先回去了 至于令公子 跪在这里便跪在这里 陛下消了气 自然会见他 一旁的李纯 也被冻得脸色发青 他低着头 咬牙道 母亲 您快回去吧 儿子一个人跪在这里就是了 这边李纯跪在冬夜的冷风中受苦的时候 另一边的李信 也从昏睡中醒了过来 实际上 他并没有昏过去 他砸自己的那一下 是很有讲究的 直直地砸自己脑门 有可能把自己砸成一个傻子 甚至可能危及性命 但是只要斜着来 用点力气的话 一般结果 都是划破皮肤 多留一点血而已 只能算是皮外伤 他为了流血 还刻意用椅子的尖锐部位 在脑门上划出了一道长长的口子 因此才会流了一地鲜血 以至于那位孙靖进宫里回话的时候 说了一句生死不知 其实所有的动物 包括人类 伤害自己的时候 都是需要莫大勇气的 如果不是那个李纯彻底激怒了李信 他也不会去砸自己脑门 他当时实在是没有办法了 只能用这种极端的方式 去报复平南侯府 除此之外 以李信现在的资本 没有任何办法 能够伤害到那个平南侯府的小侯爷 从宁翠楼被那位周成背出来之后 李信被背进了一家医馆里 大夫简单检查了一下李信的伤势 摇头叹了口气 简单帮着李信清洗了伤口 撒了些金疮药上去 简单包扎了一番 又开了些补气血的药 这个时代 没有后世的那些仪器 一般是很难分辨伤着的受伤程度的 比如说李信这种 满头满脸都是鲜血 模样颇为害人 大夫见了 自然不会说 他伤得很轻 而且这个时代 没有后世的缝针技术 靠自己的愈合能力慢慢复原 因此 大夫的治疗方法 总体上都是差不多的 后来 孙静领着太医来给李信治伤的时候 办法也是差不多的 如果非要说有什么差别 那就是 敷在伤口上的药 可能不太一样 太医与医管的大夫一起 围着李信处理的半天 因为他有些困乏 就干脆闭上眼睛睡了一觉 等到天色黑了下来的时候 他才悠悠醒转 睁开眼睛 偷偷看了看守在旁边的周成 轻轻咳嗽了一声 守在旁边的周成和孙静听到动静 心中一喜 连忙来到了李信身边 尝出了一口气 李公子 你可终于醒了 他们两个人 是奉了上命保护李信的 李信如果有什么三长两短 他们两个回了那位营 都是要吃罪责的 现在李信醒了过来 也就是说 不会有什么大事 他跟孙静 就算有责任 也不会被罚得太重 李信装模作样的四处看了看 开口道 两位 大哥 这里是哪里 周成开口道 这里是南世界的正式医馆 李公子白日里 与人争斗 不小心伤着了 我便带着李公子 来这里治伤 李信昏迷虽然是装的 但是他脑门上的伤口 却是正儿八经的 此时动弹的时候 还会隐隐传开疼痛 李信皱了皱眉头 勉强坐了起来 对着周成点了点头 多谢这位大哥了 周成连连摇头 李公子 我等本是奉了陛下之命 暗中保护公子 是我二人保护不力 让公子伤成了这个样子 公子 不要怪罪我等才是 李信装出一副 差异的样子 把这件事前后问了一遍 才做出一副了然的样子 对着这两个那位低头道 两位大哥 在下已经出来一天了 家中还有一个幼美 一个长辈 能否劳烦两位大哥 把在下送回大通方去 两个汉子看了一眼 李信的额头 话比较多一些的孙静 开口轻声道 李公子 下午的时候 太医来看过你的伤势了 他说 你虽然伤得不重 但是最好不要到处走动 你就安心在这里静养 至于大通方那边 我们兄弟去通知就是了 李信微微摇头 两位大哥 家中老幼出来京城 我不在家里 连个给他们弄饭食的人都没有 还请两位大哥帮帮忙 在下这点伤势 不碍事的 他自己的伤口 自己是清楚的 他头上的伤 也就是算比较严重的皮肉伤而已 最多就是失血多了一些 休息个四五天 就调养回来了 周诚跟孙静两个人对视了一眼 然后微微点了点头 开口道 那也成 我们兄弟去给公子 叫一顶轿子来 李信艰难地点了点头 劳烦二位了 过了小半个时辰之后 一顶轿子从正十一管出发 朝着大通方方向走去 本来这个时候 京城里已经宵禁了 大街上是不许走动的 但是兄弟两个都是内卫的人 亮出内卫的牌子 自然可以在京城里畅通无阻 走了一个时辰左右 轿子在李信租住的院子门口停了下来 跟在轿子旁边的兄弟二人 架着李信的胳膊 把李信从轿子上抬了下来 院子的门还是锁着的 李信从怀里摸索出了一把钥匙 让周成帮着打开院门 这个时候已经是大半夜 本来麦她妞这个时候 早已经睡了 可是李信没有回来 这个丫头就一直等在房间里面 听到院子门口有动静之后 小丫头立刻穿着棉鞋跑了出来 然后她就看到了 头上裹着白布的李信 小丫头泪水一下子涌了上来 她甚至没看到 李信旁边的两个大汉 直接上前拉着李信的衣袖 哥哥 你怎么了 李信伸手摸了摸她的头发 笑呵呵地说道 无事 走在大街上跌了一跤 幸亏这两个大哥送我回来 去给两个大哥倒杯茶 小丫头擦了擦眼泪 点头正要去屋里倒茶 周成和孙静两个人 都是连连摇头 开口道 公子 夜深了 我们兄弟就不打扰了 您在家里好生养伤 等这件事 有了一个结果之后 再出门不迟 说着 周成蹲下身子 把两包药 递在小丫头手里 小姑娘 这是治伤的药 左边的内服 右边的外服 你先拿着 麦探妞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 把两包药接了过来 抱在怀里 给完药之后 周成站了起来 对着李信微微弯腰 李公子 今日是我们兄弟保护不力 累你受了伤 这里给公子赔个不是 李信缓缓摇头 微笑道 今日若非两位大哥 在下都不知道能否活着回来 等在下身子好些了 请两位大哥吃上一顿 周成和孙静 都是连连摇头 两个人肩并肩 退出了李信的院子 两个人走远了之后 李信不负刚才虚弱的样子 她蹲在麦探妞身边 伸手揉了揉她的头发 逆着眼睛说道 今天吃饭了没有 平日里都是李信 给祖孙两个做饭 今天她一天没有回来 不知道这两个人 吃饭了没有 小丫头没有回答 李信的问题 她看了一眼 李信头上的伤 小心翼翼地问道 哥 有人打你了吗 李信微笑道 放心 都过去了 估计你饭也没有吃 哥哥去给你弄点吃的 李信站了起来 朝着厨房走去 她头上的伤 远没有看起来那么严重 在这件事情之前 李信与平南侯府 从来都没有正面接触过 充其量也只能算是 间接接触过 但是这一次 是李信第一次 与平南侯正面碰撞 并且以自己微薄的力量 借力打力 巧妙地碰您了 代价 是她的脑袋 被开了一道口子 不过这都是 无关紧要的事情 如果是常人 在李信这个位置上 别说是受点伤 就算是死了 也未必能够动摇到平南侯府 李信能够做到这种地步 已经是难能可贵了 不过李信能做的 也就仅此而已了 这件事 她只能起个头 后续如何发展 结果又是什么 都不是她这个树人 能够掌控的 如果李信不经过七公子那边 她甚至连知道 结果的资格也不配有 在房间里休息了一晚上之后 李信额头上的疼痛 已经慢慢减缓 由于失血过多的原因 她头脑微微有些昏沉 躺在床上懒得动弹 麦太妞 虽然做不出什么像样的饭食 但是简单的米粥 还是会弄得 小丫头一大早 就一个人在厨房里忙活开了 给麦探温还有李信 一人端了一碗稠稠的米粥 李信勉强从床上坐了起来 双手捧着米粥喝了起来 她才喝了一半 就听到院子门口 有敲门的声音 李信停下了喝粥的动作 对着蹲在她床边的麦探妞 轻声道 去看一下 如果来过咱们家的 就给她开门让她进来 如果没有来过 就不要开门 回来告诉我 现在的情况来看 京城里不管是任何人 一时半会之间 都不敢再对自己下手了 可是万事总有意外 因此 李信还是长了个心眼 让小丫头帮着注意一点 目前 跟李信相对友好的几个人 七公子 周成 孙静等人 都是来过这个小院子的 小丫头也都认得 这些人过来 自然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如果是别人来 李信就要下床亲自处理了 小丫头点了点头 随即跑了出去 她用一只眼睛 透过门缝看了看 发现门口的人自己认得 于是点着脚打开门栓 放了门口的人进来 门口那人进来之后 随手关上了房门 笑呵呵对着麦太妞说道 你哥哥呢 麦太妞抬头看了那人一眼 然后低声道 哥哥他 伤着了 在屋里头养伤了 来人点了点头 跟在小丫头的身后 走进了李信的房间 李信此时已经躺回了床上 偷偷看了一眼来人是谁之后 她双手用力撑着 让自己坐了起来 坐起来之后 李信对着来人勉强一笑 七公子怎么亲自来了 就在前两天 这位七公子还亲口说 他不方便再跟李信接触 短短两天之后 这个来历神秘的七公子 居然亲自上门来了 一身青涩衣上的七公子 自顾自的在房间里 找了个凳子坐了下来 他先是抬头看了一眼 李信头上的伤 然后淡然回答道 那位间的人撤了 现在宫里派来保护你的人 是天目间的精锐 本公子在天目间里还有些人脉 不怕他们去陛下面前告状 天目间这个名字 李信还是第一次听说 不过他虽然不知道 这个天目间到底是干什么的 但是听名字 也可以猜出个大概 应该是个充当天字耳目的机构 这个七公子 显然在天目间里 是有一股自己的势力的 那么自己当初那份大字报 能够顺利送到天子手里 也就不那么稀奇了 能在天子直属的机构里 埋下自己的势力 这位七公子的本事 在李信心里又上了一个等级 七公子坐了下来 双手拢进了衣袖里 对着李信轻声道 你头上的伤 无碍 李信摇了摇头 伤得不重 休息几天 也就没什么大事了 七公子似笑非笑地 看了李信一眼 轻声道 那位平南侯府的小侯爷 可被你害惨了 他昨天晚上 在宫门口跪了大半夜 一直到三更天的时候 陛下才见他 当时这位小侯爷 几乎已经冻得昏死过去了 寒冬腊月 是可以活活冻死人的 平日里就算是待在家中 也是寒冷难耐 更何况是跪在空旷的宫门口 昨天晚上 那个身强体壮的平南侯府小侯爷 差点没能经受得住 险些就倒在了宫门门口 李信文言 心中畅快了一些 他放下手里的周婉 开口道 然后呢 让李纯罚贵 只是天子要摆一摆架子而已 这件事既然已经出了 天子也过问了 这件事 就必然会有一个结果出来 李信问的 就是这个结果 七公子脸上的笑意僵住了 他摇了摇头 轻声道 平南侯府在这件事中 是犯了忌讳的 这件事 放在京城里任何一个权贵家中 都有可能引来陛下的雷霆之怒 但是平南侯府却不会 李信捧起旁边的周婉 低头喝了一口 这一点在下已经想到了 七公子轻声开口道 今天早上 李纯被陛下编了四十编子 赶出了皇宫 勒令他禁足半年 半年之内 不许踏出平南侯府半步 说到这里 七公子就没有再继续说下去了 李信微微皱了皱眉头 就这些 就这些 七公子肯定地点了点头 然后继续说道 这件事 平南侯府虽然做了错事 但是他们补救得很好 只能到此为止了 不过平南侯府如果懂事的话 这会儿应该再准备探望你的路上 八成还要给你赔个不是 说到这里 七公子眯了眯眼睛 微笑道 到时候 那位平南侯府的御夫人 说不定会赔上一大笔汤药费 你这伤可受得不冤枉 李信低着头 轻声道 在下只是一个无力反抗的弱者 谁也没有得罪 就被那位平南侯府的小侯爷 不分青红皂白地打成了这个样子 少装了 七公子毫不客气地打断了李信的话 似笑非笑地看着说道 按照昨晚上宫里传出来的说法 平南侯府的小侯爷 在陛下面前泪流满面 哭诉着说你头上的伤 是你自己砸的 胡说八道 李信毫不犹豫地摇头否决 这个世界上 哪有人会自己打自己 这平南侯府的人当真 不要一点脸面了 在下都成了这个样子 他们还能想出 这么不要脸的理由污蔑在下 替自己开脱 七公子一脸古怪 呵呵笑道 平南侯府的两个家将 也一口咬死了 是你自己动的手 七公子也说了 他们是平南侯府的家将了 这两个人说的话 又岂能当真 说到这里 李信义愤填膺 狠狠握拳 如若平南侯府的人 再这么污蔑在下 在下便要写识明智了 七公子脸色变得古怪了起来 他自然知道 李信所谓的写识是什么 这活又想去贴大字报了 关于宁翠楼的事情 无论如何 都是要死守秘密的 哪怕京城里所有人都知道了 是李信自己动手打的自己 李信自己也绝对不能承认这件事情 否则这件事的性质 就会变成了他这个卑鄙小人 蓄意构陷平南侯府的小侯爷 而只要他咬死了这件事不改口 就算别人都猜到了这件事的真相 也没有人能说他什么 大家说不定还会在背地里 夸他有手段 对于李信的回答 七公子也只是微微一笑 并没有继续追问下去 他双手插在宽大的袖子里 坐在李信床边淡淡地看向李信 以后有什么打算 李信脸上的笑意收敛了一些 轻声回应道 在下一个庶人 亦没有出身 而没有公民 做不成什么事情的 以后只想在京城里好好过日子 没有什么别的想法 七公子呵呵一笑 你这个想法 在昨天以前还能实现 平南侯府 最多也就是把你赶出京城 了不起你到外地去 也能好好地过活 可是现在已经晚了 你彻底得罪了平南侯府 等这件事情的风头过去了 就算你逃出京城 也未必能够 逃出平南侯府的首掌心 平南侯府两代平南侯 都在南疆掌兵 军中一些精锐士族 从军中退下来之后 没有了去处 就被平南侯府 当作不取家 将收留了下来 一方面帮着平南侯府 打理田产 另一方面也算是 冲作平南侯府的家丁 按照朝廷编制 平南侯府 最多可以有一千个不取 算是平南侯府的私兵 这些不取们 大部分都是从战场上退下来的 说一句杀人不眨眼 都是委屈他们了 如七公子所说 这一次 李姓彻底跟平南侯府撕破了脸 等这件事的风头过去 平南侯府随便派几个不取 过来杀了李姓 然后再去官府投案 以命偿命 那些不取绝对眼睛都不眨一下 就会提刀来杀了李姓 这些都是显而易见的事情 即便七公子不说 李姓也是想得到的 李姓伴坐在床上 抬头看向七公子 低声道 七公子的意思是 七公子微微一笑 李姓 原来本公子只是以为 你有些小聪明而已 经过宁脆楼的事情之后 本公子才发现 你不仅聪明 而且很有手段 聪明跟手段是两码事 会用手段的人一般都很聪明 但是聪明的人 未必就用得来手段 七公子声音低了下来 所以 我想要你帮我做事 李姓目光凝重了起来 七公子 是 七公子微微一笑 李姓你是个聪明人 应该一早就猜出了我的身份 我是当今天子第七子 大镜七皇子姬温 如果是普通人叫这个名字 李姓多半会用 积温的谐音吐槽两句 但是当一个皇子 在他面前表露了身份 李姓却无论如何也笑不出来 他用双手撑着床榻 就要起身给七公子行礼 但是七公子伸手 对着他摆了摆手 你不用这么拘脸 你我说话 还像以前一样就是了 说到这里 这位七皇子 目光炽热 李姓 你可愿意帮我 李姓咳嗽了一声 低头开口道 殿下 在下不过是一介庶民 一无权柄 二无出身 恐帮不了殿下什么 七皇子呵呵一笑 你有这一身本事就够了 李姓 你若愿意辅佐于姑 日后姑顺利继承大宝 你便是姑的平南侯 平南侯李姓 在朝堂之中的武将里头 可以说是数一数二的存在 如果只论皇帝的宠幸 李姓甚至可以在 满朝文武之中位列第一 这位七皇子 能够说出这种话 就说明 他把李姓看得很重 李姓沉思了片刻之后 迪梅道 殿下 在下刚进京城 对京城种种都还不太熟悉 且容在下考虑一段时间 再给殿下答复如何 夺迪是王朝时代 投资回报最大 风险同样也是最大的事情 现在李姓 对于皇家的情况 几乎可以说是一无所知 他甚至不知道 这位七公子 一共有多少个兄弟 皇帝现在的身体怎么样 整个京城的上层 对于李姓来说 就是两眼一抹黑 在这种情况下 他不可能贸然答应 导向这位七皇子 姬温也不生气 只是淡淡地点了点头 低头微笑道 既然如此 你就在家里好好养伤 顺便也仔细考虑 考虑这件事情 不过你时间不多 等平南侯府的人 下手杀你的时候 可就太迟了 说着 七公子副手 离开了李姓的房间 李姓坐在床上 并没有起身相送 他现在的身份 是一个出身永州的平民 没有公民 没有出身 甚至连一个近身之阶都没有 现在七皇子 向他伸出了橄榄枝 甚至给了李姓 一个对平南侯府 报仇的大好机会 按照道理来说 李姓应该毫不犹豫地 那头变败才是 可是 李姓却没有急着 答应这个七皇子 在不了解情况的前提下 贸然涉足进夺敌之争里头 那就只有死路一条 李姓躲在房间里 思考这个问题 从七公子离去 一直想到了中午时分 临近中午的时候 他从床上爬了起来 准备去厨房去弄点饭 但是此时的房门口 又传来了一阵敲门声 李姓透过门缝看了看 发现院子门口 站着一个美妇人 还有一群穷凶极恶的家将 李姓心中微微一动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门口站着的这些人 应该就是七公子口里的御夫人 还有平南侯府的一众家将 七公子说得不错 平南侯府的人 果然来与自己陪礼来了 想到这里 李姓跟麦太妞招呼了一声 示意她去开门 而李姓自己 则是躲在了床上 装出一副重伤垂死的模样 过了片刻之后 麦太妞点着脚尖打开了门栓 把院子门口的御夫人带了进来 此时的御夫人 不复从前那样雍容华贵 她的头发有些散乱 脸色也有些不太好看了 她缓步走到李姓面前 仔细打量了一遍李姓 然后开口微笑 莫妆了 我派人去正式医馆 问过了 那里的大夫说 你头上的伤只是皮肉伤 不至于像你现在这样 一副行将就木的样子 李姓也知道自己的表演有些过头了 她缓缓睁开眼睛 重新坐了起来 请问这位夫人是 御夫人脸色平静 我是平南侯府主母李正式 昨天白日里 犬子无知 伤着了公子 现在特意来给公子道个歉 赔个不是 希望咱们能够化干 各位御伯 御夫人这番话 说得面无表情 李姓半躺在床上 毫不客气地打断了 这位平南侯府夫人的话 李夫人 多余的话在下就不想多说了 这件事到这里 也应该告一段落 只是在下被贵公子伤到 现在卧床不起 贵府是不是应当 给在下一些赔偿才是 御夫人缓缓地吐了一口气 公子要什么 李姓眯着眼睛呵呵一笑 自然是要钱了 至于多少 在下是乡下来的 没有见过世面 侯府看着给就是了 说到这里 李姓笑眯眯地补充了一句 如果侯府赔偿的数目 不让在下满意 在下就去买条麻绳 趁着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 吊死在侯府门口 李姓说的这话 并不完全是一句俏皮话 因为他话里的内容 是完全可能对平南侯府 造成致命打击的 这一次 平南侯府小侯爷李纯的行为 已经让承德皇帝颇为恼火 尽管他面圣解释了一遍 承德皇帝也依旧没有信他 不然这一顿鞭子 也就不会打下来 凡事可一可二不可再三 如果在这个当口 李姓真死在了平南侯府门口 那么 平南侯府就会迎来 承德皇帝的雷霆之怒 到时候 这个侯府虽然未必会灭门 但是必然遭到重创 甚至会就此 在朝堂之上一蹶不振 御夫人站在原地 认认真真的看了一眼 这个卧病在床的少年人 舅公一起上平南侯府认亲的时候 御夫人是见过他的 当时的李姓 还是一副畏畏缩缩的模样 完完全全就是个 不曾见过世面的少年模样 现在短短大半个月时间 这个少年人 竟然像是脱胎换骨了一般 让御夫人都有些触摸不透了 他不说话 李姓也就不说话 过了片刻之后 这位平南侯府的御夫人终于开口 他看着李姓的面孔 轻声开口 不管你是不是侯爷的儿子 当初我让人 把你赶出侯府 都有欠妥当了 这位御夫人左右打量了一眼李姓住的房子 轻声开口道 你这个住处 也太不像样了一些 这样吧 你同我回侯府 我来给你安排一个住处 你就在侯府里头 安心住下了养伤 等侯爷回京 认了你这个儿子 你便认祖归宗 成为我平南侯府的二公子 如果侯爷不认 我也可以认你做一个干儿子 以后在京城里 也给你安排一个迎圣 今日的院队 远烟消云散 如何 御夫人说出这话 就是切切实实地 想跟这个少年人 化干戈为玉伯 经过大字报事件 和这一次的事情之后 这位平南侯府的正牌夫人 才发现了 面前这个少年人的可怕之处 如果没有必要 她不想结下这个仇 即便让李姓认祖归宗 她在平南侯府里 也只是一个身份低微的数字 不可能与自己的儿子 争夺家产爵位 李姓眯着眼睛笑了笑 开口道 实不相瞒 在下只是永州来的一个小人物 与侯府并没有血亲 当日出来京城 没有一个笨处 就想着找一个大户人家 冒充一个儿子 凑巧听闻了 平南侯府的侯爷没在家 就硬着头皮去侯府冒充去了 没想到没能瞒得过夫人慧眼 还是给侯府的人赶了出来 玉夫人不自然地笑了笑 你曾经拿出来的那块 写着肾字的玉牌 确实是侯爷的东西 那个东西 是赵俊李氏的族牌 族中男子人手一块 李姓淡然一笑 原来李夫人 是说那块牌子 那块牌子东西 是我在路边捡的 想着 拿到侯府去骗一骗人 后来没能瞒得过去 在下以为是一块赝品 就随手丢在路边了 直到现在 李姓才知道 那块刻着肾字的玉牌 究竟是个什么东西 她虽然不准备回到平南侯府 但是那块玉牌 她是始终留着的 为的 就是有朝一日 等她有能力站到那个扎爹面前的时候 再用这个证据 去当面讨一个说法 李姓说的话 玉夫人显然是不幸的 这位平南侯府的夫人 深呼吸了一口气 最后看了一眼李姓 开口道 罢了 你怎么选择 是你自己的事情 这一次 是这个平南侯府的玉夫人 主动向李姓释放善意 但是却被李姓毫不犹豫地拒绝了 这个女人 在前不久的时候 还亲自派人烧了她的房子 这一点 李姓也半点也不敢忘 看着玉夫人转身而去 李姓勉强从床上坐了起来 对着玉夫人的背影大声道 李夫人 莫要忘了在下的赔偿 否则在下真的会大半夜 吊死在侯府门口的 已经走到院子里的玉夫人 身子颤了颤 被身后的这个少年 人气得不轻 她平宿里在京城 也算是一个颇有手段的女人 哪怕平南侯不在京城 平时也没有人敢 欺负到平南侯府头上 京城里那么多达官贵人 她都应付得来 可是现在面对一个 十几岁的少年人 玉夫人心中 居然生出了一股无力感 不过 这段时间里 平南侯府不得不避府 躲一躲风头了 更不能再闹出什么事情出来 李姓这句威胁 她还真不能当一句笑话来听 等到这位平南侯府的 夫人走远之后 李姓才慢慢悠悠地 从床上坐了起来 她头上的伤 只是皮肉伤 并不影响她的行动 刚才之所以窝在床上 只是为了装个样子 装给那个平南侯府的 夫人看而已 现在玉夫人走远了 她自然没有必要 再窝在床上 李姓坐在房间里的桌子旁边 给自己倒了杯茶 然后缓缓闭上眼睛 把这几天发生的事情 在脑海里过了一遍 现在李姓要解决的问题 并不是平南侯府了 平南侯府经过这件事情之后 最起码两三个月 不会再有什么动静 现在摆在李姓面前 最大的问题 是那位突然亮出身份的七公子 面对夺敌之争 一定要慎重 因为一不小心站错了队 那就是必死的局面 那位七公子 虽然对李姓不错 但是李姓对这个七皇子 却是一无所知 她不知道 这个七皇子 手里有什么底牌 有几成胜算 她甚至不知道 这个朝堂的局势 是一个什么样子的 所以她没有立刻答应 那位七皇子 可是这件事 不能一直拖下去 她总是要给七皇子 一个答复的 老实来说 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 如果真能帮着 这个七皇子坐上龙椅 那么李姓 就可以借着前底的功劳 一举成为站得最高的几个人 到了那个时候 李姓就可以平视 甚至俯视平南侯府 可是 这条路无疑是艰险无比的 在对朝堂丝毫不了解的情况下 李姓不愿意轻而易举地下主 毕竟这个赌局 是要用性命下主的 就在她蹲在屋子里思考的时候 小院子的院门 被再一次敲响 李姓亲自起身 去打开了院门 院子门口 站着一个身材高挑的明艳少妇 李姓对着这个少妇笑了笑 开口道 崔姐姐今日怎么得空离开得意楼 到小弟这里来了 崔九娘迈步走进院子 左右打亮了一眼李姓居住的院子 然后对着李姓微微一笑 小郎君 姐姐这一次 是奉了公子的命令 来给小郎君送气书的 李姓皱了皱眉头 什么气书 崔九娘从衣袖里取出几张 写满了自己的宣纸 递在李姓面前 温婉一笑 小郎君 这是有关德义楼的气说 你只要签个字 以后德义楼一成的肝骨 就是小郎君的了 李姓微微皱眉 看了崔九娘一眼 那小弟要付出何种代价呢 崔九娘微笑道 这是公子给小郎君的诚意 小郎君只管收下旧事 不需要任何代价 德义楼 是整个秦淮河畔最大的一家青楼 青楼这个行业 名字虽然不太好听 但是却是数一数二的暴力行业 这个时代 没有石油之类的行当 整个京城里头 除了钱庄之外 恐怕就属 这青楼最为挣钱了 七皇子积温 乃是皇子之身 何等贵重 连他也偷偷在秦淮河边 开了这么一家青楼 足见这个行业的暴力 事实上 那位七皇子近几年的活动经费 很大一部分 是这座日进斗金的德义楼 给他提供的 现如今 他能够拿出 一城德义楼交给李姓 足见他在李姓身上下了血本 李姓眨了眨眼睛 看了一眼崔九娘 崔姐姐 这个天底下 就没有标付代价的东西 小弟年纪虽然小了一些 但是这个道理还是明白的 崔九娘虽然是替七公子 经营青楼 但是这个女子身上 并没有什么风尘味道 一眼望去 反倒是像一个豪门贵妇人一样 雍容华贵 她坐在李姓房间的椅子上 淡淡地看了李姓一眼 小郎君 你是顶尖的聪明人 应该能够看得明白 此时你是没有多少拒绝的余地的 否则就算公子他不介意 平南侯府的人 也不能放过你 李姓起身 亲自给崔九娘倒了一杯茶 在她刚来到这个世界 一不避体食不果腹的时候 是面前的这个女人 给了她一条活路 这是一份不小的恩德 因此 李姓对于崔九娘 还是很客气的 崔姐姐是来做说客的 崔九娘脸上挂着淡淡地微笑 小郎君说是就是吧 不过一奴家看来 小郎君现如今在京城里头 也只有我家公子这一条门路可以走了 否则你没有近身之间 将来迟早要死在平南侯府手里 李姓眯着眼睛笑了笑 崔姐姐 实不相瞒 方才平南侯府的那位御夫人 曾经来看过小弟 她还让小弟搬回平南侯府去住 说是要我去做平南侯府的二公子呢 你不会去的 崔九娘面色平静 你心里很清楚 如果你真的住进了平南侯府里 就再也没有一点反抗的能力了 哪怕是有一天死在平南侯府里 整个京城也不会有人知道半点消息 崔九娘说得很不错 御夫人之所以邀请李姓 住进平南侯府里 绝对不会是突发善心 一旦李姓真的住进了平南侯府里 那才真是生死操之人手 要是被人在府里一刀捅死了 连一生救命都叫不出来 李姓沉默了下来 事到如今 摆在她面前的 貌似真的就只有七公子这么一条路了 过了片刻之后 她轻轻把面前的气书推了回去 轻声道 崔姐姐 七公子带我有恩 如果有什么帮得到的地方 小弟自然亦不容辞 这得一楼是家大业大 小弟无功不受禄 请姐姐带回去吧 李姓这句话的意思是 她可以与七公子 暂时站在一个阵线上 却不能陷进去太深 如果她签下这份气书 人情纠葛之下 李姓与这个了解不深的七公子 以后就再也撇不清关系了 崔九娘看了李姓一眼 然后把气书收进了袖子里 开口笑道 李姓面色严肃了下来 崔姐姐与小弟有恩 小弟就跟姐姐说一句心理话 小弟出来京城 真正住进城里 也就四五天的时间 对于京城里的方方面面 可以说是一无所知 对于未知的东西 小弟从来不敢贸然踏足 崔九娘捧起李姓给她倒的茶水 微笑道 小郎君怕死 自然是怕的 这个世上无人不怕死 李姓轻声笑道 其实也没有到死不死的这么严重 只是这件事 关乎到小弟的下半辈子 不得不慎重一些而已 如姐姐所说 小弟在京城里没有什么选择的余地 七公子也用不着心急 请姐姐回去告诉七公子 小弟需要一些时间 九娘缓缓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对着李姓行李道 小郎君刚受了伤 的确不应该在这个时候 跟小郎君说这些事 等小郎君伤好了 咱们再细说不迟 说到这里 九娘顿了顿 继续笑道 至于这份气书 小郎君签不签都是一样的 以后每个月月底 得一楼的收入 都会给小郎君送过来一成 他缓步 走到李姓房间的门口 突然想起了什么 然后回到李姓床边 轻声道 至于小郎君担心的事情 奴家在这里 倒是可以跟小郎君透露一些 我家公子在朝堂之上的势力 可以在诸皇子之中 排进前三 李姓缓缓吐出了一口气 他这个身子 不过是一个15岁的少年人 既没有功绩 也没有什么资本 怎么这个七皇子 居然拿出了三股茅庐的架势 不过对于九娘说的话 李姓心里多少是有些不屑的 皇子夺敌 除非真闹到兵变的程度 否则跟自己有多大势力 是没什么太大的关系的 最重要的是 圣心如何 圣心不在你身上 你手里就是有再大的势力 最终也只能闹到兵变的程度 而兵变的成功率 是很低的 李二诸四那种 是因为他们 本身就是带兵的大将出身 手里都是有兵权的 反观七皇子那个样子 半点也不像是一个将军 李姓对着九娘点了点头 轻声道 姐姐说的话 小弟都记在心里了 无论如何 一定尽快给七公子一个答复 崔九娘微笑点头 偏然转身离去 李姓起身 把他送到了门口 出了李姓住的院子之后 九娘上了一个马车 从一个偏僻的街巷 回到了德义楼 在德义楼的顶楼雅间里 九娘轻轻跪坐了下来 对着主位上那个年轻公子低头道 公子 奴家回来了 七公子放下手里的酒杯 开口道 他怎么说 九娘缓缓摇头 这个少年人 虽然对公子颇为感激 但是不愿意彻底倒向公子 连德义楼的气书也不愿意签 这位大敬的七皇子 缓缓点了点头 沉声道 这个平南侯的私生子 心思缜密 做事也颇有章法 难得的是在这个时候 还这么冷静 将来必然是个人物 崔九娘给七公子 重新倒了一杯酒 开口道 公子 奴家有一事不解 七皇子积温低头抿了一口酒 微笑道 你是想问 为何这般看中这个李姓 崔九娘轻轻点头 这个少年人 虽然有些本事 而且颇为聪慧 但是似乎不值当公子这般 七公子缓缓摇头 眯了眯眼睛 妇人之见 目光短浅 李姓这个人 虽然不是特别关键 但是他的身份却是大有可为 他是平南侯的私生子 将来借着这个作文章 咱们便大有视为的空间 说到这里 这个七皇子 仰头把杯中酒一饮而尽 伸手把美艳无比的崔九娘揽在怀里 呵呵一笑 这平南侯府 可是有兵权的 能在京城里生存下来的人 每个人都不会是什么纯洁的羊羔 这位七皇子 之所以如此看中李姓 自然不会是全然因为理性的能力 他更多的是 看中了李姓这个平南侯府私生子的身份 更确切地说 他是看中了平南侯府手里的兵权 倒不是说他要用这支军队造反 而是平南侯府的那位小侯爷李淳 平日里与朝中另一位皇子走得很近 他想把李姓拉到自己的阵营里 就是想用李姓的身份 来制衡那个平南侯府的小侯爷 不过这些都是后话了 现在李姓和平南侯府的争端 暂时告一段落 从大局上来看 自然是平南侯府一败涂地 被李姓一个平民玩弄在鼓掌之中 可是李姓自己也不好受 在自己的额头上留了一道伤疤 好在伤疤不是很深 而且只有小部分在额头上 大部分都在头发里面 所以不至于很明显 御夫人来陪李之后的第二天 有一个平南侯府的家人 来给李姓递了一个小盒子 小盒子装的是一达票据 都是大通钱装一百贯铜钱的不计名会票 李姓数了数 一共是二十张 也就是说 总共是两千贯钱 这笔钱虽然不是特别多 但是对于目前的李姓来说 已经算得上是一笔横财 毕竟他租住的这个小院子 一个月也才需要两贯钱而已 这两千贯钱 足够让他还有麦探蒙祖孙两个人 在京城里过活很长时间 有了钱 不用卫生计发愁 再加上李姓头上的伤 还没有好利索 接下来的几天 李姓再花了几十贯钱 在市集里买了不少过年的年货 老老实实地 在家里准备过年 时间就这样过去了好几天 转眼间已经到了腊月二十三 由于第二天就是祭拜造神爷的日子 这一天 京城大街上的人已经不算多了 家家户户都在家里 准备第二天的小年 李姓这边也不例外 他从集市上 买了两只肥肥的大公鸡回来 已经亲自下手包洗干净 李姓没有祭神的习惯 因此 他打算亲自解决了这两只鸡 用不着造王爷下手 从他来到这个世界以来 最不习惯的东西 应该就是吃了 最开始的时候 是麦探翁负责饭时 老人家只会弄一些粗粮饼出来 要不就是水煮面糊糊 水煮野菜 在刚来的那几天 李姓能够咬着牙齿下去 纯粹是为了生存 现在他有钱了 自然要改善一下生活 两只鸡的四只鸡腿 被李姓剁了下来 然后打了两个鸡蛋 在旁边备用 等到锅里的油滚废之后 李姓把鸡腿 在蛋液里滚了一下 接着又在面粉里滚了一圈 然后开始在油锅里烹炸 劈啪的声音 在厨房里炸响 正在灶台下面 烧火的麦探妞 伸出头看了一眼李姓 然后又把头缩了回去 他虽然不知道 李姓在做什么 但是经过将近一个月的相处 他们祖孙两个 都已经把李姓当作家人看待 尤其是麦探妞病倒之后 小丫头更是把李姓看作 是自己的仪仗 如果是从前 李姓像这样到半锅游下去 小丫头肯定要急得跳脚 可是现在不管李姓做什么 她都不会质疑什么 不一会儿 油锅里的鸡腿 就变成金黄色 李姓用筷子 把它们夹了出来 然后裹上蛋液 敷上面粉 如此反复几次之后 四根金灿灿的鸡腿 被李姓从油锅里捞了出来 没错 这就是后世的炸鸡腿了 唯一美中不足的是 这个时代没有面包糠那种东西 所以炸出来的鸡腿 跟后世的那种 在形象上有些不大一样 不过在脉象上面 还是大体差不多的 李姓自己抓起了一根 迫不及待地咬了一口 嗯 口感酥脆 味道大致上 跟后世的炸鸡腿 还是差不多的 尤其是撒上胡椒粉之后 李姓满意地点了点头 伸手照顾在旁边 看了许久的小丫头 来 快来尝尝味道 小丫头点了点头 上前 学着记者的模样 用手抓着一只鸡腿 小口咬了一口 就在李姓正 准备问小丫头 好不好吃的时候 一个熟悉的声音 在院子里头响了起来 又做什么好吃的呢 大老远就闻着味了 李姓微微皱眉 是七皇子 李姓的眉头 只是皱了一瞬间 就瞬间舒展开来 然后他脸上挤出了 一个标准的笑脸 从厨房走了出去 对着七公子弯身抱拳道 见过七公子 七公子笑着 把李姓扶了起来 然后自顾自地 往厨房里头钻 看到锅旁边 还剩下的两根鸡腿之后 这个大镜的七皇子 眼前一亮 直接伸手拿了一根 在手上 张口啃了一口 边啃边说 好像 难怪在院子里 就闻到味道了 还好本公子来得及时 不然可就错过了 这么一道美味了 此时这个七皇子 啃得满脸都是油腥 已经丝毫没有一个 天界皇子的形象了 李姓额头上 生出了黑线 这个七公子 还真不把自己当外人了 七公子啃了两口鸡腿之后 大壶好吃 伸手对着厨房门口招了招 小九 快进来 这里还有一只鸡腿 再不进来 可就没了 李姓愕然抬头 这才发现一个 看起来十五六岁左右的少女 站在厨房门口 等七公子说完话之后 这个少女 才慢慢地走进了厨房 拿起了最后一只鸡腿 他这个时候才发现 这位七公子 并不是一个人来的 这丝 先前连吃带拿也就算了 这次竟然带人来吃了 李姓勉强笑了笑 对着七公子问道 公子 这位是 七公子淡然地挥了挥手 轻声笑道 这是本公子身边的侍女 跟了我许多年了 平日在本公子身边伺候 一般不带出府的 这丫头比较贪吃 前番吃了你弄出来的 那个羊肉串之后 非要吵嚷着 要来见一见你 本公子就带他来了 李姓点了点头 没有再说什么 这个七公子 能够在京城里 偷偷摸摸开一间得意楼出来 就代表这人的诚服手段 都到了一定的境界 这种境界的人 不管是做什么事 都不会无敌放食 因为七公子这一句侍女的原因 李姓甚至都没敢抬起头来 看这个少女长什么样子 只是微微低头道 明日就是小年了 公子府上 家里应该有许多事情 要忙碌才是 怎么会有空到在下这里来 是这样 七公子从袖子里 取出了一张紫色的琴帖 递在李姓手里 微笑道 明日小年 我在家里设了个宴 请了京中不少年轻人赴宴 就想把你也喊上 让你也认识认识人 李姓双手接过琴帖 心中颇有些不平静 在权力的上层圈子里 想要吃得开 一个人躲在家里是不现实的 你必须要跟这个圈子里的人有交集 或者说 你得拥有自己的人脉 除此之外 就只有另外一条路 那就是 做一个孤臣 不过做孤臣 需要皇帝的绝对信任 并不是那么好做 也不是人人都做得来的 现在的李姓 就是属于在京城里 毫无人脉的那种人 而七皇子递过来的这张勤简 就是要把自己的人脉 分享一部分给李姓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这张薄薄的勤简 并不比昨天崔九娘递过来的 气书分量轻 甚至还要超过一成的得意楼 李姓没有什么犹豫 把这张做工精致的勤帖 收进了自己的袖子里 然后轻声笑道 多谢殿下看得起 在下明日一定准时赴宴 前面拒绝得意楼 还可以用蜈蚣不受禄来推辞 但是这个勤简如果再推掉 那就是不给这位七皇子面子 李姓并不是不知好歹的人 他在京城里能够是现在这个局势 这位七皇子从中出了不少力气 七皇子积温满意地笑了笑 他一只手握着那只吃了一半的炸鸡腿 另一只手拍了拍李姓的肩膀 李姓 你很不错 整个京城里能够懂得进退的人 便不是很多 而眼前的这个出身永州的少年人 不仅知道进退 还懂得分寸 这让这位大劲的七皇子 很是满意 他一边说 一边又咬了一口李姓弄出来的炸鸡腿 称赞道 还有 你这一手厨艺硬是要得 比起我家里养的那些厨子 可要高明太多了 说到这里 这位七皇子 奇怪地看了一眼李姓 开口问道 据说 你在永州的时候 日子过得并不是很好 怎么弄出来的东西 不是羊肉 就是鸡肉 后世的人因为电视剧的原因 对于古代的生活条件 都多多少少有一些误解 事实上 因为生产力落后的原因 在古时候的绝大多数时期 老百姓都是吃不饱饭的 一个时代能够五成的百姓吃饱饭 那就是天大的盛世了 至于像李姓这种穷苦人家出身的 除了过年的时候 能看到一些游行之外 其余时间常常是一年到头都看不到肉 甚至是一年到头都吃不到细凉 李姓在永州的境遇 七皇子是派人了解过的 所以他才对李姓弄出来的吃食 有些好奇 李姓愣了愣 随即低头微笑道 没有吃过猪肉 总是见过猪跑的 以前在永州的时候 吃不到肉 所以一直在心里想着 等哪天有钱了如何如何 时间长了 就琢磨出了几个法子 没想到弄出来之后 殿下还挺喜欢 对于李姓的说法 七皇子显然是不幸的 不过他也没有追问下去 毕竟每个人心里都或多或少有些秘密 转眼间 一只鸡腿被他吃下了肚 他从怀里取出一张方帕 擦了擦嘴巴之后 对着李姓笑道 这个鸡腿的法子 回头你也得给我写下来 等回府之后 我要让家里的那些下人们也学着做 李姓笑着点了点头 等回就给殿下写下来 两个人正在谈话的时候 跟着七皇子一起过来的少女小九 也吃完了手里的炸鸡腿 他擦了擦满是油渍的手 还有嘴巴 意犹未尽地 看向七皇子 还有吗 他的语气 有些娇憨的味道 李姓这才偷偷瞥了一眼 这个七皇子的侍女 只见这个少女 穿着一身青色的小袄 看起来也就是十五六岁的模样 梳着一头精致的双瓶剂 有刘海垂落下来 乌黑的绣发下面 是一双大大的眼睛 五官也很是大气 是一个标准的美人 不过 李姓只瞥了一眼 就没有继续看下去了 如七公子所说 这个少女是他从小待在身边的侍女 那他就算是七公子的禁鸾 旁人是看不得的 李姓虽然有爱美之心 但是他并不是一个喜欢做死的人 这个时代的治安可差得很 为了一个女人杀人的人到处都是 更可怕的是 这个七皇子 他杀人还不犯法 七皇子美好气地瞪了小九一眼 女儿家的一点规矩也没有 没看到我这正与李公子商议事情吗 怎么就知道吃 小九有些不服气 他瞅了一眼七皇子积温 又看了一眼旁边的李姓 最终有些委屈地说道 人家没有吃饱吗 李姓有些意外地 看了这个小九姑娘一眼 在这个等级森严的时代 一般没有侍女敢跟主子这么说话的 而且七皇子仿佛一点也不生气的样子 这种情况要么就是 这个少女的并不是侍女身份 要么就是七皇子从小就宠着他 以至于他逾越了主仆本分 最终还是李姓打破了这个僵局 他开口微笑道 殿下 小九姑娘 这鸡腿是没有了 两位要是喜欢 改天在下再弄一些 送到殿下府上 今日家里就只剩下一些鸡肉 不嫌弃的话 再下去弄给两位吃 这个时候 是四十正的样子 也就是早上十点左右 七公子与小九 都是吃了早饭过来的 而且 两个人也没准备在李姓这里吃午饭 不过经过刚才那两个炸鸡腿之后 这两个人都是食指大动 不由自主地点了点头 李姓很干脆地 把那两只去了腿的土鸡 剁成鸡块 然后做了一大锅红烧鸡块出来 他的厨艺本来就不错 整整一大锅鸡块 弄的是色香味俱全 尤其是锅里的辣子 让李姓自己也暗中流口水 所谓辣子 就是猪鱼 在辣椒没有传入中国之前 中国主要就是靠猪鱼 蒜 将三样东西 来调制辣味 这一餐饭 七皇子与小九两个人 都吃了整整两大碗饭 最后告辞的时候 扶着墙走出李姓院子 李姓把他们两个 送到了院子门口 七皇子一边摸着 自己鼓鼓的肚皮 一边开口道 李姓 这鸡肉的弄法你 也得写下来 明天来我府上赋宴的时候 一并给我带过来才行 李姓微笑道 行 明日去殿下那里的时候 一定给殿下带过去 七皇子摆了摆手 什么殿下不殿下的 私下里 你叫我公子就是了 李姓微笑不语 以前不知道七皇子的身份 随便叫什么都没有关系 现在身份公开了 称呼什么的 还是要注意一些 李姓可不想因为称呼问题 而给自己带来什么麻烦 一旁穿着青白色小凹的 小九姑娘 伸手拉了拉李姓的袖子 两只眼睛里都是小猩猩 李公子 你跟我回家去好不好 我想吃你做的饭 李姓有些无语的 看向七皇子 七皇子积温脸色一黑 伸手把小九拉了过去 黑着脸说道 说什么疯话 人家做菜只是兴趣 偶一为之而已 哪能天天给你做饭吃 他一边说话 一边拉着小九的衣衫 两个人渐渐远去 李姓目送着两个人离开 嘴角露出了一个微笑 目前可以肯定的是 这两个人 绝不是主仆关系 他从衣袖里取出那张紫色的勤俭 勤俭是木制的 做工很是精致 而且透着一股香味 李姓深呼吸了一口气 打开了这张勤俭 在勤俭的地址上面 赫然写着几个大字 永乐方 魏王府 皇室之中的皇子 到了年纪之后 就不能继续住在宫里 一般是在十五六岁的样子 就会出宫开府 如果不是母族出身特别低的 一般会直接加封亲王 这位七皇子姬温 就被封了魏王 虽然都会出宫开府 但是诸皇子之中的层绩是不同的 有些皇子会被分封到地方上就翻 有些会留在京城里 侍奉在狱前 离开京城的 就代表着 失去了角逐皇位的资格 当京城的天子 子四星龙 一共有十一个儿子 其中最小的两个皇子 还未满十六 不曾出宫 剩下的九个皇子 莫了一个老二 四个皇子出京就翻 只剩下了老大 老三 老四 还有老七四个皇子 留在京城里头 崔九娘跟李姓说 七皇子的势力 在诸皇子之中 可以排进前三 这是一句 真的不能再真的大实话 因为整个京城里头 就只有这么四个皇子而已 不过 这位卫王殿下 在京城里的势力 还是不小的 这一点 从他能够左右宫中的天幕间 就可以看得出来 这位七皇子 能够被封王之后 还留在京城里头 就代表着 他是成德皇帝 心里的皇位候选人之一 因此 他的身边自然围绕了不少拥顿 就拿这一次卫王府的宴会来说 请帖一共发出去了十张左右 都是宴请的年轻人 每一张请柬的主人 都是京城里年轻一代里 有头有脸的人物 通常小年这一天 是要在家里祭造神的 所以 卫王府的宴会设在了中午 不耽误这些人 晚上回家祭神 上午卯时政 理性缓步走进了距离皇宫 最近的永乐坊 这座永乐坊 是京城里最大的一个坊 也是最轻贵的一个坊 就坐落在皇城附近 与皇城之间 仅仅隔着一条护城河而已 整座京城 最少有八成的权力 集中在这永乐坊里 那座平南侯府 也是在这永乐坊里 不似别的街坊那么热闹 永乐坊里倒是颇为安静 临街店面也都是古玩玉器 或者书方瓷器之类的店面 大街上只有一些小丝 还有丫鬟来回往来 偶尔才有一些轿子 和高头大马在行走 理性走在永乐坊的大街上 目光朝着永乐坊的西南边 看了一眼 那里是平南侯府所在的位置 当初另一个理性 与旧公上门认清的时候 就是被那座侯府的家人 给赶了出来 那些家人 不止把他们两个人 赶出了平南侯府 还一路赶出了永乐坊 这段记忆是那一个理性最深刻的一段记忆 直至现在 理性在午夜的时候 这段倒霉孩子的记忆 还会在他脑海里 一遍又一遍播放 理性长长地呼吸了一口气 背负双手 朝着永乐坊的东南方向走去 因为并没有临近中午 所以理性走得并不是很着急 大概五十初的时候 他才来到了永乐坊的卫王府门口 这座卫王府的门帘 是正儿八经的亲王规制 两头巨大的石狮子 坐镇左右 一座珠七大门 显得极为厚重 匾额上 是承得天子遇赐的卫王府 三个惊奇大字 理性穿着一身普通的棉布衣裳 双手拢在衣袖里 朝着王府的大门走去 门口守门的两个卫王府家将 伸手拦住理性 理性从衣袖里取出那一张紫色的木质请柬 轻声道 理性受卫王殿下所请 特来赴宴 这两个家将 显然是被提前通知过的 看到这张请柬之后 神态立刻攻进了不少 他们两个其中一个人 带着理性走到王府的侧门 打开侧门 把理性带了进去 一个宅子的大门 也就是中门 等闲是不会轻易开的 一般情况下 只会开侧门迎接客人 以卫王积温的地位 除非是成的皇帝 或者皇族的长辈到了 否则他都没有必要开中门迎人 就算是那位平南侯理性回京 卫王府的中门 也不一定会打开 对于这些 理性还是明白的 他双手拢袖 跟在这个卫王府家将后面 家将带着 他在这座宅子里 不知道绕了多少个弯 穿过多少道门 最终在一个院子门口停了下来 这个家将对着理性弯身道 李公子 这是我家王爷招待客人的暖阁 今日宴会就设在这里 其他人大多到齐了 您快进去吧 这一场宴会 虽然是写明了午宴 但是卫王殿下亲自下帖 这些受邀者 哪个不是诚惶诚恐 有些人刚过尘时 就在这暖阁里头厚着了 即便有一些自视身份的 四十正之前也都到齐 因此不急不忙的理性 反倒是最后一个道的 理性对着这个家将点了点头 轻声道 多谢 家将连道不敢 弯身退了下去 理性双手仍旧揣在袖子里 夺步走进了这座院子 走过正堂之后 里面是一个二层的建筑 在卫王府侍女的接应下 理性走木楼梯 踏上了二楼 走进了二楼的暖阁里 侍女把她带了进去 然后就合上了房门 暖阁里头 十二个赤童火炉 把房间里头烧得温暖如春 理性在房间里扫了一眼 发现暖阁里摆放了十几个矮桌 有八九个年轻人 每个人跪坐在一个矮桌面前 矮桌上摆放了一些精致的 点心糕点之类的东西 此时午宴还没有正式开始 作为正主的卫王殿下 都没有在场 这些受邀而来的年轻人 就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 互相攀谈 他们都是京城里的贵公子 彼此之间大多互相认识 偶有不认识的 旁边的人介绍一下各自的长辈 大家谈笑几句 也就都认识了 唯独理性 既不认得别人 别人也不认得他 自然就无人机会 理性也乐得清闲 他干脆找了一个最不起眼的位置 自顾自地坐了下来 理性刚一落座 就有几个人的目光落在了他身上 这些目光肆无忌惮地打量着理性 都在思考这个穿着棉衣 看起来平平无奇的少年人 是个什么来头 捏了桌子上的几块糕点之后 一个容貌欠力的侍女 款款走了出来 对着暖阁里的这些年轻人微笑道 诸位公子 我家王爷近日得了一个别致的烤肉法子 烤出来的肉香嫩爽口 今日特意邀请诸位公子来 品尝品尝 说吧 这个侍女轻轻拍了拍手 一个个丫鬟从暖阁门口走了进来 这些人 丫鬟手里都抱着一个碳盆 盆里是烧得通红的烛碳 十几个碳盆 被摆放在十几个矮桌上 碳盆放下之后 又进来十来个丫鬟 把一盘盘肉串摆在众人面前 那个扮演者主持人角色的侍女微笑道 这就是我家王爷近来得的法子 这羊肉串成一串 在竹炭上制烤熟了之后 别有一番味道 各位公子不妨试一试 李信有些无语 这个七皇子 还真有些想法 居然让他们这些人 组团烤串 他摇了摇头 刚准备给自己烤上两串尝尝味道 然后回头发现 那个给自己端肉串上来的丫鬟 并没有离开 而是直接坐在了自己身边 对着自己甜甜一笑 李公子 咱们又见面了 历来贵族集会 就没有让这些贵公子们 亲自动手的理由 李信刚才还在好奇 魏王府为什么会让这些人 亲自动手烤串 当他看到旁边坐着的这个侍女之后 一切都明白了 李信对着这个侍女眨了眨眼睛 苦笑了一声 九姑娘 这个侍女 就是昨日李 与七皇子一起到他家里做客的小九 一天时间不见 这个小九换了一个发型 换上了魏王府的侍女衣裳 李信一时半会 都没有注意到他 按照昨日的情况来看 这个小九的身份应该很不简单 至少不会只是七皇子的侍女那么简单 小九对着李信眨了眨眼睛 一脸认真的说道 李公子 昨天我跟殿下回来之后 让府上的人按照你写的法子 砸了一些鸡腿 可是怎么都没有你弄出来的那么好吃 吃 本来是一个很轻松的话题 可是这个小姑娘 一脸严肃的模样 让李信颇有些不习惯 小九姑娘 指了指桌子上的羊肉串 一本正经地说道 所以我就想试一试 你弄出来的羊肉串 是不是也跟魏王府上的不一样 此时的小九姑娘 表情十分严肃 语气也十分严肃 仿佛她跟李信说的 并不是一些吃食 而是足以决定万千生命性命的家国大事 李信有些无语地看着这个丫头 她也是一个爱吃的吃货 不然也不会学做了这么多小吃 不过她的吃货程度 比起面前的这个九姑娘 显然要低了不止一个等级 终于 李信在小九姑娘 近乎虔诚的目光下屈服了 她拿起矮桌上的羊肉串 往肉串上淋了一些麻油 然后开始在炭火上翻腾 李信咳嗽了一声 轻声道 小九姑娘 烤串的时候转一下 要掌握好烤的时间 不能不熟 也不能太久 烤时间长了 就会影响口感 她一边烤肉 一边跟旁边的小九姑娘 说着一些大概的要点 小九姑娘聚精会神地听着 不时点头 没过多久 李信弄好了两三串 放在了小九姑娘身边 小姑娘也不客气 拿起一根就放进嘴里 好吃 满嘴都是油的小姑娘 发出了由衷的称赞 李信微微一笑 又弄了三根烤串 放在了炭火上 旁边矮桌上 一个穿着赤色锦衣的贵公子 正在笨桌地烤着羊肉串 一边烤 一边朝着李信这边瞥了一眼 猛然看到李信身边 坐着一个容貌欠力的小女孩 而自己身边却没有 心里不游有些不舒服 开口说道 这位朋友 这是魏王府的丫鬟 你莫非有什么想法不成 李信转头 对着这个贵公子点头示意 然后轻笑道 几串烤肉而已 不敢有什么想法 笑话 这个吃货小姑娘 很有可能是当朝的公主 李信当然不敢有什么想法 别的不说 就他这个私生子的身份 或者说他这个平民的身份 就不配有想法 那人本来没有什么异状 听了李信的南方口音之后 脸上顿时浮现了一些嘲讽的表情 南蛮子 也能混进魏王府 中国的地狱黑 由来已久 在很早的时候 南北就互相歧视 南方人叫北方人北夷 北方人叫南方南蛮 这个优良传统 在另一个世界里 从两汉一直传承到后世的现代 可以说是远远流长 如果李信真是南方人 那么这一句南蛮 他可能会气愤不已 不过他上辈子其实是北方人 而且在这个时候不宜树敌 因此他只是对着这个公子笑了笑 没有说话 一旁的小九姑娘 却凶狠地看了这个赤衣贵公子一眼 用纯正的精诚口音 凶巴巴地说道 你说什么 那人愣了愣 然后被气笑了 怎么着 魏王府的一个丫鬟 也准备替别人出头不成 如果是在外面 以这个赤衣公子 无法无天的脾气 早就拳脚相向了 不过 这是在魏王府里 他还是最大程度地保持了克制 不想把这件事闹大 小九姑娘从矮桌旁边站了起来 手里还拿着烤串 走到这个赤衣公子面前 毫不犹豫地 一脚踢翻了他面前的矮桌 矮桌上的碳盆 顿时侧翻在地 橘红色的火炭 洒了一地的火星 小九姑娘双手掐腰 气势汹汹地 瞪着这个赤色锦衣的贵公子 你走吧 魏王府不欢迎你 这个赤衣公子惊怒交加 脸色骤变 他豁然从座垫上站了起来 他先是看了一眼 这个魏王府的侍女 然后恶狠狠地 看向一旁无辜的李姓 本公子乃是陈国公嫡孙叶茂 你们两个 一个男蛮 一个魏王府侍女 竟敢得罪本公子 一旁的李姓 瞪大了眼睛 不对啊 得罪你的是这个小九姑娘 跟我有什么关系 你骂我都没有还口好不好 李姓正要开口解释 这个陈国公的嫡子 愤然离席 走到门口的时候 用手指着李姓还有小九 怒声道 你们两个 可敢留下姓名 有何不敢 李姓还没有说话 一旁的小九姑娘 昂着脑袋 大声道 我是魏王府的小九 她是大通方的李姓 有本事你就来寻我们 李姓整个人都愣住了 她僵硬地转头 看向仍旧掐着腰的小九姑娘 苦笑道 小九姑娘 你背景雄厚 不怕这些王孙公子 可是在下不一样 在下很怕他们的呀 小九姑娘伸手 拉着李姓的衣袖 眉开眼笑地说道 李公子不用着急 我家王爷很厉害的 回头我跟王爷说一下 让他把这件事给你解决了 绝不会伤害到你的 说着 他把李姓重新拉回了矮桌旁边 眯着眼睛笑道 来 咱们继续烤肉吃 不得不说 李公子你的手艺 比起魏王府上的那些 可要强出太多了 亏王爷他花这么多银钱养着他们 李姓现在头脑有些昏沉 他觉得这件事 哪里有什么不对劲 可是又想不出来 哪里出了问题 仿佛一切都挺合情合理的 可是 可是刚才发生的一切 未免也太狗血了一些 他一边愣愣地胡思乱想 一边帮着小九姑娘继续烤肉 就在他在暖阁里面烤肉的时候 刚才负气 离开暖阁的陈国公嫡孙 正微微弯着腰 站在七皇子的面前 这个陈国公嫡孙陪着笑脸 丝毫没有看出 半点生气的样子 殿下 我可都按照你的吩咐 把这出戏演下来了 魏王殿下笑着点了点头 伸手拍了拍叶帽的肩膀 轻声道 你饰演得不错 只可惜 小九他太生硬了一些 不知道能不能骗过这个李信 那位陈国公家的小公爷退场了之后 暖阁里的目光 一下子汇集到了李信的身上 李信被这些人看得头皮发麻 有些僵硬地 看向旁边的九姑娘 方才这个小九姑娘 不禁把李信的名字说了出来 甚至还把她的住处也说了出来 分明是故意要把她拖进去 就在这个时候 一身亲王偿妇的七皇子走了进来 暖阁里的人纷纷站了起来 对着这位当今的七皇子拱手行礼 见过魏王殿下 李信也站了起来 学着身边的人对着肌温行礼 七皇子摆了摆手 示意不用多礼 然后微笑道 方才听家里人说 暖阁里起了些冲突 本王已经与叶家的小公爷沟通了一番 小公爷已经同意化干戈为玉博 说着 他看向了身穿棉衣的李信 微笑开口 李公子也不要放在心里才是 李信与那位小公爷身份悬殊 就算想要计较 也没有能力 只能苦笑道 殿下客气了 在下从没有要与别人冲突的意思 这一次 这一次 若不是这个小九姑娘 我连话也不会跟她说 当然 后半句李信就没有说出口了 她现在就想赶紧结束这个宴会 然后离九姑娘这个惹祸惊 越远越好 魏王殿下呵呵一笑 伸手拉着李信的衣袖 把李信拉到了主位附近坐了下来 然后对着暖阁里的这些年轻公子 开口笑道 主位 这位是本王新交的朋友 名字叫做李信 南方人 以后就要在京城里生活了 主位在这里认识一下 以后碰到事情的时候 也能够互相帮扶 这句话 就是李信 今天来到魏王府的目的了 在场的这些年轻人 都是京城里的二代们 他们手里或者说他们的背后 都是有雄厚资源的 能够认识这么一帮人 对于李信以后 在京城里活动帮助非常大 李信站了起来 对着这些年轻人抱拳道 在下李信 出来京城 还请各位多多提点 众人碍于七皇子的颜面 也都起身还礼 魏王殿下 拉着李信的衣袖 一个个给他介绍这些年轻人 这是鲁国公家的孙子 邓丰 李信对着这个姓邓的公子拱手道 永州李信 见过小公年 这个鲁国公家里的孙子 连忙从矮桌上站了起来 还礼道 邓丰见过李兄 这些世家大族出身的子弟 甭管脑子里想的是什么 私底下有多么阴暗 但是他们的言行举止 都是千千有礼的 最起码不会像刚才那位 陈国公府的小公爷一样 动不动就当场翻脸 笑里藏刀 是这个圈子里的基本功 简单认识了一下之后 七皇子又拉着李信 走到另一个人面前 这是前尚书家的公子 这是 一路介绍下来 在场的十来个年轻人 家里的背景 没有一个是在纸面上 低于平南侯府的 有许多爵位 还要远远高过平南侯 不过爵位是爵位 权柄是权柄 三十年前大进一统天下 因此 京城里多出了许多公侯 但是半甲子之后 这些公侯大多被天子架空 只剩下了一个名头 手上的权力 比起在南疆长兵的平南侯 要低了不知道多少 这也是这位魏王殿下 这么看重平南侯府的原因之一 李信站在七皇子身侧 对着这些公子一个个行礼 心中把这些人的名字出身 默默地记在了心里 大概都认识了一遍之后 时间也就到了正午 李信重新回到了自己的矮桌上 那位小九姑娘 正规规矩矩地坐在矮桌旁边等着他 等到李信坐下来之后 小九姑娘眨了眨眼睛 左右看了看 然后在李信耳边小声说道 李公子 这些人都不是什么好东西 你要离他们远一些 李信满脸黑线地看了一眼 这个穿着丫鬟衣服的九姑娘 越是华丽的东西 就越是能掩藏龌龊 京城如此繁华 这些贵公子们 背地里自然不会太干净 可是这个小九姑娘 就这么直接地说了出来 让李信有些无语 她端起桌子上的米酒 喝了一口之后 对着身边的这个小九姑娘苦笑道 九姑娘 你行行好 不要再害我了 刚才那位陈国公家的小公爷 因为你几句话 就跟我结下了仇 你刚才那些话要是传出去 在场的这些公子 他们会如何看我 小九姑娘嬉嬉一笑 轻声道 没事的 他们都很怕我家王爷 不会把你怎么样的 李信甚至往旁边挪了挪 苦着脸说道 九姑娘 怎么说我也给你弄了两顿饭 你现在行行好 离我远一些 不管这个姑娘到底是谁 公主也好 郡主也罢 李信是不想跟她坐在一起了 这姑娘简直就是一个惹祸惊 这样下去 恐怕一顿饭都没吃完 她就要成为京城衙内圈子里的公敌了 她身份高贵 自然没什么问题 可是李信 在京城里 就如同大海之中的孤舟一样 经不起任何风浪 九姑娘也不生气 只是俏皮一笑 仍旧坐在李信身边 这个时代的宴会 没有什么别的娱乐活动 这些人聚在一起 无非也就是玩玩行酒令 舍壶之类的游戏 对于李信这个现代人来说 很是无聊 只有雅间里的乐师们 调弄出来的曲子 颇为清爽 李信闭着眼睛 一边喝着米酒 一边听着音乐 也算是悠闲 酒席过半之后 一身长服的七皇子 端着一杯水酒 坐在了李信身边 轻笑道 二郎怎么自己在这里喝酒 未免太孤独了一些 对于二郎这个称呼 李信颇有些不太喜欢 他微微皱眉道 殿下 李信可不是什么二郎 七皇子轻笑道 好 以后不叫你二郎就是 他端着杯子 跟李信碰了一杯 轻声笑道 这些人虽然看起来 有些不太好亲近 但是平日里 都是与魏王府走得很近的人 只要李兄弟 跟我还是朋友 他们是不会难为你的 说到这里 七皇子补充道 那个陈国公府的夜貌 也不会难为你 李信眯了眯眼睛 抬头看向这个七皇子 轻声道 殿下的意思是 如果我与殿下不是朋友了 他们便会为难于我 七皇子不置可否地笑了笑 面色平静 别人的话 本王不太清楚 不过那位夜小公爷 脾气向来不太好 是个牙字必报之人 李信摇了摇头 轻轻开口 殿下用这些小手段 格局太小了一些 被李信戳破 魏王殿下也不生气 只是呵呵一笑 就算夜貌不会难为你 平南侯府的人 也迟早会对你下手 结果都是一样的 不是吗 本王之所以弄这一出戏出来 就是想让你看明白 自己在京城里 是一个什么样的处境 这位魏王殿下 仰头把杯中酒喝下肚 语气平缓 在这个京城里 能够帮你挡住 平南侯府报复的人 可不多 李信沉默了下来 他的身份还有地位 都太低太低了 如果他的面前没有敌人 现在才十五岁的 他大可以慢慢地壮大自己 可偏偏这个时候 站在他对面的 是一个庞大的平南侯府 因此 李信刚到这个世界 没多长时间 就已经没有什么选择的余地 诚如七皇子所说 京城里能够和平南侯府 做对手的势力 并不是没有 但是愿意为了他 去得罪平南侯府的人 却是少之又少 眼下的这个魏王殿下 似乎是摆在李信面前 唯一的选择 李信沉默了好一会 最终喝了口酒 抬头看向七皇子 轻声道 殿下 我可以站在殿下这边 帮着殿下 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但是 我不会做魏王府的内臣 所谓内臣 就是谋师幕僚之类 或者是护卫之类的活 总之是在魏王府 这个小朝廷里 做事的人 都可以算是魏王府的内臣 就连那位帮着七皇子 经营得意楼的崔九娘 都可以算得上是 魏王府的内臣 这种内臣 只能躲在暗处 帮着主君做事情 一般都是见不得光的 就拿魏王府的内臣来说 不等到魏王登基称帝 这些内臣一辈子 都没有出头的机会 像是崔九娘这类人 就算七皇子登基了 他也不会有机会 从幕后走到前台 这种关系 是李姓不能接受的 但是现在 李姓又不得不暂时依附 这位七皇子 所以他提出了这种 类似于结盟的关系 七皇子笑呵呵地 看了李姓一眼 你要进朝廷做事 李姓犹豫了一会 然后缓缓点头 如果有机会 自然是要做官的 如果没有机会 那在下就去做一些别的东西 多少可以帮到殿下一些 七皇子笑着点了点头 开口道 这样也好 这段时间 你先在家里休息休息 本王会尽快给你找个像样的住处 至于入朝为官的机会 本王会尽量给你留意 大进的官制 科考正途 自然是最重要的近身之间 但是除了这条康庄大道之外 还有不少别的门路 也能够进入朝堂 比如说立功 举剑或者天子 直接恩赏 以七皇子的身份地位 帮着李姓谋个一官半职 并不是什么问题 这位卫王殿下说出这句话 就代表着他 已经同意了李姓 跟他这种类似于半结盟的关系 毕竟他需要的是李姓这个身份 而不是真的要李姓去帮着他出谋划策 李姓摇了摇头 开口道 殿下 我现在住的那个地方就很好 不用殿下费心令找地方了 殿下有什么我帮忙的事情 派人去那里寻我就是 说着 李姓从矮桌旁边站了起来 对着七皇子拱手道 殿下 现在时间也差不多了 我这边回去了 七皇子微笑点头 这段时间 天幕间的人还是会盯着你 没有必要的话 就待在家里 不要到处走动 平南侯府的那个小侯爷李纯 是个报复心极重的人 他这一次脸面丢尽 必然怀恨在心 小心他狗急跳墙 李姓点头道 多谢殿下关心 只一个李纯 在下还应付得来 说着 他就要转身离开 七皇子对着一旁的小九姑娘 使了个眼色 轻声道 去送一送李公子 小九姑娘应了一声 也站了起来 跟在李姓身后 朝着王府的大门口走去 一路走到魏王府门口 李姓对着自己身后的小九姑娘 拱了拱手 苦笑道 小九姑娘留步吧 在下知道该怎么回去 这边告辞了 小九姑娘眨了眨明亮的大眼睛 表情有些委屈 李公子便这么讨厌小九吗 李姓咳嗽了一声 不是讨厌姑娘 只是在下很是惜命 只想多活一段时间 小九看了一眼 这个穿着显眼棉衣的少年人 轻轻挥了挥手 甜甜一笑 那小九就不送公子了 公子慢走 李姓如文大赦 连忙转身 快步离开魏王府 朝着永乐坊的方门口走去 小九姑娘望着李姓远去的背影 嘴角的笑意更浓 方才在暖阁里头 整整十几个人 只有李姓这么一个 人身穿普通的棉衣 其他人不是穿紧 就是穿球 相比之下 李姓那一身棉衣 就显得寒酸无比 可是这个李姓 不仅若无其事 而且还一副淡然自若的模样 让见过不少大人物的小九姑娘 好奇不已 这个少年人 究竟是心里到了一定的境界 还是说 太不要脸了 离开永乐坊之后 李姓心里百感交集 她不知道 自己今天的选择 到底是不是对的 她甚至 对于七皇子支支甚少 不过因为实在 没有什么选择的余地了 李姓才不得不倒向了这个 唯一肯接纳她的魏王府 就目前来看 只有这个魏王府 能帮她挡住 平南侯府可能到来的报复 替她争取到足够的猥琐发育时间 不过这种倒向 并不是全无害处 夺敌这种事情 是精卫分明的 也就是说 你要么一点也没有参与 要么你就是全盘参与进来了 今日李姓在魏王府里点了头 就代表她已经 被打上了一个魏王府的标签 从今以后 魏王府的风光 李姓可能能够享受到一些 可是魏王府一旦崩了 他们这些魏王府的人 都得死 换句话说 从今天开始 李姓的利益 未必与魏王府绑在一起 但是她的姓名 已经跟魏王府紧紧地连成一块了 想到这里 李姓微微摇了摇头 轻轻地叹了口气 事事不由人啊 如果她是一个有关身的人 如果她没有彻底得罪平南侯府 那么这件事 怎么都不会发展到现在这个地步 最起码 她不用依附魏王府 也能轻而易举地活下来 可是现在 时事一步又一步 把李姓推到了现在这个处境 李姓离开永乐坊之后 并没有急着回家 而是先去南市街 买了不少过冬的物件年货 然后背在背上 准备带回家 当她花了半天时间 好容易走回大通方的时候 才发现 院子里早有一个长发飘飘的美妇人 已经在院子里等了许久 李姓把背上的东西放在地上 对着美妇人行礼 见过九娘 崔九娘恬静一笑 从衣袖里取出一张砌书 轻声笑道 小郎君 你住的院子殿下 已经让妾身买了下来 从现在开始 这个院子 就是小郎君你的了 这是 找到了工作分房子 李姓笑着看了崔九娘一眼 轻声道 姐姐 这房妾 是你什么时候拿到手的 崔九娘轻声道 就今天 收到殿下消息之后 妾身便迫不及待地 去寻到了那个东家 把这间院子买了下来 李姓笑而不语 这一间院子 怕是那位七皇子 早就买了下来 李姓租住的这个小院子 虽然不是很大 地段也不是很好 但是这个院子 如果卖出去 最起码三四百罐钱 是没什么问题的 如果运气好 甚至可以卖出五百罐 五百罐 对于现在的李姓来说 还是一笔不小的财富 不过他没有矫情 伸手接过崔九娘 递过来的地契房契 轻声笑道 既然是崔姐姐亲手承办 那小弟也就不客气了 现在的李姓 已经算是半个卫王府的人了 既然点了头 那么就应该放得开一点 毕竟一座小院子 也不是什么大恩大会 就算接在手里 将来也是还得起的 见李姓嘴甜 崔九娘眼睛笑成了月牙 他轻声道 李公子一个人住在这里 家里还有老幼要照抚 应该很不方便 过几天 切身从得意楼里 挑选几个机灵的丫头 来照顾李公子 得意楼这种规模的青楼 不只是有头牌 她还有一个完整的人才储备系统 也就是说 每年都会有一批训练完成的姑娘 成为得意楼的新人 这样才能保证 得意楼的生意不会没落 现在崔九娘的意思是 从这批储备姑娘里头 给李姓找几个出来 做她的丫鬟 李姓虽然很是心动 但是她可不想吃饭睡觉 都被魏王府的人看在眼里 于是苦笑着摇头道 姐姐 你看小弟这个院子 总共也就三间房子而已 能够住下三个人就不错了 哪里还能够容得下旁人 崔九娘也不勉强 轻轻点头道 既然这样 姐姐就不多事了 你有什么需要的东西 就给得意楼那边递个信 姐姐出面帮你置办 李姓笑着点了点头 然后轻声道 说起东西 小弟还真有件事 要麻烦姐姐 崔九娘意外地看了一眼李姓 然后轻声笑道 李公子但说就是 李姓咳嗽了一声 缓缓开口 小弟出来京城 对于京城里的局势人物一无所知 所以 小弟想从姐姐那里 拿到一些京城人物的资料 七皇子身为皇子 不惜于尊降贵 去弄起来这么一座青楼 肯定不是全然为了挣钱 更多的是为了探听京城里消息 所以 德意楼其实算是魏王府的一个情报机构 李姓想要知道 京城里到底是个什么样子 德意楼无疑是最好的渠道 崔九娘脸上的笑意收敛了一些 她看了一眼李姓 然后轻声道 这件事情 妾身要去知会一声殿下 才好做主 如果殿下同意 明日里 妾身便把知道的消息 都送到公子这里来 给公子过目 李姓微笑道 麻烦姐姐了 两个人又说了一会话 崔九娘才起声告辞 李姓把她送到了家门口 目送着她 坐上一顶灰色的小轿子之后 李姓才缓缓收回目光 从现在开始 她就不是那个孤零零一个人的李姓了 如今她背靠着魏王府 同时也不可避免地 踏入了这场夺敌之中 因此她就不能再对京城的局势 两眼一抹黑了 她必须尽可能地了解这座京城 从而更精确地判断局势 让魏王府幸存的几率 尽量大一些 想要了解京城 最好就是从得意楼开始 送走了崔九娘之后 李姓回到了院子的厨房里 她下午的时候 从南街市买了不少东西回来 一来是制备年货 二来也是给自己解馋 弄出了不少菜色之后 李姓去把卧床不起的麦探翁 搀扶了起来 老人家最近的气色越来越不好看了 请来的大夫都说 这个老头泄了精气神 活不了太久了 那座北山小木屋 是老人家亲手搭建了十几年 才搭建起来的 说没就没了 任谁也不太能够接受这种变故 此时的麦探翁脸色苍白 晃悠悠地坐在床上 尝了几口之后 抬头对着李姓勉强笑道 没想到李公子 还有一身不错的手艺 也不是什么手艺 就是以前做得多了 手熟而已 李姓呵呵一笑 老丈 现在小子挣了些银钱了 你可要好生调养身子 等到开春的时候 小子便陪你一座房子 娘母屋还是城里的房子 都没有问题 麦探翁脸色变了变 他躯黑的脸庞 可以隐隐看得见苍白之色 这个老人家深深地看了李姓一眼 轻声道 从第一次见公子的时候 老头子就知道 公子不是寻常之人 现在公子终于摆脱困境 可喜可贺 麦探翁这句话 倒不是完全吹捧李姓 当李姓自己弄出一块山寨版受碳的时候 麦探翁就觉得这个少年人很不简单 迟早有一天能做成一番事业 李姓摇了摇头 轻声道 没有算是摆脱困境 只能说比从前好过了一些 总之是不用为吃喝发愁了 麦探翁艰难地点了点头 那就很不错了 在这个生产力极其落后的时代 底层百姓基本都是吃不饱饭的 也就是说 你只要能够温饱 就说明你已经达到了社会中层 李姓见他脸色实在是太过难看 就伸手拍了拍麦探翁的后背 轻声道 老丈你不要想这么多 日子在后头呢 麦探翁对着李姓笑呵呵地点了点头 然后深呼吸了几口气 缓缓说道 李公子放心 小老一时半会还死不了 李姓点了点头 跟麦探翁说了会话之后 天色就已经全然暗了下来 李姓起身去把碗筷给收拾了 烧了些热水 泡了个脚之后 李姓回到自己床上躺了下来 这一天时间 他经历了许多事情 精神还有身子都颇为疲惫了 因此躺在床上没多久 就沉沉睡了过去 这一觉就睡到了第二天早上 天色还蒙蒙亮的时候 一身厚重棉衣的麦探妞 带着哭腔站在李姓床边 伸手推了推李姓的被子 声音害怕到了极点 哥哥 你快起来去看一看阿燕 听到小丫头这个声音 李姓瞬间清醒了过来 她猛地起身 披上自己的衣服 朝着麦探翁的房间跑过去 房间里麦探翁已经处在弥留之际 这个老人家的脸色苍白到了极点 他躺在床上 嘴里有一些白沫吐出 两只眼睛已经开始无神 见到李姓进来之后 他伸手死死地抓住李姓的衣袖 声音嘶哑 李公子 老头子要死了 李姓见到这种情况 也有些慌了神 他颤声道 老丈昨晚上还是好好的 怎么 我扶了姓时 李姓脸色大变 所谓姓时 其实就是披霜 乃是可以短时间内致死的烈性毒药 李姓深呼吸了几口气 看着这个老人家 老丈 有什么事说出来都可以解决 何必 这么极端 由于腹部剧痛 麦探翁面孔已经有些扭曲 他死死地拉着李姓的袖子 一字一句地说道 鸭 头跟着你 比跟着老头子好 很多 他用尽了浑身的力气 嘶声道 老头子是 因你而死 你 必须要帮老头子 把鸭头带大 如果不是碰到李姓 麦探翁的房子 就不会被烧 老头子也就不会生这么一场大病 更不会被别人无缘无故打了一顿 从这个角度来说 这一切 的确都跟李姓脱不开干系 李姓文言 心中俱正 直到现在 他才明白 这个老人家 选择自尽的原因 就是因为自己 昨天那一句 陪他房子 他觉得自己 要把他们祖孙两个甩开了 所以才会用这种方式 把孙女死死地绑在自己身上 李姓苦笑连连 老丈 你不说 小子也会帮你把鸭头带大 何至 何至于此 老头子的面孔 已经彻底扭曲了 他死死地攥着李姓的手 用最后的力气说道 他 他信中 还没有取名字 老头子因你而死 一 甩不脱 记 记得牧身四尺 四尺三 李姓最初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 如果不是麦探翁 他已经死在了那个破庙里 这是实打实的救命之恩 怎么回报都是不过分的 而且这个麦探老者的言行举止 不太像是一个普通的苦人家 李姓甚至怀疑 他当初之所以要求自己 可能是因为身子不太好了 想给小丫头 找一个可以托付的人 现在 老头子的做法 印证了李姓的猜想 这个麦探翁 仅仅因为李姓的一句话 就自己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目的只是为了把那个年仅六岁的小丫头 托付在李姓身边 老头子闭眼之后 李姓坐在他的床边发呆了很久 这个低微道草里的老人家 毅然决然地结束了自己的性命 一旁的麦探妞 扑到自己祖父的怀里 嚎啕大哭 李姓发呆了很久之后 才走上前 轻轻拍着麦探妞的后背 轻声道 丫头 她想了很久 也没有想出什么安慰的话语 最后只能长叹了一口气 节哀顺变 小丫头才五六岁 她这个年纪 甚至才刚刚开始记事 不过她自小就跟麦探翁相依为命 感情自然极深 此时麦探翁突然去了 小丫头脑子里变成了一片空白 只知道 趴在老人家怀里 哭泣不止 李姓摇了摇头 轻声道 丫头 你不要到处跑 我去给老丈处理后事 人死了 自然不能就这么放在家里 最起码要入土为安 现在李姓有钱了 也不能像旧公那样 一个草洗了事 她在京城里找了个棺材铺子 花钱买了个还算不错的后事棺材 然后雇了几个人 把麦探翁抬到了城外的北山 祖孙两个在京城里举目无亲 李姓在京城也没有什么亲朋好友 所以 桑黎也不准备大操大办 第二天一大早 当李姓带着人 用一辆木板车把棺材 拉到北山那座木屋附近的时候 才发现 原本木屋被烧毁的痕迹 早已经消失不见 只留下一片空地 空地上看不出任何存在过建筑物的痕迹 如果不是李姓救公的矮坟还在附近 李姓甚至认不出 这里就是原来小木屋所在的地方 七公子说得不错 经兆府的人 果然会把这里的一切痕迹都给抹得干干净净 其实仔细想想也不奇怪 大字报的事情闹得那么大 金兆府已经在那场事件中落入了不利的劲敌 金兆尹李业还因此被贬了官 他们肯定要把这件事打理干净 以免事情进一步闹大 这些事情 七公子能够提前预知 倒不是他能掐会算 而是因为 这些都是官场上常见的事 见得多了 想当然的 就可以猜得出来 这会儿是上午 李姓抬头看了看天色 回头对着台关踩过来的四五个故宫开口道 你们回去吧 下午的时候再来 四五个人当中 为首的那一个是个黑脸汉子 他对着李姓弯着身子道 公子 要不要我们兄弟们帮公子 寻个靠得住的风水师傅 还有这木坑 公子这里如果没有人手 我们兄弟也都可以帮忙 李姓 从怀里取出一贯钱 递给这个汉子 摇头道 钱不会少了你们 现在用不着你们了 下午的时候 再来帮忙台关进坑救市了 记得多带一些纸钱过来 这个汉子接过这一贯钱 连忙点头 那公子在这里忙 小人等着就先回去了 李姓点了点头 等到这些人都走远之后 他才转身走到棺材旁边 轻轻拍了拍这个还算厚实的棺材 古来下葬 先讲棺木的材质 然后讲轻重 厚薄 越是沉重 厚实的棺材越好 皇室王宫下葬 棺材外面还会有果 沉重无比 不过这些对于平民百姓来说 自然是不现实的了 对于老百姓来说 能有薄冠衣服 就是个不错的下场了 弄不好就会像李姓的旧宫一样 只有一张草席裹着身子 现在李姓有钱了 麦探翁的这个棺材 相对来说 花了他几十罐钱 也算是对得起他了 这个老人家 先是救了他的性命 然后也算是间接的 因为他死了 李姓心中多少是有些不好受的 他从木板车上 取下一把铁线 朝着旧宫坟墓的方向走去 然后在旧宫坟墓不远的地方 选了一块空地 当初李姓答应过老人家 给他也挖一个木坑 这是男人的沉默 李姓并未忘记 尽管他现在 大可以雇人来做这件事情 可是不亲自挖 他总会觉得于心不安 麦探翁的死 虽然不是他做的 但是跟他脱不开干系 如果平南侯府的人 没有来烧了这座屋子 那么事情绝对不会发展到 今天这个地步 铁线深入土里 一块块泥土上下翻飞 李姓面无表情 心里对平南侯府的憎恶 又中了一分 那一次平南侯府来 派人烧房子 直接把老人家伤到躺在床 动弹不得 如果不是因为 几乎丧失了行动能力 老人家无论如何 也不会用寻死的法子 来把李姓跟麦探妞绑在一起 想到这里 李姓心中的怒气 终于有了一个发泄的口子 快到中午的时候 一个长方形的木坑 已经出现模样 李姓满头大汗 坐在一旁歇息 小丫头一边抹眼泪 一边帮李姓搬着木坑里的土 不时伸手给李姓擦汗 一辆马车 从京城方向驶来 在木坑不远处停了下来 一身黑衣的魏王殿下 脉步从马车上走了下来 身后跟着风姿绰约的崔九娘 这位七皇子 走到李姓面前 微微叹了口气 方才才收到消息 所以来迟了 老人家前些日子还好好的 怎么说没就没了 李姓沉默了一会 然后抬起头看向七皇子 面无表情地说道 平南侯府的人来烧房子 打伤了老人家 老人家年纪大了 久治不遇 昨天病情恶化 就去了 七皇子摇了摇头 没有说话 他看了看已经李姓身后 初见规模的木坑 摇头道 这些事 你一个人哪里能做得来 跟我打个招呼 我派人帮你处理就是了 李姓深呼吸了一口气 从地上站了起来 拿起那把铁仙 跳下了木坑 有些事 自己亲自做才能见成星 不然李姓半夜会睡不着觉 此时 他的双手已经被磨出了几个血泡 每一次用力 都是钻心的疼痛 这一次事件 让李姓对这个未知时代的认知 清晰了不少 如果没有力量 就只能像麦探翁这样 任人拿捏 最后只能用自己的性命 当做最后的手段 七皇子背负双手 看着在木坑里挥汗如雨的李姓 面色有些复杂 这个永州的年轻人 与京城里那些薄良的年轻人 大不一样啊 这一个葬礼 办得十分简朴 简朴到了有些过分的地步 李姓甚至不知道 这个麦探翁姓什么 就连小丫头也不知道 自己的阿爷姓什么 无奈之下 李姓只能一测他姓中 在墓碑上刻上了四个字 中翁之墓 在古代 这个墓碑 其实是极其不合规矩的 这个时代的墓碑 最起码要有掀口 掀笔然后才是姓氏名字 比如说 中公会什么什么 如果是在朝中有官职 有追风的 还要在墓碑前面写上官职之类 很长一大堆字才是正经 没有哪个墓碑 会像这个墓碑一样简单 甚至是简陋 但是李姓对于麦探翁的生平姓名 一无所知 只能就这么简单写上几个字 就连这个中姓 还是她根据麦探妞的姓氏 硬加上去的 在李姓估算 老人家姓中的可能性不大 在带着小丫头 在墓碑前磕了几个头之后 李姓舒展了一下身子 忙碌了一天的她 此时疲惫不堪 她蹲下 把跪在地上的麦探妞扶了起来 轻声道 丫头 咱们回去了 以后有空再来看望祖父 麦探妞眼睛都哭得肿了 她抱着李姓的一个胳膊 泪眼婆娑 哥哥 阿爷她是不是永远都出不来了 李姓摸了摸这个可怜小姑娘的脑袋 轻声道 丫头别怕 阿爷不在了 还有哥哥保护你 阿爷只是去了天上 以后她会一直在天上看着你的 小姑娘眼泪更多 她呜咽道 哥哥 我害怕 一个小姑娘 相依为伴的老人突然没了 产生不安全感 是很正常的事情 这种感觉 李姓来到这个世界之后 也经常会有 不过李姓上辈子是个30岁左右的人 心性早已经成熟 她不太可能像丫头 这样说哭 就哭就是了 李姓伸手把这个丫头抱进怀里 轻声道 别怕 阿爷会在天上保佑丫头的 以后哥哥也会保护丫头 没人能够害得了你 麦探妞被李姓抱了起来 她脑袋钻进了李姓肩膀里 仍旧流着眼泪 老实说 这个丫头跟着麦探翁这几年 过得并不好 但是她没有怪罪老人家 反倒对麦探翁感情很重 说明这是个心地很好的女孩 三岁看老 一个人的性格 虽然不能说从小就定型 但是从小就可以看出 一些端倪是真的 距离坟堆不远处的官道上 一辆紫色的马车等在那里 李姓掀开车帘走了上去 深呼吸了一口气 对着车里的一男一女 缓缓点头 殿下 崔姐姐 久等了 这会儿天差不多快要黑了 等他们回到城里 天色绝对会黑下来 到时候城门闭合 没有七皇子的话 李姓连城门也进不去 所以 这位七皇子 就一直静静地等在这里 魏王殿下对着李姓点了点头 轻声道 事情已经过去了 不要太难过 崔九娘也出言宽慰 声音轻柔 李公子是个重感情的人 但是事情毕竟已经这样了 还是要节哀顺变 李姓看着怀里 已经沉沉睡去的麦探妞 轻轻吐了一口气 这一天下来 不只是她累 这个小丫头也累坏了 她在自己怀里 哭着哭着就睡着了 李姓抬头看向七皇子 还有崔九娘 声音平静 当初李姓静静的时候 被平南侯府赶出京城 流落到破庙里 若非这位老人家 恐怕李姓已经冻死在了 那座破庙里 老人家对我有救命之恩 我却连累她丢了性命 李姓自然不会跟这两个人 说麦探翁是自尽的 她必须要让这两个人 认为自己与平南侯府势不两立 这样以后才有机会 跟着魏王府借礼 去应付平南侯府 魏王殿下 脸上虽然没有表情 但是心里却暗暗叫苦 她之所以这么看重李姓 就是为了有朝一日 能够把李姓送进平南侯府 让她认祖归宗 换句话说 而不是李姓这个人 现在李姓却有些 与平南侯府不共带天味道 让她一时之间 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了 这位魏王殿下的意思 崔九娘都是清楚的 她轻轻叹了口气 开口道 李公子 这件事确实是御夫人做错了 以后必须要让御夫人 给一个说法才是 她说话很奇妙 并没有把这件事 上升到平南侯府这个层面上 而是指不于御夫人 前台辞世 这件事与平南侯府无关 是御夫人一个人的行为 七皇子眯了眯眼睛 轻声道 等平南侯回京 本王亲自出面 替姓哥 向那位御夫人要一个说法 这两个人三言两语 就把矛盾全部转移到 那位御夫人头上 事实上 御夫人的确是七皇子的敌人 因为御夫人的那个儿子李淳 与他的三皇兄 机缓走得很近 而七皇子找到李姓的目的 就是为了有朝一日 把他送进平南侯府里 就算不能夺权 也要帮着看住平南侯府 不能让平南侯府手里的兵权 为他人所用 如果能扳倒御夫人 还有那位小侯爷 让李姓继承平南侯府的爵位 那自然是再好不过的事情了 李姓伸手缓缓地拍着怀里的小丫头 抬头看了七皇子一眼 殿下的意思是 我不应该怪罪平南侯府 魏王殿下叹了口气 声音诚恳 本王这是为了你着想 一个人到最后 总是要归根的 中国人都有落叶归根的想法 尤其是古人 对于自己的根 或者说自己的家族看得极重 有时候你把一个人踢出家族 从族谱里把他削了去 甚至比杀了他还让他难受 所以才有这么多人 为了自己的小家 凯然赴死 李姓抬头看向七皇子 目光平静 殿下 你知不知道 我其实不是一个人静静的 李姓声音平缓 如同再讲一个故事 我是跟着旧宫一起进城的 然后我们俩被赶出了平南侯府 赶出了京城 狼狈得像是两条狗一样 这个年仅十五岁的少年人 语气虽然平静 但是颇有些害人 旧宫被活活冻死了 方才坟堆旁边的那座新坟 就是旧宫的坟墓 李姓第一次直视 这位七皇子 开口道 在下知道 自己没有什么本事 能够让殿下看中 殿下之所以亲眼有加 多半也就是 为了我这个平南侯府私生子的身份 这个少年人看向七皇子 语气坑腔有声 在这里 我要跟殿下再重复一遍 我这一辈子 都不会再跟平南侯府 有半点关系 就算有 那也是互为仇敌 说到这里 李姓深呼吸了一口气 李姓严禁于此 殿下以后 无论对李姓态度如何 李姓都不会有任何怨对之心 马车里的气氛 陷入了一个尴尬的地步 在京城这个舞台里 没有人会像李姓这样 把话说得这么明白 因为有些话一旦说明白了 尤其是会导致双方都下不来台 这个道理 其实李姓也是明白的 不过不入平南侯府是他的底线 因此 李姓才会毫不犹豫地 说出刚才那段话 七皇子脸上的表情 微微有些僵硬 过了许久之后 他才摇了摇头 轻声道 罢了 这件事也不好强求 以后再走一步看一步就是了 今日你也疲累了 先回京城里再说 李姓点了点头 没有说话 他可以很明显地感觉到 这位七皇子 对自己的态度 稍稍冷淡了一些 不过他并不在乎这个 一来 是因为这件事 必须要提前说清楚 否则将来更不好收场 二来 他也不是很愿意 卷入夺敌之争中来 因此对于七皇子的态度 李姓不是特别在意 一旁的崔九娘 轻声笑了笑 开口道 李公子现在年纪还小 这些事情都不着急 反正平南侯回京的时候 你们父子两个 总是要见上一面的 到时候什么话 都可以说得清楚 这个笑容温婉的女人 很聪明地 把这件事的关键 从李姓身上 转移到了平南侯身上 李姓张了张嘴 想要说些什么 最终没有说话 他还要靠着这个七皇子保命 现在不能跟他们翻脸 马车里的气氛尴尬了起来 双方谁也没有说话 被李姓抱在怀里的小丫头 一动不动 睡得很是香甜 到了亥时左右 马车在大通方门口停了下来 李姓抱着丫头跳下马车 对着马车开口道 多谢殿下相送 七皇子从马车上走了下来 这段时间发生了不少变故 你就在家里好生歇息一段时间 你是个顶聪明的人 便是不回平南侯府 也可以成就自己的一番事业 说着 他拍了拍李姓的肩膀 轻声道 等开年之后 本王会替你在京城里 谋一个差事 等你有了官身 平南侯府的人便不敢再动你了 这个时代 平民与官员之间 有着一个天大的鸿沟 甚至可以说是两类人 比如说 平南侯府随意打死一个普通老百姓 未必会有什么事情 了不起罚一些银子 或者拉出来一个人顶包而已 但是如果平南侯府 无缘无故杀了一个有官身的人 就会引起官场的公愤 他们会一起站出来 对平南侯府施压 原因很简单 今天你可以无缘无故地杀了他 谁知道明天是不是要杀我 哪怕是平南侯府这种京城里的豪门 也不可能无缘无故地弄死一个有官身的人 李信点了点头 语气恭敬 有劳殿下了 老头子死了 李信心里多少有些不是滋味 但是人死了 日子还是要过的 如七皇子所说 弄一个官身 才能保证能在平南侯府手底下活着 而活着才能继续过日子 七皇子笑着点了点头 轻声道 过几天就是年节了 这段时间京城里还有宫里都有不少事情要忙 本王可能没有功夫 来瞧你 你有什么事情 就去得意楼找九娘 京城里的大多事情 他都可以帮你办妥 李信轻轻点了点头 已经听明白了这位七皇子的意思 要知道 前两天在卫王府时候 这个卫王殿下还说 有什么事情 可以随时去卫王府找他 短短几句话的功夫 李信的等级 从卫王府降低到了得意楼 不过这对于李信来说 未必不是一件好事 告别了七皇子的马车之后 李信抱着沉沉睡去的小丫头 回到了自己的院子里 她先是打了盆热水 然后叫醒小丫头 给她洗脸洗脚之后 就守在麦太妞身边 等她沉沉睡去之后 李信才回自己屋子里睡下 麦太翰去了之后 这个小丫头的情绪 一直很不稳定 这段时间 李信必须要好生看着她才行 在李信开着麦太妞睡觉的时候 七皇子的马车 已经停在了得意楼的院子里 得意楼三楼催酒娘的卧房里 七皇子姬温已经吞去外衣 半躺在床边 神态温婉的酒娘半蹲在地上 服侍着她洗脚 此时 这位卫王殿下 已经不负方才的温和模样 她的脸色有些不太好看 嘀嘀地哼了一声 这个李信 好不识太卷 她之所以多次对李信递出橄榄枝 为的就是 有一天能够把李信送进平南侯府里 现在李信短短几句话 就把她的计划破坏得干干净净 由不得这个七皇子不心生恼怒 正在给她洗脚的酒娘停下手里的动作 轻声道 王爷 她心里对平南侯府有一股怨气 这股怨气 只有平南侯李慎能够消散 怨气未散之前 咱们不好抢求她 卫王殿下缓缓闭上眼睛 低声道 你的意思 李信会跟平南侯府和解 崔酒娘轻轻点头 血浓于水 她能够从永州不远千里赶来京城 自然是为了重回李家门墙 不是那位御夫人 从中阻挠 又坐视太过 惹恼了她 此时她说不定已经是平南侯府的二公子了 她既然来了京城不愿意走 将来终归是要进入平南侯府的 说到这里 崔酒娘顿了顿 继续说道 殿下您也不急在这一时 咱们现在继续对她施恩 将来总是能够用得到她的 崔酒娘这话说的 其实一点都不错 如果是上一个李信 不管受了多大的委屈 有机会进入平南侯府 成为王侯公子 那个李信 怎么也会咬着牙 低头进入侯府去 但是现在的李信 已经不是那个倒霉孩子了 如今的李信 身体里有着一个完整的成年人灵魂 七皇子闭上眼睛思索了片刻 最终缓缓睁开眼睛 陈声道 你说得不错 她既然留在京城 心里多多少少是想重回平南侯府的 这个时候不能急躁 说到这里 这位七皇子咳嗽了一声 轻声道 以后继续教好她就是了 等开春给她谋一个一官半职 将来她无论如何 也要对本王新生感激 酒娘微笑道 王爷英明 七皇子看了这个风姿绰约的酒娘一眼 眯着眼睛笑道 论起英明 酒娘你 可比本王英明多了 崔酒娘脸上挤出一个笑容 正要开口回应 冷不丁听到了七皇子略带命令式的语气 脱衣服 崔酒娘愣了愣 然后眼神黯淡了下来 低着头 开始解自己的衣袋 她虽然很是聪慧 又帮着魏王府 打理这么大一个得意楼 但是在这个七皇子面前 她也不过是一个玩物罢了 一阵晚风吹来 吹熄了卧房里的红烛 马上就要过年了 虽然家里少了个人 但是这个年还是要过的 不然生活未免也太无趣了一些 经过几天的时间之后 麦太妞的心情渐渐好了一些 不再每日躲在房间里哭泣 李姓在厨房忙活的时候 小丫头也会穿着一身笨拙的棉衣 跟在李姓身后帮忙 过年自然是要吃饺子的 李姓从市集买了十几斤猪肉 剁成肉末之后 再加上蛋液之类的辅料 弄成绞线 弄出了满满半盆绞线之后 李姓又赶了一些绞皮出来 李姓上辈子最爱吃的食物 没有之一 以前在家里过年的时候 他一个人就可以吃三大碗饺子 当然了 这一部分原因 因为小时候家里穷 吃不上肉 过年的时候 可以吃这么一顿肉 自然觉得是美味真羞 后来长大了 也没能改变这个印象 这个时代 这种饺子被称为饺子 或者演乐型馄饨 不过这个东西 也只有小康人家才吃得起 从前过年的时候 麦太妞 能够吃上一点婚心就不错了 而且老人家 也不太会弄这些精致的饭食 所以 小丫头从来没有见过这些东西 她就坐在李姓怀里 学着李姓的模样 一个一个地包着饺子 李姓拿着她 有些发黑的小手 手把手地教她 小丫头这会儿 才五六岁年纪 而且由于 营养不良的关系 整个人极其瘦小 坐在李姓怀里 就像是一个布娃娃一样 一个个饺子 在两个人的手底下成型 弄了大概三四十个之后 李姓觉得差不多了 毕竟他们只有两个人 于是把小丫头放了下来 轻声道 吃了饺子会变聪明 等丫头吃了饺子 明天哥哥就教丫头认字 好不好 小丫头心里还有些难受 因此不太能笑得出来 她对着李姓点了点头 然后抱着柴火去灶台后面烧火去了 她乖巧地让李姓有些心疼 谁很快煮沸了 李姓把饺子倒了进去 然后等锅里的饺子煮沸之后 再倒冷水进去 等到第三次水开的时候 这锅饺子就算是熟了 李姓盛了两大碗出来 正准备下筷子的时候 一个清脆的声音 从厨房门口传了过来 是什么呢 李姓僵住了 因为这个声音 她很是熟悉 李姓默然转身 就看到一身云白色小傲的小九姑娘 正笑嘻嘻地站在厨房门口 目不转睛地看着桌子上的饺子 李姓放下了手里的筷子 深呼吸了几口气之后 走到小九姑娘面前 皮笑若不笑地说道 你怎么进来的 门没关 我就进来了呀 小九姑娘说得理直气壮 李姓翻了个白眼 没好气地说道 谢谢您提醒我 以后我一定注意关门 有事吗 没事你可以回去了 小九姑娘昂着脑袋 指着自己的鼻子 用极其骄傲的语气说道 李姓 你敢这么跟本姑娘说话 你知道本姑娘是谁吗 李姓皱了皱眉头 这丫头 这是要晾身份了 就在李姓心中胡思乱想的时候 这个魏王府的侍女仰着头 俯视李姓 得意洋洋地说道 本姑娘是魏王府的特派侍女 专门跟你传达魏王殿下的意思 见到我就如同见到魏王 说吧 她不等李姓反应过来 就好整以侠地越过了李姓 理直气壮地坐在了李姓原来的位置上 看了一眼桌子上的食物之后 不由眼前一亮 原来是饺子 说吧 她毫不客气地抓着李姓的筷子 夹了一个放进自己嘴里 咀嚼了几口之后 眼睛一亮 开口道 比我从前吃得要先上很多 说吧 这个少女扶桌案上 开始埋头消灭 原本属于李姓的饺子 李姓就站在她的身后 一脸的无语 这个丫头 不仅是一个吃货 还是一个莫名其妙的自来熟 才见了三面而已 她就已经不把自己当外人了 李姓弄出来的矫限 是用猪肉 鸡蛋清 还有酱油调制出来的 论起味道的确比这个时代的 要鲜香一些 不过即便这样 也不至于差距太多 小九姑娘之所以吃得这么香 很大原因 跟因为她 没有怎么吃过猪肉 或者干脆 就没有吃过猪肉 吃不起猪肉 自然不是因为穷 很多时候 恰恰是因为太过富贵 尤其是那些达官贵人们 他们很少会去碰猪肉 这种东西 地位越高的人 越有可能没吃过猪肉 小九姑娘长到这么大 甚至是第一次吃到猪肉 李姓有些无语的 坐在了小九姑娘身边 看着这个姑娘吃饺子 吃得香甜无比 李姓没有了办法 只能又去弄了一些水饺 给自己吃 吃完之后 小丫头抢着收拾了碗筷 要拿去厨房清洗 这几天时间 小丫头都是这么过来的 等小丫头离开之后 李姓转头只是这个小九姑娘 轻声苦笑道 小九姑娘 上次在卫王府不是说好 咱们之间的距离 要远一些的吗 这个姑娘 是个实打实的惹祸精 万万不能跟她走得太近 否则以李姓现在的势力 可能连死都不知道 自己跟怎么死的 小九姑娘放下手里的筷子 抬头瞥了一眼李姓 开口道 李公子 那是你自言自语说的 我可没有答应 他笑容顽皮 还要帮着王爷 向你传递命令呢 怎么能离得远远的呢 说着话的功夫 他碗里的饺子 就已经被吃了得干净 这个小九姑娘 用筷子敲了敲碗盐 李公子 我还没吃饱 李姓一脸无语地 看着这个少女 虽然不知道 她到底是个什么身份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 她绝对不只是 魏王府的一个侍女而已 想到这里 李姓摇了摇头 轻声道 饺子没了 还要再弄一些 小九兴致勃勃地站了起来 声音兴奋 那太好了 我也要跟自己弄出来一些 等年节的时候 给家中一些长辈 做一些尝尝 李姓摇了摇头 开始一步步教她 如何包饺子 现在 短时间内甩开这个九姑娘 已经不现实了 围巾之际 只能暂时先拖着 没有别的办法了 这个小姑娘 来历绝对不简单 小九姑娘吃得津津有味 李姓就坐在旁边 静静地看着她 她恍若不觉 又吃了一碗饺子之后 靠在一背上 用手拍了拍 自己骨髒的小肚皮 满足地闭上了眼睛 尽管李姓与那位七皇子之间互相 都留了许多心眼 但是当这个小九姑娘 拍着自己肚皮的时候 李姓心中开始怀疑 这个姑娘之所以接近自己 多半只是单纯地 为了吃 李姓咳嗽了一声 对着这个吃货姑娘 勉强笑了笑 小九姑娘 这个饺子的做法 回头我给你写下来 你带回去 做法很简单 魏王府的人应该很容易 就能弄得出来 你以后要是想吃 就不用那么麻烦 跑来我这里了 魏王府在城北的永乐坊 大通坊在京城的城南 两个地方徒步的话 最少要走大半个时辰 因此 李姓才会说麻烦 小九姑娘眼珠子转了转 一边拍着自己的小肚子 一边轻哼了一声 那不行 我见你两次 你已经弄出了三个新鲜吃食了 魏王府的那些蠢蛋 一个新东西都做不出来 李姓眨了眨眼睛 每一道菜 或者说每一个小吃 都是经过时间的沉淀 才能流传下来 而且还具有极强的低欲性 李姓眨在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 才能接触这么多的食物 想让这个时代的厨子 去弄出一些新奇的吃的 未免有些太难喂他们了 李姓实在是不想 跟这个小九姑娘有太多勾连 她硬着头皮说道 这样吧 以后只要在下这边 弄出了新鲜食 就第一时间 把做法送到魏王府去 这样一来 小九姑娘就吃得到了 九姑娘低头想了想 然后缓缓摇头 不成 那些人做的东西不正宗 跟你弄得不太一样 所谓正宗不正宗 其实就是一个先入为主的概念 李姓也不是专业的厨师 她弄出来的东西 未必有魏王府的厨子 弄出来的好吃 之所以小九姑娘有这个想法 只是因为心理作用而已 李姓苦笑道 这永乐坊 距离大通坊这么远 小九姑娘来一趟 也麻烦不是 皇城都是坐北朝南的 皇城墙根下的永乐坊 自然是在京城的城北 而大通坊 则是在城南 中间的距离 如果不行的话 最少需要大半个时辰 甚至要一个时辰以上 小九姑娘 揉了揉自己吃撑了的小肚子 满不在乎地说道 那也没事 魏王府的人可以送我来 李姓眨了眨眼睛 那你也不能天天往我这里跑啊 咱们都是未婚 我还是个清白的少年人 要是传出去了 以后还成不成亲了 小九姑娘脸色红了红 脆了一口道 呸 不要脸 她脸色通红 慌忙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陶冶式地跑到了房间门口 然后停下脚步 回头咬了咬牙说道 你记着 把这个饺子的做法 送到魏王府去 李姓有些无语地 看着这个吃货 自己都用男女大房来避讳了 这个丫头 怎么一点都没有反应呢 是她太过单纯 还是吃货的心 战胜了一切 不过嘴上说说 九姑娘走的时候 李姓还是出门送了一下 刚走到门口 就看到一顶紫色的轿子 停在了自己门口 四个体型壮硕的轿夫 站在轿子四角 小九姑娘蹦蹦跳跳地上了轿子 然后轿子升了起来 朝着北面去了 难怪这丫头不嫌路远 果然是有人送她过来 如果没有看错的话 这台轿子 应该是那位魏王殿下 平日里出门用的 这样一来 这位九姑娘的身份 就更加不言而喻 她最少也是七皇子的表情 甚至可能是亲妹妹 至于情人 那就不太可能了 没有哪个男人会容忍自己的 女人小九姑娘这样 坐着自己的轿子 去看望另外一个男人 李姓站在自己的院子门口 目送着 这顶紫色的轿子远去 她这个身子 虽然还是一个15岁的少年人 但是她的灵魂 是一个30岁出头的大叔了 碰到这种情况 李姓自然不会认为 自己被美人垂青 更不会被冲昏了头脑 投身进伟大的爱情之中 哪怕这个小九姑娘 真的喜欢她 可是冷酷无情的事实 就摆在面前 她目前还只是一个庶民 不管这位小九姑娘 是七皇子的表妹 还是亲妹妹 李姓都没有任何资格 觊觎 说一句不客气的话 以李姓现在的身份地位 就算小九姑娘 怀了她的孩子 最后的结果 也是李姓被 悄无声息地弄死 孩子也不会生下来 这就是这个时代的身份差距 任何时代都是这样 除了那个公主嫁平民 皇子娶寒门的大名 著名王朝这么做 是因为 有一个怀幼不一出身的 太祖皇帝 这个怀幼不一 还留下了一本厚厚的 皇民祖训 但是大静的皇室姬姓 乃是上古八姓之一 是在正宗不过的贵族出身 他们不可能允许家族血脉 嫁给一个平民 当今的成德天子 虽然出手避惑了自己 但是绝对不会因为 对自己有什么感情 而且因为 她要维护自己的名声 假如小九姑娘 真的是成德天子的公主 自己贸然 与小九姑娘接近 给那位成德天子知道了 说不定会毫不犹豫地 活刮了自己 小九姑娘年纪还小 但是李姓年纪 已经不小了 细细思量之后 李姓深呼吸了一口气 心里做出了决定 静而远之 想到这里 李姓深呼吸了一口气 转身走进了自己的院子 房间里 麦太妞一个人 坐在厨房里 继续包饺子 不时跑到灶台下面 填几个柴火 李姓走了进来 摸了摸她的脑袋 轻声笑道 不是吃过了吗 怎么还在弄 小丫头低着头 很是认真的包着饺子 刚才都给她吃完了 哥哥都没吃几个 李姓哈哈一笑 也坐了下来 跟小丫头一起包饺子 就在这两个人 在厨房里忙活的时候 小九姑娘的轿子 回到了永乐坊 路过魏王府的时候 小九姑娘挥了挥手 轻声道 不停了 直接回宫里去 几个教父宫声音是 抬着小九姑娘 从南宫门 一路畅通无阻地 进了宫里 进了皇城之后 为了预防刺客 有顶的轿子 就不能坐了 一些太监 抬着露天的抬轿 抬着小九姑娘 继续往后宫里去 小九姑娘 一路走到成德皇帝的寝宫门口 才从抬轿上跑了下来 然后她三两步 跑到寝宫门口 对着寝宫门口的 大太监陈举微笑道 大公公 父皇在做什么 可有空吗 那时间的太监陈举 看了一眼小九姑娘 也回了个笑脸 原来是九公主 主子这会儿 该是在午睡呢 你有什么事 不妨留个话 等主子醒了 老奴给您递进去 小九姑娘 正是当今成的天子第九女 吉林秀 九公主面带微笑 娇憨道 也没什么 就是马上年关 我就十六岁了 来跟父皇商量商量公主府 落在哪里 大进皇家规定 皇子皇女年满十六岁 就要出宫开府 不过每一个皇子 都要出宫开府 皇女们却不是人人 都有资格开公主府的 一般来说 皇子的王府 位置一般都是 选在永乐坊里 因为这个地方距离皇城最近 可以随时回宫探亲 像是七皇子的卫王府 还有三皇子四皇子等人的王府 都是在永乐坊里的 但是皇女就不一样了 因为永乐坊的地方就这么大 住的人又都是达官贵人 就是皇族也不能 无缘无故地夺了别人的宅子 因此 这些皇女们 一般都是退而求其次 住在永乐坊旁边的几个坊里 比如说明德坊 柳树坊之类的地方 这些地方 虽然距离皇城稍远了一些 但是也是靠在永乐坊边上 算是京城的市中心位置 七家的公主府 一般都是选在这两个坊里 但是也有比较得宠的皇女 公主府建在永乐坊 这位大静的九公主姬灵秀 是七皇子姬温的包妹 马上就要年满十六岁 到了出宫开府的年纪了 她出身不低 平时又很是乖巧 因此颇得成的天子喜爱 本来按照成的天子的意思 是要想办法在永乐坊里 给她置一座公主府的 只不过永乐坊里 暂时没有空余的地方 因此就还没有弄下来 最近一段时间 这位九公主的包兄七皇子姬温 也在帮着她在永乐坊里 张罗公主府的事情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 皇家皇子和皇女的排行 是分开来的 成的天子子四星龙 七皇子是成的天子第七个儿子 而小九姑娘 则是成的天子的第九个女儿 九公主姬灵秀 在寝殿外等候了小半个时辰之后 头发花白的大太监 陈菊走了出来 对着她弯下了腰 公声道 九公主 主子让老奴带您进去面圣 大静是不心主子奴才 这一套的 整个皇宫里 任谁见到成的天子 都是喊陛下 唯独这个内侍间的大太监陈菊 是喊主子 整个皇城里 也就只有 他一个人有这个资格 姬灵秀对着陈菊点了点头 轻声道 有劳大公公了 说吧 他跟在这个大太监身后 走进了成的天子的寝宫 皇宫里 有一套森严的规矩 绝不会有电视剧里那样 一个成了年的公主 随意冲进皇帝书房 就皇帝胡子那种事情发生 事实上 皇子皇女学道礼仪规矩之后 哪怕要见一见自己的老爹 也要经过通传才行 寝殿里 几个火炉熊熊燃烧 刚刚午睡醒的成的天子 身上披着天子长服 正坐在软榻上面 翻看着奏章 姬灵秀走了进来 隐隐下败 女儿见过父皇 成的天子放下手里的奏章 对着九公主笑了笑 小九来了 来坐着说话 姬灵秀点了点头 乖巧地坐在自己老爹面前 丝毫没有在理性家里那么嚣张了 他坐下来之后 成的皇帝眯了眯眼睛 轻声道 听陈举说 你这些天都在宫外面跑 住在老七府上 姬灵秀笑着点头道 女儿马上要出宫了吗 就让七哥帮忙找个宅子 这些天就干脆住在七哥府上了 这都是跟宫里报备过的 父皇可不许责怪女儿 按照规矩 皇女不到年龄是不许出宫的 否则就是为之 不过九公主姬灵秀 就要年满十六 在这个当口 出去给自己挑宫主府 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成的天子轻轻恩了一声 淡然道 你是个守规矩的 父皇也没有怪罪你 前些日子 想给你在永乐坊里 弄一套宅子 宗府那边也派人催了 一直没有在永乐坊里 找到合适的 你这些日子在宫外 老七有没有给你寻到合适的 九公主摇了摇头 轻声道 永乐坊里 早就住满了 又都是一些有关有绝的人 哪里这么容易寻到宅子 七哥这些天去看了好几栋宅子 都没有谈下来 女儿的意思是 这公主府 就不在永乐坊里了 皇权从来都是有边界的 不可能为所欲为 这件事情 成的皇帝固然可以亲自出面 只要他一句话 就有人从永乐坊里 让出宅子 给他的女儿去住 但是这种事会失人心 轻易不能做 或者说 一个皇女 不值当他这么做 成的皇帝轻声笑了笑 开口道 永乐坊没地方就算了 明德跟柳树两个坊里 应该还有地方 可以给你开府 这马上就要过年了 明天朕亲自给宗府去个信 让他们家紧办 吉林秀亲声道 父皇 明德方和柳树方 也是寸土寸金的地方 置办一座公主府 难免劳民伤财 女儿的意思是 再偏一些 这样能给父皇省不少银钱 成的天子哑然失笑 小九什么时候这么替郑州想了 吉林秀脸色微红 不过很快变为正常 他低头道 女儿这几天 在大通方里转了几圈 发现大通方地方不错 既不用花很多钱 距离皇城也不是太远 女儿想在大通方立府 请父皇成全 这个世界上 一见钟情毕竟太少了 这位九公主对李姓 暂时也还只有好奇心而已 她之所以要在大通方开府 很大的原因就是贪吃 九公主喜欢美食 京城里许多人都知道 否则当初七皇子也不会带着她 去李姓那里吃羊肉串 现在经过几次的接触之后 这位九公主 已经完全被李姓的厨艺折服 因此才想着 干脆住到大通方里去 她更多的是想把李姓 收作自己的厨子 而不是驸马 承德天子皱了皱眉头 轻声道 大通方也太偏远了一些吧 七灵秀拉着承德天子的袖子 撒娇道 父皇 孩儿好容易看中一个地方 您就让孩儿去吗 这大通方是七哥亲自挑选的 也是七哥同意 孩儿才来找您的 老七找的 成德天子 微微有些吃惊 九公主这番话 当然是胡说八道的 那位七皇子 对她要定居大通方的事 一无所知 七灵秀肯定地点了点头 是啊 就是七哥在大通方里 找了个快地方 还请了风水师傅看过了 说何事开府 留在京城 有资格继承皇位的四个皇子 都是承德天子 比较看重的候选继承人 其中老七未亡 做事面面俱到 为人处事滴水不漏 而且颇有些手段 因此 承德天子颇为喜欢这个儿子 听到是七皇子点头的 承德天子微微有些动牛 他皱眉思索了片刻 然后开口道 罢了 你既然喜欢那里 明日朕就给宗府 还有宫部去条子 让他们在大通方选址 给你迎见宫主府 九公主欢呼一声 对着承德天子到了生县 然后欢天喜地地去了 看到女儿远去的背影 承德皇帝若有所思地皱了皱眉头 片刻之后 他换来大太监陈举 陈举 去让董承查一查 九公主这段时间做了什么 接触了什么人 大太监恭敬叩首 老奴遵命 九公主要在大通方开府的事情 理性自然是毫不知情的 公主开府这么大的事情 从旨意下来 再到户部公布承办 一套走下来 怎么也得几个月之后才能落实 况且 就算公主府尘埃落定 理性也未必能够知道 是小九姑娘的公主府 小九姑娘走了之后 理性长松了一口气 每天除了给小丫头做饭以外 就是教这个丫头认字 按照麦探翁的说法 这个丫头姓中 是出生一个大户人家 家里出了变故 才被送到麦探翁这里避火 不过这丫头 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名字 一直叫她麦探妞 总不是个事 理性琢磨了半天 给她取了个小名 叫钟晓晓 之所以取这个名字 是因为这个丫头 实在是受得可怜 像是一个小不点一样 所以理性就把她叫做晓晓 至于大名 等以后她的家人寻过来 再交给家里人取吧 这间院子 总共有三间房子 一个正堂 两个卧房 还有一个不大不小的厨房 算是一家三口过日子的好地方 理性把那间 稍微大一点的主卧室 收拾了一个书桌出来 然后坐在书桌旁边 叫这个丫头写自己的名字 钟晓晓 这个名字很好记 而且笔画也不多 小丫头很聪明 只用了半天时间 就学会了写自己的名字 理性坐在旁边 看着这个丫头 一脸严肃地握着 那根不算精良的毛笔 趴在桌子上 认认真真的 一遍又一遍写着自己的名字 满意地点了点头 丫头 你在这里好好练 我出去一下 小小停下手里的动作 抬头看了一眼理性 然后点了点头 好 她本来话就不是很多 从麦汤翁去了之后 这丫头的话就更少了 现在除了理性跟她说话 她能回应一句 旁人跟她说话 她是一句话 也不会说的 理性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舒展了一番身子 然后迈步走向了院子里 她之所以出来 是因为 有人在院子门口敲门 理性打开院门 一个身材娇小的姑娘 站在院子门口 这个姑娘 理性是认得的 确切地说 这个姑娘是理性 来到这个世界上 第二个说话的女人 她是德意楼的平儿姑娘 崔九娘身边的使唤丫头 理性微笑道 平儿姑娘怎么来了 平儿对理性扶了一扶 然后从袖子里 取出一个厚厚的信封 递在理性手里 轻声道 理公子 这些都是你要的东西 九娘她这两天 亲自整理抄露出来的 让奴婢给您送过来 理性伸手接过 这个沉甸甸的信封 上一次她见到崔九娘的时候 跟九娘要了 有关京城局势的资料 没想到这位九娘 速度这么快 只用了几天时间 就把这些东西整理出来了 平儿姑娘低着头 继续说道 李公子 九娘说了 这些东西您看过之后 便随手烧了 如果有不懂的地方 可以随时去得一楼问她 理性轻轻点了点头 微笑道 有劳平儿姑娘了 平儿姑娘放心 这东西 不会传到下一个人手里 平儿点了点头 抬头看了一眼理性 然后行礼道 如此 平儿就不打扰公子 这便回去了 理性轻轻点头 微笑道 九娘代理性有恩 如果得一楼碰到什么难处 平儿姑娘不妨来找在下 能帮得到的 理性义不容辞 平儿姑娘点了点头 转身去了 此时 这个出身得一楼的侍女 心中百味杂陈 这个在大半个月前 还衣衫褛褛的少年人 此时不仅衣食无忧 而且举手投足之间 有一种从容不迫的气势 这种气势 平儿只在崔九娘 还有魏王殿下身上看到过 这才大半个月啊 平儿姑娘离开之后 理性拿着这个信封 回到了自己的房间里 然后合上门窗 拆开了这个厚厚的信封 倒不是她太过小心 而是七皇子说过 此时她的身边 应该是有天幕间的人保护的 这种保护 虽然仅限于保护 她的人身安全 不会过分监视 她的一举一动 但是该有的防备 还是要有的 九娘的信封里 是一打厚厚的白纸 纸上用捐绣的小凯 写得满满当当 字迹秀丽 应该是崔九娘自己亲笔所写 理性大概数了一下 有将近二十页纸 这上面的字加在一起 怕是有将近一万字 而且全是用毛笔抄录出来的 仅仅两三天的功夫就弄了出来 这个速度 已经颇为惊人了 理性深呼吸了一口气 开始仔细查看 这些白纸上写的内容 里面把京城里的局势 大概地介绍了一遍 现在是大静的成德十七年 马上就是成德十八年 也就是说 那位成德天子 已经在位十八年 马上就是第十九年了 成德天子是一个 很有作为的君主 十八年的时间 让他把整个京城都握在了手里 京城里的人和事 大致上 都是按照成德天子的意志 在运转着 也就是说 这场夺敌最关键的 不是争权 而是如何俘获圣心 简单介绍了成德天子的情况之后 后面的篇幅都是在说 京城里比较重要的势力 除了另外三个皇子之外 就只剩下了几个重要的大臣 其中 成德朝里最重要的大臣 就是李信的那个便宜老爹 平南侯李慎 这位平南侯李慎 虽然仍旧是个侯爵 但是他从小跟成德天子一起长大 成年之后 继承了平南侯爵 也继承了平南侯府 在南疆的十万兵权 这么些年 南疆一直有叛党 也是李慎不辞辛苦 亲自在南疆镇压 成德天子 能够在京城安享太平 那位平南侯 要占了很大一部分功劳 更为关键的是 平南侯府在南疆的十万兵马 乃是当年平面南署的精兵直系 算是精锐之中的精锐 有这么一支军队 在遥遥镇守在南边 京城这里 也不会有人敢有异动 最难能可贵的是 平南侯府 从第一任平南侯李之节 再到如今的平南侯李慎 魏国之剑 已经半个甲子有余了 整整三十多年 七家皇室 能够一直信任平南侯李家 没有收回兵权 也算得上是君臣相得 李慎把关于平南侯府的情报 详细地看了两遍 心里多少有些沉重 他现在才知道 为什么自己两番攻击平南侯府 平南侯府仍旧窥然不动 为什么自己刚到京城 这位七皇子 便会这么重视自己 这个平南侯府 看起来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后门 实际上却掌握了 大京最重要的力量之一 一株参天大树 漠然出现在李慎面前 大树巨大的阴影 把李慎埋了进去 从来到这个世界到现在 李慎对于平南侯府的认知 仅限于一个李慎的名字 还有侯府这个概念 从爵位上来说 侯爵虽然不低 但是在京城里 就多少有些不够看 因此 李慎才有要跟平南侯府 做对的想法 但是现在 平南侯府 向他展露出了自己的冰山一角 这是一个手握冰权的后门 这一点 从自己一个私生子 就能引起七皇子亲眼 就可以看出来一些 直到现在 李慎才明白 一个平南侯府的夫人 为什么可以轻而易举地 调动京兆府的人 为什么大字报事件之后 那位总览京师的京兆尹 都因此降了两极 而平南侯府 却没有受到任何责罚 哪怕是自己 被平南侯府的小侯爷 险些打死 那位小侯爷 也还是没有被重罚 也就是被打了几鞭子 赶回家里禁足而已 当时 哪怕李慎被他给打死了 估计也就是这个责罚而已 李慎深呼吸了几口气 把有关平南侯府的这几叶纸 丢进了手边的火盆里 他是一个很正常的人 一个正常人 在这种情况下 多少会生出一些畏惧之心 毕竟他现在无权无视 而在他面前的 是一座庞大到 令人害怕的平南侯府 李慎也害怕了 他缓缓闭上眼睛 脑海里浮现出的 是救公冻僵的尸体 另一个李慎的记忆 他虽然也看过 比如说 他能想起来母亲去世之前憔悴的面容 平南侯府的家 降教自己野种的时候 另一个李慎紧握双拳 咬破了嘴唇 不过那些都是另一个少年人的经历 李慎虽然记得 但是对他的冲击力并不是很大 可救公的死 是他亲眼看到的 李慎从昏睡中醒过来的时候 清晰地记得 那个衣服不多的老人 努力把自己搂在怀里 然后在破庙里 被活活冻死的样子 他还想起来北山小屋 熊熊燃烧的大火 想到了撒手人寰的麦探翁 李慎睁开眼睛 缓缓吐了一口气 这些东西 都是他亲眼看到 亲身经历过的 不管平南侯府势力多大 地位有多么牢不可破 总归是那个平南侯 先对不住他们母子两个 后来这个平南侯府又对不住他 因此无论如何 李慎都不可能昧着良心 回到平南侯去当儿子 不仅不能去平南侯当儿子 他还依然要替自己 替自己的母亲 跟那个扎爹讨一个说法 平南侯府这座山必须要爬过去 山变高了 自己就再努力一些就是了 少年人缓缓吐了一口气 把其余的纸张认真叠好 装进了一个盒子里 然后起身去洗了把脸 这些东西的信息量太大了 他不可能一下子接受得了 他需要慢慢看 单单关于平南侯府的情报 就足够让他思考几天时间了 洗完脸之后 李慎来到了麦探妞的屋子里 看到这丫头还趴在桌上写字 李慎看着这个埋头努力的小丫头 心情突然好了不少 日子还是要继续过的 至于平南侯府 也没必要太放在心上 过好当下的日子 以后的事情一步一步来就是了 想开了之后 李慎伸手指了指小丫头写的字 轻声道 横要平 树要直 这是最基本的东西 歪歪扭扭地永远写不成字 李慎上辈子是个书法爱好者 对于写字这方面 还是很有话语权的 最起码辅导一个出入门的小丫头 是不成问题的 小丫头点了点头 揉了揉有些酸痛的右手 继续沾默写字 本来他这个年纪学写字的时候 应该用清水练习 不过李慎现在有钱了 不在乎这撒瓜俩枣的 就直接给他买了草纸练习 就在李慎这边 教小丫头写字的时候 秦怀河边上 一个身穿蓝色衣裳的年轻人 从宁翠楼的后门走了进去 然后在宁翠楼的二楼雅间 见到了另一个 二十四五岁左右的年轻人 这个偷偷上楼的年轻人 正是平南侯府的小侯爷李纯 他虽然名义上被禁足了 但是京城里谁都清楚 这个不强制的禁足 是没有什么用的 只要李纯低调一些 不光明正大大摇大摆地 出现在大街上 旁人爱着平南侯府的面子 怎么也不会去举报他 李纯弯下身子 对着面前的年轻人恭声道 殿下 整个京城的年轻人里 有资格让李纯弯腰的 恐怕也就只有 成德皇帝的这几个皇子的 这个一身紫衣 被称为殿下的年轻人 正是成德天子的第四个儿子 齐王姬环 姬环上前拍了拍李纯的肩膀 微笑道 前几天听说 你被父皇打了 现在伤可好些了 李纯弯身笑道 有劳殿下关心 在下从小习武 身子骨硬朗 已经没什么事了 宫里打人是很有讲究的 如果真想弄死你 别说是四十鞭子 就是二十鞭子 该死也能打得死你 不过李纯是平南侯府的独子 宫里动手的 很又是皇城进军的人 这些人自然不敢得罪平南侯府 因此下手并不重 齐王姬环个子并不是很高 相对七皇子要矮上一些 他脸上总是挂着微笑 显得很是平易近人 比那位魏王殿下 更有亲和力 这位四皇子 在房间里坐了下来 然后给李纯倒了杯茶 轻声笑道 听说 是你把别人给打了 才惹恼了父皇 李纯双手接过茶水 开口苦笑道 家丑不可外扬 其实算是我们李家的家事 还是不跟殿下说了 姬环低头抿了口茶 戴然道 我派人问了 都说 是你动手打了一个父皇 亲自派那位保护的人 这才惹恼了父皇 派人打了你四十鞭子 说到这里 饥环淡淡地看了李纯一眼 轻声道 小侯爷是个聪明人 按理说 不应该做什么蠢事的 能否跟本王说一说事情的经过 李纯脸上的表情僵了僵 然后缓缓吐了一口气 苦笑道 殿下是自己人 那李纯就不瞒殿下了 那个被陛下派人保护的人 乃是一个冒充我李家血脉的骗子 曾经到李家来认清 被母亲给撵了出去 那天我知道这件事之后 就派人把他请了过来 准备劝他离开京城 谁想到刚说几句话 他就 四皇子眉头一皱 他就怎么了 李纯苦着脸说道 他就拎起椅子 砸在了自己脑袋上 随后那位的人感到 这件事便被栽在了我的头上 四皇子机缓眯着眼睛 思索了片刻 终于把这件事 前后想了个明白 这位齐王殿下 缓缓拍了拍掌 由衷感慨 好狠 好手段 大靖的皇位顺帝 并不完全是嫡长子继承制 一般是从嫡出的皇子之中挑选 并不按年龄大小 可是承得皇帝原配皇后早逝 膝下无子 承得天子之后 一直没有再立皇后 所以他的这些儿子 就统统都是数子 没有嫡子 又不立长 理论上来说 这些皇子 每个人都有荣登大宝的 预及天下的机会 诸多皇子之中 留在京城里的 除了未满十六岁的 几个幼年皇子之外 就只剩下大皇子 三皇子 四皇子还有七皇子四个皇子 承得天子 对这四个儿子看得极重 留在身边听用 等于说是 四个皇位候选人 留给承得天子考察 当朝六部 除了地位最高的礼部 还有十权最重的礼部两部之外 其他四部 都是由这四个 留在京城里的皇子挂名 譬如说 这位四皇子姬环 身上的官位之一 就是兵部尚书 而那位七皇子姬温 则是大靖的公部尚书 另外 大皇子掌管户部 三皇子则是执掌刑部 他们四个 虽然不能算是一个完整的六部尚书 各部的事务 大多都是由部下两个侍郎打理 不过他们 却是正儿八经的部堂级官员 每个人在京城里 都有一股不小的势力 这种程度的放权 在大经历史上 都是罕见的 要知道 以往六部尚书 每一个都是正儿八经的二品大员 再朝位高权重不说 再也也是读书人之中的宗师 这种级别的官职 在承得朝之前 是没有让皇子担任的先例的 也就是这个自信 能够全盘掌控京城的成德天子 才敢进行这种程度的放权 四皇子机环拍手之后 重新坐回了软榻上 他低头喝了一口香茗之后 抬头看向李姓 轻声道 小侯爷知道自己 为什么被一个平民百姓 玩弄于鼓掌之中吗 李纯脸色微微有些发红 这段时间他做的事情 确实有些丢人了 本来以平南侯府在京城的地位 一个连草根也不如的李姓 无论如何 也不可能斗得过平南侯府 偏偏平南侯府 在这个香巴老手上 接连吃亏 李纯微微低头 沉声道 这个李姓 心思十分奸华 而且做事不择手段 我也是一时不察 才着了道 四皇子微微一笑 伸手给李纯也倒了一杯茶 轻声道 小侯爷还是想得简单了 凭他一个出入京城的山野之人 就是有天大的本事 也不可能动得了平南侯府半根汗毛 可是他偏偏触碰到了平南侯府的痛处 还碰到了两次 这背后就必然有大问题 李纯在这位四皇子面前 缓缓坐了下来 深呼吸了一口气 轻声道 我这几天 心中也百思不解 还请殿下指点迷津 他的地位 与面前的这个四皇子 其实差距是不大的 如果不是李纯刻意奉承 以他平南侯府小侯爷的身份 甚至有资格跟这位四皇子平等对话 也就是说 四皇子没有登基之前 他们两个人之间 是没有上下级关系的 李纯之所以在这位四皇子面前如此恭敬 是因为他已经认为 这个四皇子 将来会坐在那张龙椅上头 齐王姬桓抿了口茶 眯着眼睛说道 根据下人们传过来的消息 李信这个人 出现在父皇视野里 是因为那首诗 说到这里 姬桓看向李纯 轻声笑道 那首诗 写得很是不错 小侯爷看了没有 李纯咬牙道 纳斯把这首诗写在白纸上 贴得满大街都是 我自然看到了 姬桓呵呵一笑 那小侯爷有没有想到 这首诗 为什么能这么快地 送到父皇那里去 他李信不过是一介平民 仅仅在大街上贴了几张纸 就能够上达天厅 李纯皱了皱眉头 苦笑道 可能是因为那首诗的内容 太过敏感 陛下明察秋毫 所以 他还没说完 四皇子就打断了他的话 正是因为这首诗的内容 太过敏感 而且提到了金赵府 按照正常情况 应该被金赵府的人 迅速压下去 然后把痕迹抹出干净 不会传到父皇那里去 可是这首诗 在第二天 就传到了父皇的桌案上 话说到这里 李纯再怎么蠢笨 也能想得明白了 他抬头看向这位四皇子 低声道 殿下的意思是 有人在其中作梗 想要为难我平南侯府 齐王殿下没有回答这句话 而是自顾自地说道 你跟那个李信 在宁翠楼冲突的事情 本王也派人打听了 当天跟在那个李信 身后的两个内卫 是秘密跟着的 事先父皇也没有旨意给到他 那这个李信 又是怎么知道 自己身后跟着两个内卫 还借此为手段 构陷小侯爷的呢 李纯脸色微变 这些细节问题 他在此之前 从来没有想到过 经过这位齐王殿下一提 他才发现 这个李信身后大有问题 是啊 他一个出入京城的少年人 凭什么就能搅动风云 把整个平南侯府 弄得狼狈不堪呢 哪怕他再聪明 也必须要借力才行 那这个 李又是谁借给他的呢 李纯越想 眉头皱得越重 他对着齐王殿下低下头 与其恭敬 多谢殿下提点 四皇子微微一笑 小侯爷想出眉目了 李纯低头道 还不曾 但是终归是有了点头绪 回头我便让人去查一查 那个李信这段时间 接触了什么人 他来京城还不到一个月 行踪都是 有迹可查的 总能被我抓到一些马脚 齐王殿下微微皱眉 随即舒展开来 他摇了摇头 轻声道 不用去查了 本王已经打听过了 这个李信出入京城 进入的第一个地方 你应该知道才是 李纯心中一惊 随即低声道 得意楼 李信刚来京城的时候 在得意楼挣了不少钱 那个时候 御夫人还派人去得意楼 打了招呼 让得意楼 断了与李信的生意往来 并且双管齐下 派人烧了李信的房子 齐王殿下 眯了眯眼睛 轻声道 得意楼的背后 东家是谁 在京城里 不是什么秘密 小侯爷应该清楚才是 李纯脸色有些难看 魏王府 齐王殿下 呵呵一笑 不错 李信 近今以来做的这些事情 背后多多少少 都有些老七的影子 他藏得虽然很好 但是却瞒不过我 李纯闷哼了一声 我平南侯府 与魏王殿下无冤无仇 他为何要与我平南侯府为难 四皇子眼角跳了跳 心中吐槽 蠢货 你跟本王走得近 就是对老七最大的得罪 他瞥眼看向李纯 不免有些感慨 这个李家大郎的智商 比起那个私生子 可逊色太多了 京城里皇位的角逐者 就那么几个人 七皇子在时刻盯着 四皇子这边的情况 而这位四皇子 同样在盯着自己的兄弟 能够留在京城的 没有一个是蠢物 七皇子想用李信 钳制平南侯府 从而来损害到 四皇子的势力 于是 这位四皇子被惊动了 同样把目光 放在了李信身上 四皇子与李纯说了一会话 大概一个时辰之后 这位齐王殿下 拍了拍李纯的肩膀 轻声道 小侯爷还有禁锢在身 就不要在外面到处跑救 省得给人看到了 要在父皇面前告你的状 到时候 父皇恐怕会更为生气 一忙点头 开口道 殿下放下 我从后门进来的 没有给外人瞧见 等会坐马车回府去 以后没什么大事 就不会亲自出门了 这一次平南侯府 已经两次惹到了 成德天子头上 即便是李纯这种 先前无法无天的人 也感受到了地位森严 可以可二不可再三 如果平南侯府 第三次惹恼了成德天子 到时候平南侯府 是个什么模样 还真说不清楚 李纯对着他点了点头 微笑道 小侯爷这段时间 就在家里歇着 就当是避避风头 本王得空的时候 就在父皇面前 替小侯爷说几句好话 让他老人家 提前放你出府 李纯点了点头 对着四皇子躬身行礼 李纯多谢殿下 关于那个李信的事情 我回去之后 就让人细查 有了什么情况之后 会立刻告诉殿下 齐王殿下 对着他点了点头 微笑道 小侯爷 不管这个李信 是不是平南侯的儿子 但是老七肯定是 想用他这个身份 做事情的 咱们既然知道了 就不能让他得逞 就算不能 把这个李信处理了 也要把他赶出京城去 这位齐王殿下 之所以对这件事 这么上心 是因为他目前之争 取到了李纯的支持 而平南侯府真正的主人 是那位在外统兵的 侯爷李慎 平南侯府 并没有倒向他这个齐王 说句不客气的话 在那位平南侯眼里 留在京城里的 这四个皇子 都只是晚辈小打小闹而已 而且以平南侯府 如今的权势地位 根本没有必要 在尘埃落定之前站队 因为无论是谁 坐上那个位置 都离不开他 李纯和四皇子 只能算是私交 不过 李纯将来总有一天 是会接过平南侯府的 争取到了李纯 将来就会多一些机会 所以 四皇子对李纯颇为上心 现在平南侯府 莫名其妙 又多出了一个私生子 那个私生子 偏偏又跟自己的 七弟走得很近 自然引起了 这位齐王殿下的注意 李纯呵呵冷笑 这个人 不知道用什么手段 攀到了卫王殿下的高知 不过野种就是野种 注定成不了气候 殿下放心 至多三个月 我就能把他赶出京城 等他离开了京城 陛下不再着眼的时候 就是他的死期 四皇子眯了眯眼睛 这个李纯 刚才说李纯是贸任 现在却口出了一种两个字 分明是默认了李信的身份 也就是说 这个李信 的的确却是平南侯李慎的儿子 齐王殿下心中有了些数 他对着李纯微笑道 小侯爷 父皇最近对你们李家 颇有些不满 你对李信动手的时候 还是要低调一些 最好不要用李家的势力 更不能用李家的那些不取 如果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地方 可以派人来本王府上递个话 本王会尽量帮你 李纯恭声道谢 陈生道 殿下放心 我被那个也准暗算了一次 不会再有第二次了 动手之前 一定想好万全之策 不会让他再有反咬一口的机会 齐王笑呵呵地点头道 这样最好 李兄 现在还在禁足 不能出来太久 快回府去吧 等这段时间风头过了 本王就给在父皇面前 李兄求情 明年开春之后的春恋 本王一定让李兄赶上 平南侯府的小侯爷李纯 最喜欢纵马射练 这件事 京城里人尽皆知 四皇子这么说 也算是投其所好 李纯大喜 对着饥环拱了拱手 就离开了宁翠楼 李纯走后 这位齐王殿下 看着这个平南侯府 小侯爷远去的背景 脸上缓缓露出一个笑容 他轻轻挥了挥手 换来一个一直 跟在附近伺候的跟班 轻声道 去派人 详细打听清楚 这个李姓的来历 另外想办法接近他 找机会替本王传个话 就说 本王想跟他见上一面 此时的四皇子 虽然没有弄明白 自己的七弟 到底要做什么 不过他不可能 做事这件事情发展下去 因此 他想见一见 这个在京城 搅风搅雨的李家四生子 大半个月来 这个四生子 在京城的上层圈子里 已经小有名气 跟在四皇子身后的 这个跟班 名叫成姓 是姬环颇为信赖的左右手 文言恭敬低头 卑职遵命 宁翠楼里的谈话 李姓自然是不知道的 这会儿已经是腊月二十九 距离过年也就一两天了 他正在忙活过年的事情 李姓在大街上 买了一口小铁锅 然后采买了不少调料 包括辣子 豆酱 八角 素菜 还有荤菜等等 都摆在了自己小院子的正堂里 下午的时候 李姓把这些调料放在锅里 炒出了底料 他之所以会弄这个 还是因为以前教过一个 川熟的女朋友 从川妹子那里 学到了不少川菜 不过这个时代很多原料都不好找 比如说 这个时代还没有辣椒 只能用辣子代替 因此 弄出来的东西 只有前十七八分的味道 火锅底料炒出来之后 李姓开始在正堂生活 把那口小铁锅架了起来 水煮沸之后 把底料倒了进去 不一会汤底 就变成了红色 等到汤底煮沸之后 一股香味袭来 李姓坐在小锅旁边 不由食指大动 他一直在说 小九姑娘是个吃货 但是其实他自己也是个吃货 钟晓晓穿着一身棉衣 坐在李姓对面 他看着这个主妃的锅子 开口问道 哥哥 这是什么 这叫火锅 李姓笑着 把一串切好的羊肉片 扔进了锅里 红色的汤锅 咕嘟嘟地滚着 香气四溢 唯一有点可惜的是 现在是冬天 这个时代可没有反季节蔬菜 因此 能吃的素菜没有几个 寒冬腊月里 能吃上一顿热腾腾的火锅 无疑是人生美事 接下来的几天里 不管是七皇子还是那位小九姑娘 都没有来看过李姓 不过这是意料中事 那位七皇子本身就有许多事情 而小九姑娘也很有可能是皇族中人 临近年关的时候 朝廷都是最忙碌的 祭天 祭祖 还有各种饮宴 过了年之后 还要到各个府上去拜年 磕头等等 而李姓这边就清爽许多了 他跟钟晓晓两个人 在京城都是举目无亲 用不着给任何人送礼 也不用去应酬 倒也清闲 年三十的中午 李姓自己下手 弄了四五个菜 兄妹两个围坐在一起 就算是过年了 本来过年是要放鞭炮的 但是家里有老人走了 按照规矩 三年之内 过年都不能放鞭炮 贴春帘之类的 这是李姓上辈子家乡那边的规矩 这辈子也是要遵守的 倒也省得麻烦 到了晚上 京城里开放宵禁 各个街放灯火通明 李姓打开了院子门 把小丫头放在自己肩膀上 走到了大街上 外面的鞭炮声绵绵不绝 空中的烟火也不时闪烁 李姓看了一会之后 轻声道 方才忘了 给你也买一点 这会儿还早 要不要哥哥 给你去买一些烟火放 小孩子都喜欢这些玩的东西 卖炭妞自然也不例外 而且 这会儿 天色才刚刚暗下来 也就是有时左右 大概是晚上六点钟左右的样子 因为不用宵禁 大街上卖烟火的小贩 还是很多的 钟晓晓坐在李姓肩膀上 抬头看着外面的烟火 摇头道 哥哥 我不喜欢那些 李姓把她从肩膀上放下来 笑着摸了摸她的头 轻声道 那好 咱们不看了 哥哥回去给你弄饭吃去 好不好 这个丫头瘦瘦小小的 看起来很是可怜 又特别懂事 所以就很招人疼 李姓上辈子已经三十岁了 看到这么个招人疼的小丫头 自然是喜爱无比 就像是带着一个女儿在身边一样 小丫头点了点头 自己走在前面 朝着那个小院子走了过去 李姓不紧不慢地跟在她身后 看到了这丫头 偷偷用袖子抹眼泪 李姓轻轻摇了摇头 微微叹了口气 她过了年也才六岁 自小待她长大的阿翁 就这么没了 如何能不难过 这种事情 最好的办法 就是用时间冲淡 好在她年纪也还小 甚至还没有到济世的年纪 等过些年长大了 也就不会这么难过了 小丫头步履蹒跚地走在前面 李姓一步一驱地跟在后面 没过多久 就回到了他们两个的那座小院子 不过李姓惊讶地发现 院子门口站了一个人 一个女人 小丫头也看到了这个女人 她往后缩了几步 站在了李姓的身后 李姓上前 对着这个女人拱手笑道 崔姐姐怎么在这里 一身蓝色衣裳的崔九娘 手里还提着不少点心糖果之类的东西 她把手里的东西给李姓看了看 然后微笑道 承蒙李公子叫我一声姐姐 过年了 姐姐自然要带点东西 来看看弟弟才是 她淡淡地看了一眼李姓 轻声笑道 刚才来这里 建房门关上了 我还以为李公子去哪里过年去了呢 李姓一边呵呵笑 一边推开了院门 小弟在这京城里 可以说是举目无亲 又能到哪里过年去 这不是外面正在放烟火吗 就带着丫头去看看烟火 说着 李姓已经打开了院门 伸手虚拟 姐姐请进 崔九娘抬头看了一眼 这个长相还算清秀的少年人 心中生出了一股涟漪 这么些年在京城里头 有不少人叫过她姐姐 但是那些人的眼睛里 往往都充斥着欲望 只有这个少年人双眼清澈 叫得这般自然 没有一点男女之情在里头 她轻声叹了口气 迈步走进了院子里 巧得很 我在这京城里 也是举目无亲 李姓走在她身后 听到了这一句话之后 并不觉得意外 这个时代 不是后世那种金钱至上的时代 一个人的身份 还是非常重要的 尽管九娘手底下 有一个大大的得意楼 平日里 也是锦衣玉食的生活 但是她从事的行业 毕竟是青楼行当 她自己也说过 那是一个下酒流的行当 这个行当 多少是会给人瞧不起的 别人就算当面笑眯眯的 叫你一声崔掌柜 背地里 只不定会吐着唾沫 骂一句婊子 所以 一般女子如果不是特别穷 或者家里出了什么变故 是绝对不会投身这个行当里的 因为这是一个脸面 胜过性命的年代 三个人走进正堂之后 李姓给崔九娘到了杯茶 轻声笑道 大过年的 得意楼里 应该许多事情要忙活 崔姐姐还亲自跑到小弟这里来 辛苦了 九娘把手里拎着的纸包 放在一旁的桌子上 轻声笑道 知道你跟这丫头两个人 过年没个去处 就来看看你们 怎么也不能 让你们大过年的 连个说话的人也没有 李姓低头喝了一口茶 然后声音有些唏嘘 大抵姐姐也是没有个说话的人 崔九娘脸上的笑容收敛 沉默了下来 她十四岁就进了青楼 后来被捧成了花魁 不过一直是清白身子 直到十九岁那年 那位七皇子把她买了下来 就这样成为了 魏王殿下的女人 本来她以为自己 能进魏王府里 做一个小妾也好 可是没想到 还是要继续待在青楼 这个行当里 区别就是 从一个花魁 变成了掌柜 转眼间 她今年已经二十六岁了 也就是说 她在青楼这个行当里 已经待了整整十二年了 可悲的是 李姓说的一点也没有错 她身边真就没有 一个说话的人 见她不说话 李姓自知失言 开口笑道 姐姐还没有吃饭吧 我跟丫头也还没有吃 这样 我去弄一点吃的 咱们一起 吃一个年夜饭如何 崔九娘犹豫了一会儿 随即轻轻点头 那我就后脸皮 在这里吃一顿 麻烦李公子了 李姓洒然一笑 把下午弄好的饺子拿出来 煮了一大锅 没过多久 一锅饺子就已经煮废 她给两个女人 每个人盛了一碗 自己也盛了一碗 三个人坐在正堂里 埋头吃着饺子 没有人说话 李姓第一个吃完 她微微犹豫了片刻 轻声问道 是殿下叫姐姐来的 崔九娘放下手里的碗筷 抬头看了李姓一眼 轻轻点了点头 是王爷让我来的 不过她随即又摇了摇头 微笑道 不过因为 这碗饺子 现在是我自己要来的了 所以九娘大年三十 到李姓这里来 自然不会是无缘无故 更不会是自见整袭 多半是因为 受了那位七皇子的指示 来拉拢李姓 所以 刚才李姓才有此一问 九娘也很干脆地承认了 至于九娘后一句 大概的意思 是她此来不仅仅是代表七皇子 也代表着她自己 李姓并没有接话 一顿年夜饭 吃得漠不作声 但是偏偏在这个不大的屋子里 多了一些温馨的味道 等崔九娘吃完了之后 便站了起来 对着李姓轻声笑道 多谢李公子款待 等开了年 李公子也来得意楼一趟 我也请公子吃一顿 李姓起身相送 微笑道 好 得空一定再去一趟得意楼 不过小弟可没有那么多银钱 到时候崔姐姐不要赶小弟出来就行 九娘微微一笑 迈步走在前面 李姓让小丫头在屋里等着 自己起身 把九娘送到了院子门口 到了院子门口之后 崔九娘停下脚步 回头看了一眼李姓 她轻声开口道 李公子当真没有回到平南侯府的想法 李姓毫不犹豫地摇了摇头 这件事 小弟已经说了 许多次了 九娘站在原地 犹豫了一番之后 最后咬了咬牙 低声开口 李公子如果没有重回平南侯府的想法 那奴家有一句良言相劝 姐姐请说 离开京城 崔九娘脸色严肃 趁你现在还没有完全卷进来 尽快从京城里脱身 你既无意平南侯府 那么留在京城里 对你百汉无一利 你身后没有半点势力 在京城也没有半点根基 京城随便里一点小风小浪 都能把你淹死 说到这里 她脸色有些发白 左右看了看 确定身边没人之后 轻声道 且不说殿下愿不愿意护你 就算他护得住你 也是个拿命去赌前程的行当 京城水太深 你离得越远越好 崔九娘这番话 可以说是交浅延伸了 李姓也没想到 这个在秦淮河叛滚了这么多年的女人 能对自己说出这一番推心置腹的话 李姓站在院子门口 略做思考之后 对着崔九娘弯身作一道 崔姐姐好意 李姓记在心里了 这话如果是在大半个月前听到 李姓转身 也就离开京城了 只是现在 李姓已经踏进了京城里 并且得罪了一些人 这个时候如果离开京城 那便不是庇护 而是寻死 他前面两次 已经把平南侯府 彻底得罪了个干净 现在想都不用想的是 平南侯府必然派了人盯着他 如果这个时候离开京城 不仅不会离开这个漩涡 更会湿了身上的几层保护 到了天高皇帝远的地方 平南侯府想 怎么炮制自己 就能怎么炮制自己 既然已经卷进了这个漩涡里 就已经没有回头的机会了 现在他只能激流涌进 昂首面对这个深不见底的漩涡 崔九娘面带不忍 李公子 你是个好人 你逗不过那些人的 李姓咧嘴笑了笑 崔姐姐 好人未必就赢不了坏人 再说了 我是不是个好人 还是未知之数 见李姓固执 崔九娘摇头叹了口气 罢了 你执意如此 我也劝不动你 京城里的风望太大 以我的本事 是万万护不住你的 只希望李公子以后在京城里 能够逢凶化吉 说着 他就转身离去 李姓望着崔九娘离去的背影 心中多少有些唏嘘 他是不是个好人不好说 但是这位崔姐姐 却是一个实打实的好人 他今天晚上说出来的这些话 肯定不是那位七皇子的意思 毕竟七皇子还要靠着自己 来对平南侯府做文章 也就是说 他是不忍心看着自己 踩进夺敌的漩涡里 才会说出这番话 老实说 如果不是李姓情况特殊 崔九娘这番话 就是金玉良言 可是李姓还要努力 替自己的母亲讨个说法 她没办法仓皇离开京城 不过这番话 不管李姓愿不愿意听 那都是实打实可以救命的话 崔九娘能够说出来 就是很大的勤奋了 李姓对着崔九娘的背影 微微弯下身子 今日崔姐姐出言提醒了勤奋 李姓记下了 以后如果有机会 当报答姐姐 崔九娘远去的步伐顿了顿 然后脚步不停 在巷子的尽头 坐上了一顶青色的轿子 渐渐远去了 李姓摇了摇头 副手走进了自己的院子 老实说 她也不想留在京城里 可是现在的情况 已经由不得她了 离开京城 只会被平南侯府秋后算账 就算不死 生死也是操职人手 李姓是绝对不允许 这种情况发生的 她要努力在这京城里头活下去 然后努力站到平南侯李慎的面前 把母亲留下来的那块 写着肾字的玉牌 当着李慎的面 摔个粉碎 想到这里 李姓眯了眯眼睛 走进了自己的院子里 院子里 小丫头正在正堂里收拾碗筷 准备拿去厨房洗碗 她身子太小 做起事情来 显得有些笨拙 也有些萌萌的 李姓笑着 把她手里的碗筷接了过来 轻声道 哥哥去洗碗 你去烧热水给哥哥洗脚 好不好 烧火是钟小小的强项 文言小丫头立刻抬起头 看向李姓 重重地点了点头 兄妹两个人 在这个京城的角落里 相依为命 就在李姓在厨房里烧火的时候 京城里一场针对她的阴谋 已经悄然而至 在永乐坊的一家酒楼的二楼里 一身白色衣装的 平南侯府小侯爷面无表情 她手里把玩着一个乳窑出产的瓷器 对着跪在自己面前的家将冷声道 都安排好了吗 平南侯府的家将 大多是平南侯麾下退下来的南疆假事 但是这个家将不是 这个家将姓郑 乃是玉夫人的娘家人 也是这位小侯爷的亲信 这个郑姓家将宫颈低头 小侯爷都安排好了 那些人准备明天晚上动手 李纯呵呵一笑 冷声道 做得好 明日动手之后 你就带着几个家将出手 把那些人驱赶到大通方里去 尽量赶到那个李姓的院子里去 到时候那位的人跟过来 人赃并获之下 那个李姓一百个脑袋也不够砍 郑姓家将宫颈低头 小人知道了 退下吧 郑姓家将宫颈退了下去 李纯独自坐在窗边 冷眼看着楼下过往的行人 本来他一时半会 还想不到该如何对李姓下手 但是下午的时候 从南疆寄回来一封信 让李纯心里瞬间有了个主意 一个大胆的主意 这个主意要是成了 那个野种必死 任谁也保不住他